强劲地锋刃 罩着陈龙就冲了出去 接化发 一声力喝再次乍响 一号心中顿感不妙 亮腔地稳住身形 发现马大师还是站在原地 你踏马的 马大师顿时板起脸 都说了脚马 等你老了你就知道了 怎么还骂起人来了 一号双拳紧握 关节处发出咯咯的声音 脚马我可以理解 但你叫那么大声干什么 真把本太君当傻子了吗 马大师一脸赞赏道 嗯 这年轻人不错 起码还知道自己是个傻子 文言一号更是恼怒 奈何气血一上涌 这毒素蔓延得更是厉害 张口就喷出一口黑血 随即侧头看向陈龙 你是 不是不敢打 若真是那样 又何必羞辱于我 陈龙深深吸了口气 在看了一下马大师嘴角 那么若隐若现的笑容时 不由陈生道 马大师 谢谢你的好意 但这是我决定的事 希望你能尊重我 马大师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随即无奈地叹了口气 唉 涉事未深 涉事未深啊 罢了 随你 谢谢 可以开始了 陈龙点了点头 刚侧过头 却见一道巨大的锋刃至眼前 在马大师三番两次的戏弄之下 一号直接爆发了全部灵力 偷袭也好 违背武士道精神也好 那都不重要了 因为他深刻地知道 只有杀了眼前这四个恶鬼 他才有机会活命 陈龙刚一把拍散了迎面袭来的锋刃 可下一道锋刃又袭至眼前 碰 碰 碰 锋刃不断落在陈龙身上 几处龙铃都被划出了巨大的血槽 这让观战的三个恶鬼更是眉头紧锁 之前经过了短暂的休息之后 陈龙的伤势也得到了缓解 而且他之前一直都是用那种不要命的攻击手法 可现在却一直在被动防御 这显然不是他的风格 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一号嘴角却是不自觉上扬 见陈龙一直保持防御姿态后 眼中顿时闪过一抹寒光 切割 话音刚落 他扬起的手就划出一道凌冽的锋刃 这道锋刃远没有之前的大 但速度却比之前快了两倍有余 急速之下 发出嘶的一声 仿佛要把空间都给撕裂一般 擦 风刃从陈龙肩上掠过 直接将其巨大的龙爪再次切下 然而他却依旧没有一点进攻的意思 呼 就是这股力量 我似乎是感受到了 一击得手 这让一号眼中的戏血更胜一筹 可就在这时 腹部却突然传来一阵扎心的痛 本能的侧头看去 正好对上四蛇那绿油油的眼睛 巴嘎 竟然还能控制毒素流动吗 那就别怪我了 一号眼中闪过一抹怨毒 直接爆发体内全部灵气 下一刻 一号眼中顿时只剩白色 一股远古的气息顿时笼罩全场 咬牙切齿地看向陈龙 就算是死 我也得拉着你一起走 话音刚落 一个身高十米有余的白色虚影 便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抬手一扬 场中顿时狂风肆虐 沙石和朽木都被吹到了四处横飞 四蛇顿时心头一紧 糟糕 是他们远古神灵的气息 这家伙知道我们不可能放他离开 选择拼命了 马大师同样一脸凝重 之前还能偷袭他一下 可现在这家伙 已经燃烧了全部的灵气 短时间内 我们根本奈何不了他 虚狗紧咬牙关 那怎么办 我们不能不管啊 上吧 不然 五个真的没了 就在这时 陈龙的声音也随之而来 相信我 短短三个字 其中尽是诚恳 三个恶鬼同时侧头看去 只见陈龙也在看着他们 眼神中甚至还有一丝恳求 这 小心 陈龙急忙回头看去 只见一号身后的虚影手中 竟是凝聚出一把巨大的封剑 而那剑锋 离他已不足一米的距离 一号一脸争鸣 神士 哈萨给 封剑滑下 周围空气都未知倒卷 在触碰到陈龙身体时 那刺耳的撕裂声再次响起 死 只见一道恐怖的剑气 直接从陈龙腹部掠过 坚硬的龙铃在他面前 竟如同保纸一般被撕开 愣是刮出一道十米有余 身可见骨的伤痕 血肉随着鬼气倾泻而出 陈龙直接重重地砸在地上 像是刚出水的泥丘一般 疯狂挣扎 可饶是如此 依旧没有发出一声痛嚎 见状 观战的三个恶鬼 直接愣在了原地 恶鬼虽和人类体质不同 但在鬼气散尽之后 也会化为尘埃散去 在这么恐怖的伤势之下 陈龙基本是没救了 如今 场中只剩一号癫狂的笑声 巴嘎 这就是所谓的图腾吗 嘎嘎 同是SSS级 觉醒了 神纪的我远比你们强大 现在 都给我去死 话音刚落 一号双目一横 控制着风神 照着陈龙的眉心 就是一剑刺下 不 四蛇最先回过神来 直接画出战斗形态 眨眼间就挡在了陈龙身前 看着那巨大的锋刃 离自己越来越近 四蛇感觉就像是时间 都变慢了一般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剑风上附带着霸道的气息 也知道 凭借自己肉身 根本无法阻挡这样的攻势 但这样的情况下 他还是没有一点懊悔 他知道 楚风为了陈龙都付出了什么 若是陈龙死在了这里 那原本就已经深陷黑暗的楚风 必然会完全丧失自我 成为一尊只知道杀戮的机器 若真是那样 人类就真正地陷入浩劫之中了 四蛇是鬼 同样憎恨人类 但他就是不愿那些人 死在楚风手里 这样的感觉很奇怪 甚至四蛇都不知道 自己为何会有这样 荒谬的想法 毕竟他进场还不足一个月的时间 但就是会忍不住替他着想 老牛 希望你不要怪我 也不要怪风个 想到丑牛在自己面前 那胆小甚微的卑微模样 四蛇不由闭上了眼 脸上浮现出一抹幸福的笑容 眼角却是泛起不甘的泪光 见四蛇突然出现在风神的剑下 马大师和虚狗同时倒吸一口凉气 可是现在在想救援 已经来不及了 一号嘴角开始溢出黑血 蛇毒已然蔓延全身 见四蛇出现后 面色更是疯狂 嘎嘎嘎 八嘎 既然自己送上门来 那就让你死在这无上的神力之下吧 眼看剑锋即将没入四蛇眉心 马大师和虚狗都不忍地将头侧到一边 可就在这时 一声奇异的嘶吼声却在天地中乍响 猫 原本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四蛇 突然浑身一颤 再次睁眼 只见一只金色的爪子 竟然从自己身后伸出 正紧紧地握着风神长剑 四蛇急忙回头 眼前的一幕顿时让他看得一愣 这 只见陈龙的身子再次盘旋于半空之中 腹部的致命伤愈合了不说 龙铃上还蕴含着一层淡淡的金光 和体表的鬼气混合在一起 邪恶和神圣交织 阴寒却又庄重 更为诡异的是 那只紧握住风神长剑的爪子 竟然是新长出来的第五只龙爪 就长在他腹部中央的位置 虚狗瞪大了眼睛 半张着嘴 这 这是真龙啊 一号更是惊愕地看着陈龙 眼神对视的一瞬间 心头顿时一紧 此时的他 还具备着风神的神识 他能明显感觉到 就连神在面对陈龙的时候 想到的竟然是蜕壁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眨眼间 这家伙就完全变样了 为什么连神都感觉到了恐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啊 一号发出一声不甘的怒吼 强忍着心中的恐惧 双手持剑 准备拼死将长剑 刺入四蛇的体内 不行 都怪你 都怪你 而就在这时 让他更绝望的事情发生了 坚持了片刻后 风神长剑 直接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随即化为 屡屡轻柔的气体 缓缓流进陈龙的口中 不 不 我的神力 神力啊 陈龙眼中更是傲然 巨大的身子 再次腾空而起 占据半个天空 我一时真龙 风雨雷电 皆为我所用 蛮夷残魂 也敢在我面前称神 魏妍的声音响彻天地 顶上不知何时 融聚而成的乌云中 雷龙涌动 雷声乍响 风神虚影 在颤抖片刻后 终究还是招架不住 直接炸碎 一号的身子 也从高空坠落 平躺在地 一动不动 滑下图腾苏醒了 苏醒了 黑血不断从嘴角溢出 生机渐渐流逝 但扩散的瞳孔 还在死死盯着半空中的陈龙 眼中 近视不甘 看着死不明目的一号 陈龙眼神不由复杂 之所以能够晋升成真龙 就是在他的身上 感应到了古神的气息 之前看似一直在挨打 实则是不断吸收 和分析那封刃中的力量 没想仔细感应之下 竟然一举突破了瓶颈 本身是鬼物 突破后 又具备了神圣的真龙之力 这让陈龙看上去 也有些诡异 眉宇中竟是威严之色 可是浑身 又散发着一股阴寒 鬼气与神力结合 完全成就了一尊新的鬼神 啊 就在陈龙感应着 这份新的力量时 却突然惊天密林中 突然传来一声痛苦的悲鸣声 声音伤心欲绝 其中蕴含的怒意 更是引得整个迷雾森林 都为之颤抖 似舌侧头 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顿时柳眉紧锁 这声音 好像是老妖 马大师也为之一愣 糟了 我怎么把这是给忘了 他好像是去追那个吞魂师去了 虽然他俩都是SSS级 但是那个家伙 肯定会用萧色皮来威胁他的 陈龙眉心顿时紧皱 我先过去看看 你们赶紧跟来 说完 陈龙一跃而起 化身神龙之姿 急速向声音传来的方向飞去 马大师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不由咧嘴一笑 起初还以为这孩子是傻 没想到 人家竟是在感知神力 这一下就把 和我们之间的距离拉开了 哎 狗子 还愣着做什么 赶紧吃了走了呀 虚狗实力最低 其余三个恶鬼 都把一号的尸体 交给了他吞噬 只求他能早点突破 可是他就蹲在一号的尸体旁 动也不动一下 听到马大师的呼唤 不由浑身一颤 这才惊恐地回过头 我 我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马大师和四蛇 这才走了过去 只见虚狗手里 居然拿着一封信件 看了一下上面的内容 眉心都不自觉皱了起来 陈龙很快就赶到了 害珠所在的地方 四周街是浓烟和烧焦的木炭 远处还有几处火石正在燃烧 害珠背对着陈龙 保持着战斗形态 跪在一处空地前 身子止不住地打仗 不时传出哽咽的声音 陈龙心中顿时一紧 急忙走到了他的身边 可是看清眼前的一幕后 面色顿时变得复杂了起来 害珠原本白净的身体 已被大火烧得漆黑 细细看去 胸口上还有一个被烧焦的血洞 不断从中溢出黑血 可他像是丢了魂一般 目光空洞地看着手中的西瓜刀 血泪不断流下 我都按他说的做了 要我下跪就给他下跪 要打我就任他打 结果他还是把削瑟皮消化了 嗯 五哥 我该怎么办 五哥纺织场分布 隐物识人众被全体歼灭 招和最后的抵抗也随之瓦解 原本是一件喜庆的事 可眼下气氛却安静地可怕 看着手中的西瓜刀 楚风近视 久久没有回过神 小姐姐 你能带我去找妈妈吗 大家好 我叫肖瑟皮 请大家多多指教 五哥 你点那个了 五哥 道理我都懂 可严格算下来 我才六岁啊 别的小朋友都还在看漫画 你就带我出来砍人了 还用胶布把西瓜刀绑在我手上 好 不就是一个女鬼吗 干 风哥救我 环城公墓 潜逃恶鬼 已经解决 over over 和肖瑟皮之间的往事 不断在脑中浮现 这让楚风一时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害猪一直跪在地上 咬着牙不断哽咽 都是我没用 是我没有保护好他 都怪我 楚风始终闭着眼睛 身子却因为愤怒 止不住地打战 见状 周围恶鬼们 皆是一脸忐忑 风哥 您还好吧 这是我也有责任 若是一起去追击 那个吞魂师的话 兴许就 就在这时 楚风那诡异的笑声 却响了起来 结结结结结 众鬼急忙看去 只见楚风已经睁开了眼 一脸凝笑 身子都随之抖动 看那模样 真像是听到了 天大的笑话一般 但那笑声 却又显得格外甚人 众鬼皆是一脸担忧的模样 风哥 楚风笑着摆了摆手 看了一眼低头哽咽的害猪 不以为然道 大老爷们跪什么跪 这是不怪你 是我的问题 害猪咬牙摇了摇头 都是我的错 楚风眉梢一条 咧嘴笑道 那你爱跪就跪着吧 随你 说完 楚风起身 就向外走了出去 别愣着了 该干活干活 我出去透透气 看着楚风离去的背影 众鬼皆是一脸忐忑 这 这是什么情况 还没看出来吗 风哥也在努力控制情绪 不然真要动手 老妖就真的没了 但这样的事情 他真的忍得了吗 就在这时 黄德亨却是皱眉扫过重鬼 别嫌着了 准备动手吧 重鬼皆是一愣 动什么手 黄德亨看着敞开的大门 叹息道 难道你们都没听出来 厂长刚才的笑声中 竟是杀意吗 话音刚落 工厂外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晃动 重鬼皆是惊恶地向外看去 只见恐怖的鬼气冲天起 一股暴力的气息 充斥在天地之间 引得大地都为之颤抖 好 事实证明 最了解楚风情绪的人 还是黄德亨 在楚风走出风格纺织场分布后 黑楚风再次苏醒 一场恐怖的杀戮也随之展开 仅仅用了七天的时间 昭和人口万不存一 一亿多人 只剩不足一万人逃到了国外 也是在这时 一份触目惊心的逃亡者日记 也被世人揭晓 2121 12 20 天气晴朗 温度适宜 电视上的主持人告诉我们 天皇被擎 樱花城沦陷 神山被炸毁 但他们已经和漂亮国取得联系 他们会尽快派人来支援 我们最终一定能打败光头恶棍 招和意志永不妥协 让我们一定要坚持 对此 我实在是想笑 这个玩笑的笑点在哪 意义又是什么 一个人带着一百多个恶鬼 就能扫平一个城市 这也太离谱了 2121 12 21 天鹰 细语连绵 我们大学时候的同学突然打电话给我 说她的家乡被光头恶棍踏平了 想来我家里避难 她是一个十分卡哇伊的女孩 家境优越 从来不会说谎 主要还是搬花 所以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等等 她家离樱花城 有近一百公里的路程 两个城市中间 还隔着两个三个市的 那个光头恶棍 只用了一天 就踏平了三个城市 这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2121 12 22 天鹰 等待搬花上门的第一天 我收拾好了房间 就等她来了 脑中开始联想 我们将来在一起生活的画面 同事们都说我今天笑得特别灿烂 见鬼了 十个小时过去了 她的电话还在无法接通 该不会是戏弄我吧 2121 12 23 天鹰 等待搬花上门的第二天 期间 她的电话一直没有打通 现在可以确定了 她就是在戏弄我 这让我很生气 我买了绳子和迷药 准备坐车去找她 让她知道 戏弄我的下场 但是在去购物的路上 我发现周围的人走路都很匆忙 脸色还有些惊慌 这让我感觉到困惑 2121 12 24 天鹰 犹豫了一晚上 我还是决定出发去找她 可就在这时 我却接到了她的电话 她不断跟我道歉 却不能让我平息心中的怒火 没想到的是 她竟然在这时跟我表白 说暗恋我很久了 现在她就要来找我 跟我在一起 我太高兴了 急忙答应了下来 在后来的聊天中 我问了她 关于光头恶棍的事 果不其然 电视和网络上播报的消息 都是假的 不过是演戏 提升人们的反恐意识罢了 她让我在家等她 并发誓 就算是死都会来找我 这简直让我欣喜若狂 2121 12 25 雨过天晴 晴朗的天空 就和我的心情一样美好 电视上还在播报 光头恶棍杀戮的消息 更夸张的是 竟然开始呼吁我们逃走了 演得就跟真的一样 要不是我未来的老婆 一直和我保持着联系 我都差点被骗了 就在这时 我爸妈还打电话给我 让我和他们一起逃走 显然 他们也被骗了 但在我的劝说下 他们都放心了下来 2121 12 26 天音 风很大 想到马上就能和她见面 激动的一夜没睡 一直守在窗户边上 眺望着她家的方向 就在这时 一声尖叫声息 打乱了我对她的思念 低头看去 街道上的人 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四处乱串 整个城市 似乎都陷入了恐慌之中 就在这时 我发现 远处竟然有一团红色的云朵 向我们城市飘来 看上去都是爱情的颜色 云层很快飘至我们的头顶 也是在这时 我发现不对劲了 云层中滴下的雨水 竟然是粘稠的 而且带着强烈的血腥味道 我是外科医生 一眼便认出了 这是血 一声恐怖的吼叫 将我的思绪拉了回来 我看向远方 看见了那个恶棍 不 那就是一个嗜血的恶魔 带着无数的恶灵 就冲进了我们的城市 它浑身漆黑 皮肤上还有飘渺的黑气 周围的人没一个能够生还 片刻间就让整个城市血流成河 我突然知道 那红色的云朵 是怎么来的了 我惊慌地拉上窗帘 坐在地上一栋不敢动 现在 我终于相信了 所有一切都是真的了 该死的 那我的父母怎么办 原本他们要逃走的 却被我劝了留下来了 不对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 那斑花是什么情况 她要是死了 那回我电话的 就在这时 我家的门铃响了 我从门径上的 可视电话里看到 斑花正在对着我笑 这一册逃亡者日记 也被命名为 昭和毁灭日记 以一个猥琐昭和男人的视角 一步步描述了 这场浩劫的过程 此事一出 所有人第一反应 皆是害怕与震惊 同时 也在全球 引起了一阵哗然 这是什么情况 之前还在不断 谴责华夏的昭和 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 没了 而这一切 竟然是一人所为 那家伙已经不能人了 完全就是一个人徒 一个沾染上 一人鲜血的柜子手 这已经是反人类行为 虽然 什么 死的都是昭和人 不是 那怎么还放跑了 一万多个 然而 他们知道 只是这次事件的 冰山一角罢了 在楚风展开杀戮之后 仅仅只用了七天的时间 塑清了整个昭和 一亿多昭和人的鲜血 就染红了整个昭和海域 海水混合着血液 一同蒸发 凝聚出红色的云层 导致天降血雨 这场血雨 整整维持了一个 才恢复清澈 当然 除了逃到国外的幸存者外 还是有少数昭和人 躲在暗中幸存了下来 起初大家都感觉到庆幸 相信 只要他们能苟住 迟早都会等到救援 然而在不久之后 他们才发现 活下来 才是梦魇的开始 楚风愤怒爆发之余 提表一出海量的鬼气 死去的人被感染之后 也加入了楚风的阵营 随他一起杀戮 这可比远比丧尸爆发 还要让人绝望 因为这些恶鬼 不但攻击诡异 更无解的是 他们都保留着智慧 为了发泄心中的怨念 便会想尽办法抹杀活人 猥琐男和笑话的约定 就是其中之一 打电话迷惑猎物 等着自己上门吞噬 这样死去的昭和人 还不在少数 更有社区恶鬼 组团上门送温暖的 走失多年的老父亲 突然找上门来的 各种诡异事件 层出不穷 让人防不胜防 仅仅过去三天不到的时间 躲在暗中的昭和人民 就死伤殆尽 无意生还 在亲眼见证了 自己国家的灭亡后 秋田纯一郎 也在马桶上扣下一块灵牌 选择在神策内 剖腹自尽了 至此 昭和2000年的历史 也彻底画上了一个句号 这本是重建文明的最好的时机 可是现在的楚风 绝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 少了他的管理 整个昭和岛 到处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孤魂四处飘荡 宛如一个巨型鬼域 风歌纺织场 樱花城分布 酒精刺鼻 光线昏暗 楚风魁梧的身子 如同小山一般 靠在一处台阶上 以波多老师为首的 十多个身着暴露的昭和女鬼 依偎在她身旁 眼中尽是谄媚和恭维 欧尼将 我们是自愿来侍奉您的 这些天您辛苦了 请让我们为您缓解疲劳 现在 可以开始了吗 楚风淡淡地瞥了众鬼一眼 又抬起酒瓶 一饮而尽 嗯 厂里的缝纫机 好久没保养了 你们出去给他们换一下机油 弄完以后 去把外面的路给重新铺一下 做完之后 就该干嘛干嘛去 别来烦我 众女鬼皆是一愣 他们生前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凭借自身魅力和技术 不知道填补了多少男人的精神事件 可现在 修路 换机油 这特么傻跟傻 就在众鬼猛逼的时候 一个愈怒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一群卑贱的丑东西 是听不懂人话吗 文言 女鬼皆是眉头紧锁 在场十多个女鬼 无意不是顶级的美女 无论身材还是外貌 岂不都在九十分以上 竟然被骂丑 然而 当他们回头看向来者时 皆是羞愧地低下了头 打击 美丽和妖艳的代名词 真要论驾驭男人的能力 他就算称为 他们祖宗也不为过 难怪储风对我们不感兴趣 身边有这样惊天为人的妖念 谁会堵我们一眼 似及此 众女鬼皆是心服口服地退了下去 拿上抹布 提上机油 乖乖去给缝纫机做保养了 储风看了打击一眼 脸上没有一点表情 你怎么又来了 见众鬼离开 打击直接靠在了储风的怀中 楚楚可怜道 夫君 你回来都没有宠信人家 你快摸摸 人家的心都好空虚了呢 储风一把将他搂在怀中 却是目光空洞地看着天花板 这样吗 其实我也感觉好空虚 要不 打击一脸期盼地聆听着 却见储风像是卡住了一样 要不什么 只要夫君喜欢 奴家都可以 储风这才低头看向了打击 要不一起毁灭吧 嗯 打击听得一愣 再次看向储风时 绝美的脸颊也不由未知一将 只见储风的双眼 竟然成了棕色 而就在他话音落下之际 一股诡异的力量 也随之弥漫开 这是一股腐朽的力量 扩散开的一瞬间 周围木制家具 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腐烂 金属长出大量锈斑 空气中 竟是一股陈旧的味道 与此同时 各种纺织机器 也开始溃烂 场中的恶鬼们 急忙站起身 皆是一脸惊恐地看着储风 打击也是不自觉地 挣脱了储风的怀抱 之前的妩媚 已被惊恶代替 这股力量真实的存在 却又无形无色 所过之处 所有一切都化为腐朽 是一股让打击这个上股大妖 都感觉到忌惮的力量 储风还是那副 微米不振的模样 目光呆滞地看着打击 独自低语 这些天下来 我也在想 费了那么大的劲 却连自己身边的人都保护不了 我到底图什么呢 要是不来昭和 萧瑟皮就不会死了 但也是因为如此 我把昭和给平了 但是我实在开心不起来 算下来还不如躺平了 什么也不做 想着想着吧 我突然就在想 我活着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呢 生命的源头是什么 死亡 死亡之后 是否又有轮回呢 要是有的话 那一直活着不好吗 非要死一次的意义 又是什么呢 我操 想着就感觉累 阿帖 在眼睛变色之后 储风静开始研究起 深奥的哲学来了 直接开启了化劳模式 说着一些前言搭后语的话 那颓废的表情 加上那哀声叹气的语气 如同一个丧门神一般 完全摔到了极致 随着它的语气越发低沉 那股腐朽的力量 也越发强烈 金属制品已然全部溃烂 地上的石板也变得风化 随着储风一个喷嚏 石 快直接化为尘埃 见状 众鬼皆是 倒吸一口凉气 这股力量实在太过诡异 像是将时间加快了无数倍一样 可以让所有东西腐化 所幸的是 恶鬼的生命是无尽的 似乎并不受这股力量控制 然而就在这时 众鬼却突然惊讶地发现 储风周围的空间 都像是风化了一般 竟然出现一丝撕裂纹 见状 打几都不自觉退后了一步 那鬼秘的力量 竟然能空间都可以腐蚀 那若是空间破碎 后面又是怎样一番场景 算了 懒得想了 累了 毁灭吧 说完 储风就抬起手指 轻轻点向眼前的裂纹上 咔 如同一层薄冰般 眼前的空间裂纹直接破裂 露出一道漆黑的小缝 与此同时 一股无法抗拒的吸附力 从缝隙中传出 不断将周围的东西 都拉进其中 所有恶鬼 皆是心头一紧 一个个紧紧贴在墙壁上 苦苦哀嚎 我草 欧尼匠 你这是咋回事啊 就算你想死 也别拉上我们啊 雅灭蝶啊 风哥 快振作起来啊 你信我 毒鸡汤完全不适合你啊 快特么燃起来啊 救命 救命啊 对于众鬼的哀嚎 楚风却是一点都没听进去 而是一脸呆滞地 看着眼前的不断变大空间裂缝 与此同时 他的身体 也被那恐怖的吸附力 给缓缓拉了 向缝隙靠近 可是楚风脸上 却没有一丝巨异 反而出现 一抹解脱的笑容 而就在此时 脑中突然响起一个惊恶的声音 天老爷位 我猜几分钟没看你 你就摔成这样了 给我顶住了 话音刚落 整个工厂就开始 剧烈地晃动起来 两股无形的力量对冲 终究是系统模板更胜一筹 只见那空间裂缝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而之前腐化的缝纫机等物件 也恢复如初 众鬼脸上 皆是一副劫后余生的表情 可就在这时 楚风那死气沉沉的声音 却再次传来 扑街啊 想死都不行 怎么那么烦 话音落下之际 那股腐朽的力量再次出现 众鬼条件反射一般 直接跳回墙上 差点当场哭了出来 就在他们都以为之前的一幕 又要再次上演时 工厂大门却突然被人打开 珊瑚带着一脸愉悦的笑容 就走了进来 看见工人们 皆是一脸惊恐地挂在墙上时 便一脸疑惑地看向楚风 不好好上班 全趴墙上做什么 风哥 你 你的眼睛 楚风看向珊瑚 微微错愕 你怎么还笑得出来 看着那深棕色的眼睛 珊瑚柳眉微微一皱 自然是猜到了什么 一时间 一股前所未有的挫败感 不由浮上心头 楚风一直消沉的这段时间 是他一直带领之前的老员工 稳定外面鬼怪社会中的秩序 就是想让楚风重新振作起来 可没想到 他的负面情绪还是爆发了 一下感觉好累啊 不对 我怎么也受到这种情绪感染了 珊瑚急忙摇了摇头 嘴角上扬到一个好看的弧度 我怎么笑不出来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嗯 对于这样的话 楚风这些听了不少 也不由敷衍地应了一声 不过我并不想听 萧瑟皮 没死 珊瑚话音刚落 楚风身形便是微微一颤 一脸错愕地抬头看向他 什么 珊瑚心头不由一喜 急忙说道 是鬼弟告诉我的 他之前就记下了我们 常里每一个恶鬼的气息 虽然萧瑟皮气息微弱 但是他确实还存在的 楚风眨巴着眼睛 可是诡异的一幕再次出现 只见楚风一只眼睛 已经恢复了之前的模样 另一只眼睛却还是深棕色 口中更是发出两个不同的声音 他明显是在骗你的啊 那孩子明明都被吞噬了 哪里还有活着的说法 他不会骗我的 萧瑟皮肯定还活着 不要在乎这个了 你该放下了 之前也曾尝试改变这一切 但事实证明都没用 继续下去 你还得背负更多的遗憾 不可能 既然当初已经做了这个决定 那无论结果到底如何 我都会往接着走下去 话都出自楚风的口中 但是一个显得懒洋洋的 一个却又十分激动 工厂中鬼 皆被楚风那诡异的举动 给吓得不轻 愣在原地不敢动他 只有珊瑚知道 他已经成功地唤醒了 楚风原有的意识 于是急忙上前说道 我没有骗你 鬼帝就在樱花城 我们可以去找他 话音刚落 楚风突然抬头看向了他 依旧是那副麻木的表情 情绪上并没有太大的波动 眼神中略带一丝不满 用一种长辈训斥晚辈的口吻说道 你这个丫头 怎么那么不懂事呢 争来争去 受伤的都是他本身 你这是在害他知道吗 算了 这样的大道理 你是听不懂的 我也懒得再和你废话 不要再打扰我了 说完 只见楚风抬起左手 伸出一只手指 就直接向珊瑚探去 那股腐朽的力量 再次凭空出现 看着周围的物体 再次被腐化 周围的恶鬼 皆是倒吸一口凉气 珊瑚世人 只要被那股诡异的力量触碰到 急速流逝的时间 会让他瞬间老死 亦或直接变为一堆枯骨 可是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还在原地站着 死 就在众鬼都以为 珊瑚即将与命之际 一声怒吓顿时乍响 给我死 只见楚风眼中闪过一抹利色 左手指着珊瑚 右手却抓起 一边的鬼窟神嚎 就在众鬼惊魂未定时 只见他抡起鬼窟神嚎 照着自己脑瓜子 就是一棒砸下 鬼窟神嚎 与闪亮的大光头 触碰的一瞬间 顿时发出喷的一声闷响 随即就两眼一番 巨大的身子 如同大山一般倒在了地上 溅起一地尘埃 这诡异的一幕 直接吓傻了在场的所有恶鬼 这是啥情况 自己和自己干起来了 这 这也太狠了呀 你们看 脑瓜子都砸熬进去一捡 就在这时 又见楚风身子微微一颤 随即撑着身子 捂着脑门就站了起来 冷眼扫过众鬼 星号 一个个处着干啥 都特么不上班了 众鬼不由打了个寒战 急忙回到宫位上 头也不敢抬得继续干活 珊瑚一脸担忧道 风哥 你还好吧 楚风晃了晃脑袋 感觉还是有些嗡嗡嗡的 没事 走 带我去见他 银虎驮着鬼地 如同巡视自己的领地一般 傲然地走在樱花城中央的街道上 周身飘渺着浓郁的鬼气 加之凛冽的眼神 周围的恶鬼 都只敢躲在暗中远远眺望 这原本是整个昭和最繁华的一条大街 可是在经受了楚风的血洗后 高楼崩塌 街道军裂 废墟之中更是鬼隐森森 鬼地依旧是那副冷冰冰的模样 仔细看去 眉心还微微皱起 银虎明显感觉到了他的情绪 不由好奇道 老大 楚风现在已经开启了杀戮 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为何还闷闷不乐呢 鬼地眼中闪过一丝不满 闭嘴 不该问的别问 好的 银虎实相地点了点头 心中却是偷笑 一 还不承认 有啥消息 让老牛打个电话给蛇妹不就行了 非得大老远地跑过来 不就是想见楚风一面吗 我跟你说 你完了你 你这是坠入爱河了 鬼地眼角微微一寒 空气中的温度顿时降到了冰点 管好你的嘴 老大 是有什么情况吗 银虎显然是不知道 自己老大 还有窥听心声的能力 表面一本正经的回应 心头却是一紧 咋又炸毛了 难道是我泄露他俩虎阵的事 被传开了 不应该啊 除了我城里的恶鬼外 我也没跟别的鬼说过这事啊 他们不可能拿出去乱说的吧 哎 咋温度又降了 当楚风和珊瑚赶到的时候 只见银虎已经变为一座巨大的冰雕 立于马路中央 鬼地就站在他的边上 看那杀气腾腾的模样 大有清理门户的打算 楚风大不留心地走了上去 疑惑地看了看银虎 又似笑非笑地看向鬼地 想我了 鬼地回头瞥了他一眼 冷冷一笑 你如果还想知道那个小鬼的消息 就注意你说话的语气 文言 楚风不由眉心一皱 星号 如果我得不到他的消息 你可能要进场采缝刃机 你 鬼地不可置信地看着楚风 眼里全是对人性的质疑 大老远的跑来帮你 还反被威胁了 他急了他急了 就在银虎偷着乐时 只见鬼地突然转转过头眼 冷看着他 抬手就是一记秀全 砸向冰雕 与那冰冷目光对视的一瞬间 银虎顿时感觉一股 从未有过的危机感 涌上心头 鬼地这是真的想杀了他 大爷的 关我啥事啊 银虎很想躲避 奈何极度低温的冻结 让他连眼睛都无法闭合 就在银虎 都以为自己将命丧于此时 却见一只强有力的大手 突然握住了鬼地的手腕 在我的地盘动手 遵求过我的同意了吗 鬼地身形一顿 用力想抽出手腕 可是那只手 却像是老虎钱一般 任由他挣扎 也无法动弹 这让他更是怒火中烧 我教训我的手下 也轮得着你 鬼地险些暴走 可是仰头 看向楚风时 却是微微一愣 脸上还是那抹招牌宁笑 那侵略性的眼神 和壮硕的身躯 简直让人无法抗拒 鬼地眼中的迷离一闪而过 立刻又恢复了 之前冰冷的模样 立声呵斥道 给我放开 楚风非但没有松手 反而攻下了身子 带着一脸坏笑问道 鬼地的脸上 让他不由感觉到一抹惊慌 急忙将头别开 愈怒道 我最后说一遍 放开 那冰冷的模样 再次点燃了楚风的征服欲 眼神也更加灼热 你越是挣扎 我越是喜欢 结结结结结 僵持之下 鬼地脸上不由浮出一抹飞红 这让边上的银虎都震惊不已 脸红了 天菩萨业 老大居然会脸红 说好的 音乐而生呢 哎哟 这波狗粮 给我噎的 鬼地眼中只剩惊慌 侧头看向银虎 恼羞成怒地吼了出来 放屁 再瞎想 老娘宰了你 场中顿时安静了下来 这是鬼地有史以来最为失态的一次 完全就像是个宋情书 被班主任抓到的学生一般 惊慌失措 银虎也总算回过神来 操 原来是能听见我的心声啊 早说啊 不过这么温柔善良 沉鱼落雁 碧月羞花 和蔼可亲 英明神武的老大 应该不会为难我的吧 不会的 对吧 鬼地瞥了他一眼 随即又皱眉看向楚风 那小子应该只剩一缕残魂了 不知道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你要是想耗下去就继续 闻言 楚风的手也不由一松 面色也变得凝重了不少 详细了说 鬼地把手抽了回去 皱眉道 其实在你来昭和不久 我就跟了过来 碰巧目睹了那个吞魂师吃那小子的场景 那小子是个魂体 按理来说本应该被吞魂师给吃掉 但是我却能感觉到 他的灵魂一直存在 当时和他一起被吞掉的 也就只有那把西瓜刀了 如果没有猜错 他的残魂应该是附着在了 那把西瓜刀上 闻言 楚风脸色都不由阴沉了下来 既然你当时在场 为什么不救他 鬼地戏谑一笑 一脸讽刺地看向楚风 我凭什么救他 他跟我有一点关联 自己的手下都照看不好 现在反而有脸问我 为什么不救他 行行吧楚风 要是我当时救了那个小鬼 你还会杀那么多人吗 你又怎么成为会人类的公敌 现在的你还是想想 怎么面对全人类的征伐吧 对了 提醒你一点 你虽然和华夏高层闹翻了 但是在那些外国人眼里 你依旧代表着华夏 你要是死了 华夏肯定也会遭殃 所以 你可得杀光那些人 才能保住华夏 哥哥哥 楚风点了点头 你说的对 谢谢 鬼地不断用刻薄的话语 刺激着楚风 就是要让他生气 造成更多的杀戮 但是这次他却发现 楚风眼里并没有丝毫的怒意 而是一脸淡然 这反倒是让鬼地感觉心里 莫名有些失落 谢谢 楚风淡淡地点了点头 随即从怀中掏出了之前 送给萧瑟皮的西瓜刀 脑中不由浮现出 萧瑟皮之前说过的话 风哥 你用手摸上去 轻轻感受一下 是不是有一种刺骨的寒冷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 就是有鬼物作祟了 想到这里 楚风深深吸了口气 小心翼翼地将一根手指 放在西瓜刀的表面 生怕伤害到里面的残魂 就在这时 一股淡淡的寒意 从手指间传来 细细看去 只见楚风手指和刀面接触的地方 竟然凝固一小块白霜 乍一看 就像是一个小孩的手掌 握住了楚风的手指一般 肩壮 这个手刃上一人的恶棍的脸上 竟是露出了老父亲般的微笑 面部肌肉都变得有些抽搐 狗犊子 躲这么好 就不怕我找不到你吗 就在楚风欣喜之际 却听鬼地冰冷的声音 再次传来 这家伙如今只剩一缕残魂 你要是不怕他被你的体温烫死 就继续摸吧 果不其然 话音刚落 楚风就剑刀身上那抹白霜 眨眼就被蒸发了 我知道你有办法可以救他 对吗 鬼地眼角闪过一抹戏血 原本想调侃两句 可是在与楚风对视的一瞬间 却是微微一愣 他和楚风相处不多 但是他可以完全肯定 这家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 但现在 他居然在他眼里 一个诚恳至极的眼神 甚至还带着一丝哀求 一个大奸大恶之人 竟然会为了一个小鬼来求自己 鬼地很快就回过神来 瞅了楚风一眼 眼中净是嫌弃 下一刻 只见鬼地周身鬼气 如同细流一般 汇聚于手心 最终凝聚为一滴近乎十字的黑水 抬手一扬 直接滴在了西瓜刀上 诡异的是 那黑水并没有见开 而是像落在黄沙中一般 缓缓没入了刀面之中 楚风不知道这是什么手段 正要说话 却感觉手中的西瓜刀 开始微微颤抖起来 随即就从其中 升起一道黑色鬼气 在半空中缓缓旋转 凝聚出一个小孩的轮廓 激动 欢喜 希望 亦或者是生命的延续 这一刻 楚风终于明白了 那些等在产房外的父亲们 是什么心情了 脸上笑容越积越盛 展开双臂 就准备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可当看清小孩的脸时 脸上的笑容顿时一僵 一脸瘀青 皮肤皱巴巴的 还有一颗眼珠子 掉在外面 这特么什么玩意儿 话音刚落 楚风就是条件反射地 抡出一巴掌 直接把才凝聚出的小鬼 一巴掌扇了栽在地上 啊 巴巴巴 小鬼跪坐在地 一手捂着脸 一手撑着地 一脸委屈地看着楚风 哽咽不止 却又说不出话 楚风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这声音肯定是削瑟皮的没错 但是这样子 着实有点磕沉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对视之下 感觉他一脸呆滞 跟个傻子一样 完全没了之前 那股机灵劲 这 这真的是你 楚风一脸复杂地看着 眼中近视质疑 见状 肖瑟皮更是委屈 含泪直点头 阿巴 楚风一脸疑惑地 看向鬼弟 这什么情况 不仅是外貌啊 这是被那吞魂师 把脑子消化了 咋就跟个傻子一样 鬼弟皱眉道 你也可以那么理解 本就是一缕残魂 即便是用我的本命之魂 也不能让它恢复如初 楚风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直接把肖瑟皮 拧了塞在鬼弟怀里 那不能够啊 我先说好 我家这孩子 之前可机灵着哈 一经你手就成这副样子了 你得给我想办法 把它变回来 不然你今天绝对走不了 鬼弟 肖瑟皮 一边的珊瑚都看不下去了 冲着鬼弟尴尬地笑了笑 凑到楚风身边轻声道 风哥 他已经尽力了 我可以感觉 他都虚弱了一分 楚风听得一愣 细细看去 是发现肖瑟皮虽然变傻了 但体内鬼气 真比之前要强了很多 体内的鬼气 似乎还不比楚衣他们弱了 不等他开口 鬼弟便沉声道 想要他恢复如初 就去找一个完整的神格 供他吞噬 不然 他永远都是这副模样 说完鬼弟转身 便走到了银虎的身边 轻轻一敲 他提倒的冰层 瞬间破碎 走 说完 直接跳回了银虎头上 眼见鬼弟真要离开 楚风不由说道 来都来了干嘛急着走啊 反正都生米煮成熟饭了 而且你和珊瑚神识共通 不如就留下来 无聊的时候 咱们仨还能一起斗地煮啥的 嘿嘿嘿 鬼弟身形一僵 咬牙切齿地瞪了楚风一眼 双腮上却又不自觉泛红 龌龊的东西 你怎么敢说如此 如此 走 说完 鬼弟惊慌地回过头 急忙驾虎离去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楚风不由咧嘴一笑 慢走 没事常来晚啊 对了 今天的事 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待鬼弟和银虎的身影消失 楚风又是笑道 看我还收拾不了你了 对了 你说为什么我放低姿态 跟他好好说话的时候 他还总是一脸嫌弃地看着我呢 珊瑚鸣嘴一笑 若有所思道 他好歹归为鬼弟 作为他的男人 那必定是屁腻天下之枭雄 怎么能放低姿态呢 楚风笑着摇了摇头 这意思 是他还真把我放在心上了 嗯 从他的眼神就可以看出来了 不过他在感情方面 就跟一张白纸一样 你估计得多花点心思 花心思 宝 你不吃醋吗 他本就是 我体内分离出去的 也相当于另一个我 我好像气不起来 而且关键是 那是吧 真的挺累人的 我一个人真有些顶不住 嗯 由此娇妻 福育何求 心好心好 讨厌 两人你浓我浓地依偎在一起 并肩走在回场的路上 明显忘了什么 肖色皮像是 被父母抛弃的孩子一般 泪流满面地张开双手 向两人的方向一边哭一边追 下花线 阿爸阿爸阿爸 夕阳的余晖将三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这应该就是幸福本身的模样 肖色皮虽然状态堪忧 但好歹也算是活了下来 至于神格 想到这里 楚风就不自觉看向了对面的妲己 眼神显得有些耐人寻味 妲己不自觉挺直了腰身 让胸前那抹红尾显得更加傲然 他无时不刻想着吸引楚风的注意 但是眼下 这个目光却总是让他感觉背心有些发凉 夫君 是哪里有什么问题吗 楚风黯然叹了口气 算了算了 没事 容我再想想办法 文言 妲己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不知为何 他竟有了一种错觉 就刚才那一下 仿佛就是自己千百年来里死亡最近的一次 楚风又环视了众鬼一圈 好了 回到正题 今天把你们召集起来 就是为了宣布一件事 恶鬼们全部拿着小本本 坐在小板凳上 一看全是之前纺织厂的老员工 见楚风发话 所有恶鬼急忙鼓掌 啪啪啪 风哥直说 楚风郑重地点了点头 首先 这次我们拿下了招合 有了那么好的资源 我们就得好好利用起来 争取让我们的工厂冲出亚洲 走向世界 作为咱们纺织厂的老员工 我自然不会亏待大家 从今天起 你们就从之前的工人 一跃进身为监工了 此话一出 众鬼先是一愣 随即忍不住大哭了起来 时隔数月 我特么终于熬出头了 你们 你们知道 我这几个月 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监工 监工 嘻嘻嘻哈哈哈哈 我终于可以压迫别人了 我终于可以体会到 风哥的快乐了 颤抖吧 昭和王林们 风哥万岁 风哥牛批 看着众鬼流下感动的泪水 楚风也甚是欣慰 可就在这时 一个不和谐的声音 又传了出来 风哥 既然咱都当升职了 那工资的事 此话一出 全场顿时安静了下来 而说话的胖龙 却有些不明所以 这 我说错什么了吗 不等楚风说话 一群恶鬼就扑上去 将他按倒在地 蠢犊子 我特么连续加了 一千多个小时的班 你几时见我拿过 一分钱的工资 大家进场打工 难道不是为了理想吗 你居然跟厂长提工资 你下界 胖龙同志 你的思想滑坡的弧度 有点大 阿爸 阿爸 胖龙长红了脸 拼命挣扎道 不是 我特么问下 工资就下践了 我就想重新买一辆 鬼火摩托车 你们不能磨灭一个男人 对鬼火摩托车的向往 再说了 天地良心 那是风哥欠我的呀 一听这话 众鬼更是死死捂住了他 快闭嘴吧 好不容从奴隶 变成奴隶主了 你怎么还不知足啊 别惹厂长不高兴 还得让你继续缝鞋店 就是风哥让你吃太饱了 竟然还有梦想 有一说一 好像风哥也没让我们 吃过一口饭啊 这 放屁 就算不吃饭 风哥可曾让你们心里 和肉体上空虚过 那心灵鸡汤 不特么玩命式的惯 不是 风哥 我都编不下去了 要不还是您来吧 文言 众鬼都一脸复杂地 看向楚风 楚风的脸 都要他到地上了 星号 诸位 这段时间的怨念 都挺重啊 见状 众鬼皆是 倒吸一口凉气 那什么 没有的事啊 厂长 我这保安当得可舒坦了 哎 你们猜怎么着 风哥这气场一出 我就感觉浑身都是劲儿 别拦我 今天要是布置他 百八十条毛衣出来 我都没脸说 我是跟风哥混的 其实说出来 你们可能不信 和鬼火 摩托车比起来 我最大的梦想 还是风鞋垫 风哥 我跟你说 刚才叫得最欢的 就是黄德亨 平时也没少听他在背后 讲您闲话 对 这一波我也选老黄 正在打短的黄德亨 朦胧地睁开眼 见所有鬼 都在看着自己时 不由有些蒙 厂长 虽然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 但我肯定是冤枉的 见状 楚风都不由摇了摇头 别闹了 没有追究你们的意思 我只想说 各位 辛苦了 看着楚风 那郑重骑士的模样 一百多个鬼 全部愣在了原地 疯了 傻了 这是换演员 还是换套路了 你们看 他笑了 他开心地笑了 救命啊 我好怕呀 阿爸阿爸阿爸 见重鬼 都像是卡壳了一样 楚风的脸色 再次变得阴沉起来 你们特么的 倒是给点反应啊 老子还不能 对你们好了是吧 重鬼皆是被吓了一颤 一个个挤出笔枯 还丑得笑容 啪啪啪啪 在保住肖色皮鬼命之后 楚风的心态 也发生了改变 及时行乐 不再为别人而活 安安心心 当一个土地主 现在我宣布 除了黄德亨 陈龙 肖色皮外 其余鬼都提拔为 分公司的经理 美人 不 每一个鬼 分配五个城市 在我布置好纺织场后 交由你们自行管理 员工 自己去抓 城市 自己重建 给你们三天的时间 我要看到 招和没有流浪鬼 保证每一个鬼都有活干 让他们充实起来 不要虚度光阴 一定要把这块土地 建设得比之前还要好 说完 又看向陈龙和老黄 一脸严肃道 陈龙 你以后就是保安队队长 队员同样是你自己去抓 没事就给我到处逛 有他们解决不了的恶性事件 都需要你负责镇压 当然 遇到不务正业的经理 你也可以直接先斩后奏 老黄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的行政助理 如今咱们场规模 已不同往日 要是有外来者 你就负责接待 诸位 能不能做到 众鬼一听 皆是亢奋的不行 能 风哥牛批 我爱你 一个人管理五个城市 咱们这经理的含金量 实在太高了 以后 咱们人人皆是省级干部 这特么想想就刺激啊 看他们皆是 斗志昂扬的模样 楚风不由欣慰地点了点头 别看昭和 这破地方不大 但城市多得紧 厂里161个恶鬼 除了特殊指定的三个鬼 和自己所在的樱花城外 刚好一个鬼 管理五个城市 全部分发出去 也会省很多事 至于老黄和陈龙的职位 也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黄德亨虽然经常遭大火恨 但是不得不说 这老头是这些鬼里面 对人类恶意最低 也是最为理智的一个 关键时刻 还能跟着唱一下红脸 陈龙的话 目前实力是 楚风之下最强的鬼 而且性格刚直 有他去各地巡查 同样省心 至于萧瑟皮 萧瑟皮明显也感觉到了 楚风的目光 抬起头 把玩着自己的眼珠子 阿爸阿爸 楚风默默地叹了口气 算了 活着就行 相比重鬼 真子却是一声不吭 默默低着头 显得和周围的 唉 楚风显然注意到了这一幕 阿珍 你为何闷闷不乐 真子捋了捋头发 默默点上了一支烟 似乎 厂长 之前咱们场就一百多号鬼 我头发 都有些供不应求了 这招和上一个鬼 您真准备把我嚎吐吗 见状 楚风顿时板起了脸 你 真子摆了摆手 我们都知道你只做无本买卖 但是全部指望我 压力真的很大 呼 算了 是我扫兴了 我尽力吧 能顶多久 算多久 楚风深深吸了口气 信号 我是想问你 这烟哪来的 又是谁 让你抽的 真子像是触电一般 手指一颤 急忙把烟蒂踩灭 那什么 之前团建的时候 林元购顺便买了两包 刚才有杆发 忍不住就点上了 厂长 我早上看过黄历 今天不适合见险 大喜的日子 您肯定不会打我的 对吧 下话线 不等楚风说话 黄德亨便急忙站了出来 风哥 其实有一说一 咱们没必要 非要全部搞仿制业啊 楚风没烧一条 开始你的表演 黄德亨咧嘴一笑 咱们就让那些招和恶鬼 继续干之前的活就行了 招和本就是全球第三的经济强国 只要咱们接着做就行了 让他们一直干活 节约成本不说 效率也会提高至少三倍 不出三年 咱们就可以赶超漂亮国 成为最强经济体 楚风眉头微皱 黄德亨说的 也是他之前所想的 但是自己其他业务又不熟 就怕这些招和恶鬼 有逆反心理 不好好干活 一个恶鬼管理五个城市 肯定是管理不过来的 想到这些家伙还能偷懒 这就让楚风感觉很亏 黄德亨仿佛一眼 就看出了楚风的心思 直接从背后 拿出一张世界地图 厂长请看 这是我整理出来 招和各个产业的划分 和进出口关系 具体的 可以让各位经理们 任职后细查 并做出每日的账单 咱们只要在原收益基础上 乘以三倍 就是应该有的收益 若是收益落差大了 那肯定就是这个区域出了问题 到时候 直接追究分布经理的责任就可以了 看着黄德亨那一脸骄傲的表情 再看看他身后那些 咬牙切齿的恶鬼 楚风都不由为他担心 之前一直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会恨你 现在我算是明白了 好 很好 以后你就是 我最忠诚的狗腿子 黄德亨笑容一将 见众鬼皆是一副要杀人的模样时 不由疑惑到 大家都是跟风哥混的 大家尽职尽责 才能做大做强 多辛苦一点 不是应该的吗 看着他那疑惑的小表情 众鬼差点就感动了 当场哭出来 卧槽 真要是按这个事情起来 咱们的工作量 比现在只多不少啊 防住了风哥 却没防住这糟老头 大家都是打工仔 何苦啊 风哥 我死得早 字都认不得几个 显然不适合当管理 要不还是让我缝鞋店吧 在众鬼的一片哀嚎中 任命一事完美收工 所有恶鬼 也含泪选定了 自己负责的城市 只待散会 他们就要赶往自己的属地 开启新的旅程 看着众鬼一脸 生无可恋的模样 楚风不由欣慰地点了点头 可拿起选敌的单子一看 眉头不自觉皱了起来 怎么还剩五个城市没人选 是少人吗 文言 马大师急忙站了出来 笑道 厂长 虚狗说他实力太弱 还在外面想办法提升来着 没事 今天的事 我会完全转告他的 楚风深深看了他一眼 随后就摇了摇头 也好 之前SS级的恶鬼 现在就只有他 还在原地踏步了 就这样吧 散会 陈龙留下来一下 文言 众鬼皆是急忙退了出去 纷纷赶往自己的属地招工去了 陈龙老老实实地站在楚风边上 身形笔直 表情严肃 只有在面对楚风的时候 他才会不自觉收起自己那份傲然 风哥 还有什么安排吗 楚风点了点头 虚狗呢 陈龙跟个柱子一样 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 不知道 但马大师不是说他 楚风看了他一眼 似笑非笑道 那个老油条眼技不错 但是用在我面前 显然有些不够看 故作淡定 却又略显刻意 眼神还有些躲闪 连他都骗不了我 你还想试试 陈龙眉头微微一皱 却依旧肃然道 我不会骗人 我真不知道 楚风深深地看着他的眼睛 无语道 你还真是不会骗人 说谎的时候都不敢看我眼睛 陈龙不自觉咽了下口水 索性低下了头 看着地板 风哥 我们不是故意 瞒你的 但是 楚风摆了摆手道 别但是 我只想知道 虚狗去哪了 陈龙再次坚决地摇了摇头 那我不知道 楚风眼睛都眯了起来 陈老五 变成真龙了 就翅膀硬了 还是说我对你太好了 让你迷失自我了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你手掰断 让你继续采风韧鸡去 陈龙还是板着脸 眼神里没有一丝畏惧 依依 我命都是风哥给的 风哥说了算 Sigma 肚肚 啊 话音未落 鬼哭神嚎 直接砸了下来 这顿毒打 一直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期间 楚风是越打越起劲 但陈龙就是死不开口 眼看就要闹出龙命了 黄德亨也终于忍不住劝道 厂长 差不多就行了吧 陈龙不说 可能也有他的苦衷 反正无论如何 他也不可能做危害工厂的事的 此时的陈龙脸 都要肿成害猪的模样了 但依旧嘴唇吓撇 一副誓死如归的模样 楚风越看越气 咬牙道 滚 干你的活却 好的风哥 陈龙一把抹掉鼻血 点了点头 淡定地转身离去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楚风更是没好气地骂道 长本事了 长本事了 黄德亨面色复杂道 厂长别生气了 陈龙性格就这样 要不咱们把马大师拉来问一下 楚风瞥了他一眼 没好气道 你就积点口德吧 好歹也是干行政的了 还是想一下 怎么团结一下大家的关系 马德 我都怕哪天他们 趁我不注意 把你给弄死了 圆滑点知道吗 几十岁的人了 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吗 说完 楚风便骂骂咧咧地 回到了自己的小单间 黄德亨愣在原地 挠了挠头 又看像坐在地上 腕掩朱子的萧瑟皮 不是 我有错吗 陈龙不说 那只有问马大师啊 你说对不对 萧瑟皮抬起头 阿爸阿爸 工厂外 陈龙踩走门 就被马大师和四蛇 拉进了小胡同里 哎哟 咋就被打成这样了 这也太狠了 对了 你没说出去吧 陈龙一脸厌烦地看着凉鬼 没事 但风哥知道我们在骗他 听好了 下次有这种事别再叫我了 马大师和四蛇面面相去 最终还是无奈叹了口气 要不是 怕风哥再次暴走 我们哪敢瞒着他吗 而且 当时你也赞成的呀 但让狗子独自拿着信回华夏 我总感觉有些不踏实 上京 此时正值下午 可天气却突然转阴 逗大的雨点落下 惊得外面行人们四散离去 不过片刻功夫 整条街道就冷清了下来 仔细看去 街道角落的垃圾站旁 还蜷缩着一个身材瘦弱的男人 头戴破草帽 身上衣物早就脏得看不出本来的颜色 看上去邋遢的步行 看似是在借着垃圾站的防颜躲雨 可是雨水从他身下流过 却是一点也不避让 时不时吸了布满黑斑的鼻子 眼睛却死死盯着街角秦家老宅的大门 虚狗 本应在自己的属地上抓苦力的他 却是独自来到了上京 如今的他 吞噬了几个隐物识人众的尸体之后 实力已经突破到了SSS级 但是想到眼下要做的事 心中依旧忐忑 因为这次他要做的 是独自扳倒四大家族中的秦家 之前在一号的尸体上 他得到了一封信件 而让众鬼都没有想到的是 寄贱人竟是秦家的家主 秦怀义 谁也没想到 站在华夏全力金字塔尖之一的秦怀义 竟然会和昭和之间有勾结 在信件中 两人竟然在共同秘密研究一项 骇人听闻的研究 取名造神计划 使用细胞移植的技术 将超凡觉醒者的细胞移植 在普通觉醒者身上 从而获取神力 据信件中的内容所示 造神计划实验室就开设在樱花城 由一号负责技术研发和实验 而秦怀义提供实验对象 也就是人 秦怀义利用自己的权利 不断将华夏普通觉醒者 当作小白鼠秘密送往昭和 这项实验死亡率极高 普通觉醒者体内 根本无法承受神力 所以死亡率极高 仅仅两个星期的时间 第一批送出800个觉醒者 经过第一次实验 就只活下来三个 对此 秦怀义还在信中表示 人数不是问题 要求一号安心做实验就行 后面还会有 源源不断的华夏觉醒者 送往樱花城 如今 这项造神计划 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而他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将不同超凡觉醒者的细胞 结合在一起 以科学的力量 创造出更强大的神 在看到信件上的内容时 几个恶鬼都是愤愤不已 但同时也一致觉 定 这是绝对不能让楚风知道 因为现在的楚风太强了 一场怒火 直接烧尽了整个昭和 根本无人能挡 若是楚风在华夏的土地上 再次开启了暴走模式 那后果必然不堪设想 虚狗是鬼 他根本不在乎 会死多少人 但是他知道 楚风在乎 那家伙确实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恶棍 但是心中的责任感 却不输任何人 甚至在面对很多事物时 都会对其抱有美好的幻想 但事实 思来想去 虚狗还是决定 知身回到华夏 秘密处理掉秦怀义这个毒瘤 也算替楚风 守住心中这份美好 知呀 就在虚狗沉思之余 只见秦家老宅的大门已经打开 两个戴着墨镜的保镖 替秦怀义打着雨伞 一路将其护送上了车 听着车辆的引擎声响起 虚狗嘴角也不自觉上扬 故作牵强地站起身 缓缓向路中央走去 回到车上 秦怀义始终眉头紧锁 如今 楚风突变昭和的消息 已经震惊了世界 同时也引起公愤 就在刚才 秦怀义为了此事 又和几个大国的领导者通过话 虽然尽力撇清楚风 和华夏之间的关系 但是他们就只认定了一点 楚风来自华夏 这次的血洗事件 华夏必须给出一个交代 然而让秦怀义更为头疼的 是一号始终没有回信 如今造神计划 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若是在这时候断掉 那之前的一切努力 都将白费 而且 实验基地还在昭和 若是被楚风查出 那又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见其愁眉不展的模样 司机便皱眉问道 堂哥 是那恶棍 又给你添麻烦了吧 不等秦怀义说话 副驾的保镖也沉声道 何止是添麻烦 那家伙做事 完全就不考虑后果 现在好了 他倒是在昭和快活了 烂摊子还得丢给我们 秦怀义眼中闪过一抹不悦 沉声道 不该问的别问 安心开车 说完 他就闭上了眼睛 可就在这时 却突然感觉到 一抹刺骨的寒意莫名而来 急忙睁眼 却见天色竟突然暗了下来 一个戴着草帽 乞丐一样打扮的人 就站在车前三米开外的路中央 可是司机却像是没看见一般 直冲冲地就迎了上去 秦怀义心头顿时一惊 侧头一看 只见前排的司机和保镖 皆是目光呆滞地看着前方 鬼打墙 眼看车辆即将撞在那乞丐身上 却见乞丐突然抬起头 露出一个争鸣的笑容 只见他体内爆发出大量鬼气的同时 身体不断肿大 直接撑爆了身上的衣物 眨眼间就到了一丈左右的高度 在达到SSS级之后 虚狗已经变成了狗头人身的模样 身材高大 却又鲜瘦 肌肉如同线条一般 包裹在骨骼上 双眼冒着悠悠鬼火 周身飘渺着黑色的鬼气 眼看轿车即将撞上虚狗 却见他突然将一条腿抬起 随即猛地踏下 狠狠地踩在轿车的引擎盖上 轿车瞬间失重 旋转着腾至半空 虚狗眼中凶光一闪 挥手便砸在车身 直接将其横扫出十多米远 砰的一声砸在远处的围墙上 怀疑 你没事吧 嘶 该死的 怎么会突然出现一个高阶恶鬼 轿车已经严重变形 司机和保镖急忙将秦怀义扶了出来 看见虚狗后 皆是倒吸一口凉气 比较下来 秦怀义的反应倒是淡定得多 看了一眼报废的汽车 又看了看虚狗 狗 若是我记得没错 你好像是楚风饲养的恶鬼吧 为什么不让他亲自来找我 虚狗轻蔑地瞥了他一眼 不屑道 杀你这样的渣子 只会脏了风哥的手 这种脏活累活 只有我们这些当小弟的来干了 保镖和司机 皆是一脸凝重地 挡在秦怀义身前 怀疑 我们会想办法拖住他 你快走 秦怀义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逃不了的 这家伙已经用鬼气封锁了这条街 我们现在能做的 只有拖住他 等待支援 保镖和司机皆是心头一紧 急忙回头看了一眼 果不其然 整条街道都被鬼气封锁 漆黑一片 看向远方 只有看不到头的黑暗 那就只能上了 狗头畜上 拿命来 话音刚落 只见保镖体表 顿时爆发出大量的寒气 冰牢 只见他抬手 对着虚狗凌空一抓 四道冰墓 顿时破土而出 直接将虚狗困在冰牢之中 一击得手 保镖手中便凝固出一把 两米长的寒冰长枪 凌空跃起 照着虚狗的脑袋 就插了下去 可就在这时 却见虚狗咧嘴一笑 随即猛吸一口气 张口便喷出一条浓郁的鬼气射线 砰 鬼气瞬间撕破冰墓 保镖一个躲闪不及 看得风筝一般砸在院墙之上 呃 保镖倒地之后 本想继续起身 可是被鬼气见到之后 身上竟然起绿色鬼火 顿时烧得他皮开肉绽 倒地疯狂打滚 虚狗轻蔑地瞥了他一眼 细写道 不知死活的东西 一个SS级觉醒者 就敢对我出手 见状 司机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本想上前帮保镖 把身上的鬼火扑灭 可是那SSS的鬼火 让他完全束手无策 不行了 堂哥 以我们的能力 完全无法扑灭这鬼火 现在只有我先拦住他 你 堂哥 司机焦急地看向秦怀翼 却见秦怀翼 只是淡淡地瞥了他和保镖一眼 随即便皱眉看向虚狗 眼神中尽是失望 真就只是个普通的SSS级恶鬼吗 都没有一点神力 虚狗眉头微微一皱 看向秦怀翼的眼神 也变得有些疑惑 在回华夏之前 他就已经查过秦怀翼的资料 无非就是一个SS级火系觉醒者罢了 可是在面对SSS级自己时 他的眼中却没有一丝恐惧 一边的司机却是急得不行 急忙挡在秦怀翼身前 冲虚狗呵斥道 你知道我身后的是什么人吗 识相的话你最好赶紧离去 若是继续下去 引发的后果你根本承担不起 楚风也承担不起 不等司机说完 虚狗便戏谑一笑 承担不起 小子 之前有个叫秋田淳一郎的 也对风哥说过这话 但是结果吗 嘿嘿嘿 司机微微一愣 想到昭和的命运 心头更是担忧 不等他说话 又听虚狗喃喃道 至于你身后的家伙 秦怀翼 在秦老太死后 他就成为整个华夏 最具权势的四个人之一 主要负责华夏外交和内政 但是没想到 都有了这般身份 竟然会和招和人勾结在一起 为了所谓的狗屁造神计划 竟把无数同胞送外招 和给人当做小白鼠做实验 秦怀翼 你告诉我 你对得起你这个姓氏吗 对得起百姓们对你的信任吗 司机起初还感觉有了些许底气 可是听到后面 在说什么吗 真是说话不带一点脑子 以我堂哥的身份 怎么可能会和招和人勾结 虚狗故作诧异地 看向秦怀翼 细些道 是啊 我也想知道啊 为什么会去勾结呢 秦怀翼 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呀 就连你的司机都不知道 你做的那些龌龊事 司机在故意找话题 只为稳住虚狗 等待支援 对于他的话 完全就当做是放屁 可是当他看向秦怀翼 那一脸淡然的模样时 心中反而有些没底了 他是秦怀翼的亲堂弟 两人从小就一起长大 所以他十分了解秦怀翼 秦怀翼脾气暴躁 若是换作往常 在遭受污蔑之后 他必定会大发雷霆 可是现在的他 却是十分淡定 不喜不怒 这突然而来的改变 让司机都觉得陌生 堂哥 秦怀翼 却是坦然点了点头 嗯 他说的都是真的 司机顿时瞪大了眼睛 什么 堂哥 你在开玩笑对不对 秦怀翼眉头微微皱起 这种事我怎么会拿得开玩笑 司机不可置信地摇着头 不可能的 你不是那样的人 你之前为了国事 没日没夜地操劳 这些我都看在眼里的 怎么能会 秦怀翼深深地看着 彷徨的司机笑道 不用怀疑 我就是这样的人 司机完全愣在了原地 但又很快回过神来 不是 那你这样做 是为了什么 秦怀翼仰起头 嘴角微微上扬 自由 那种随心所欲的自由 从出生在秦家那一天起 我就注定被各种条条框框束缚 所有言行都会被人看在眼里 稍有不慎就会遭到指责 我真的很讨厌这种恶心的感觉 原本以为老太婆死了 就不会有人再约束我了 结果其他三大家又开始盯着我了 在我感觉能够一家 抵抗他们三家时 又蹦出了处风 我要打破这些束缚 就得获得强大的力量 强大到谁也无法抵抗的力量 因为只有那样 我才能得到自由 看着秦怀翼逐渐扭曲的脸 司机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 你 堂哥 你不能这样 你可是秦家的代表 你身后可是整个华下 你不能那么自私啊 七 秦怀翼不屑吃笑一声 随即又一脸失望地看向司机 都告诉你缘由了 你们怎么都不理解我呢 老太婆是这样 你也这样 算了 你不会懂的 司机仍旧不死心 本想继续劝阻秦怀翼 却见他突然抬起一根手指 点在了他眉心 还说什么一起长大的兄弟 这样的兄弟 要了干嘛 司机微微一愣 可是下一刻却突然瞪大了眼睛 仗红了脸 双手捂住脖子 蜷缩倒在了地上 呃 呃 哄 不等他话音落下 口中便溢出阵阵浓烟 细细看去 他的皮肤之下 竟是泛起火光 眨眼就把司机烧成了胶灰 秦怀翼也松了口气 侧头看向虚狗 笑道 这些话在我心里埋了四十多年 说出来之后舒服多了 感谢你提供这样封闭的环境 不然还真的无处宣泄 但这样的情况下 我也不可能会放你离开 抱歉了 看下我在实验中取得的成果 红莲夜火 话音刚落 只见一团暗红色的火焰 从司机体内一出 直接向四周快速蔓延开 火势并不大 但是温度却远超寻常的火焰 所过之处 所有的物体都在无声中化为灰烬 四周鬼气更是像遇到了天敌一般 瞬间消散 虚狗顿时感觉到 一抹前所未有的危机 而就在这时 那诡异的火焰 已至身前 红莲夜火掠过 万物皆化为尘埃 火焰的形状 更是如同一朵朵红色莲花绽放 急速蔓延 虚狗自然能清晰地感觉到 这火焰中蕴含的毁灭力量 但还是选择了咬牙迎了上 给爷开 大手一挥 扬起大量漆黑的鬼气 竟是准备用鬼气 强行压低红莲夜火 从而找到近身攻击情怀意的机会 然而下一刻 诡异的一幕再次出现 只见阴寒的鬼气 在与火焰接触的一瞬间 竟然像是往里面泼了一桶汽油一般 火势非但没有衰减 反而更加猛烈 直接化为一片火海 虚狗一个躲闪不及 瞬间就被熊熊烈火覆盖 啊 该死的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看着暗红色火光中挣扎的虚狗 秦怀意嘴角不自觉上扬 一脸淡然道 红莲夜火 欲物则化 乃是一切邪恶的克星 别说是这点鬼气了 就算是极寒的冰 也会变成火种燃烧 嗯 话音未落 秦怀意眼前竟凭空出现 一道墨绿色的光门 呃 圆 圆啊 光门内部鬼气飘渺 一声声淒厉的嘶吼传出的同时 一只只鬼爪也从中探出 静止向秦怀意抓去 鬼手已至眼前 可秦怀意却是动也没动一下 眼中净是轻蔑 直接开启鬼玉 上来就准备拼命吗 可惜还是太弱了 果不其然 在鬼玉的出现的一瞬间 红莲夜火便照了上去 门中伸出的一只只鬼爪 顿时就像是干柴一般开始燃烧 拼死回撤的同时 也将红莲夜火引进了鬼玉之中 啊 火 火 呃 哦 一时间 鬼玉之中的嘶吼 全部变成了哀嚎 而墨绿色的鬼玉之门 眨眼间就变得通红 边框不断颤动 似乎马上就要崩塌一般 见状 秦怀意更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现在的你应该知道我们 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选手了 按理来说 你应该自己破开这个幻景 仓皇逃走才对 可你竟然还会开启鬼玉 选择跟我拼命 真是愚蠢至极 秦怀意话音刚落 就见鬼玉之门直接破碎 可就在这时 一个巨大身躯 也冲出了火海 出现在了他的身前 从中冲出的一只大手 一把就抓住了他的脑袋 此时的虚狗 全身被红莲夜火包裹 看上去就像是一尊火巨人 现在的他状态极差 全身皮肤均裂倒卷 血肉和鬼气 都会烧出滋滋滋的声音 漆黑的血液 如同岩浆一般滴滴掉落 其中痛苦 常人根本无法想象 可即便如此 他嘴角还是带着一抹得意的笑容 鬼玉是每个SS级以上的 恶鬼的半生地 同时也是他们汇聚鬼气的储藏间 对他们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 在知道和对方的差距后 虚狗只能破釜沉舟 开启鬼玉 遮挡情怀意的视线 鬼玉破碎的同时 他也成功得手 吃吃吃 空有强大的异能又如何 只要想办法解决了你 那这些火焰也会随之消散 今天你必死无疑 话音刚落 虚狗便准备 直接将情怀意的脑袋捏碎 然而奇怪的是 原本应该像是西瓜一样 爆开的脑袋 竟然是像是一个钢球一般 无论它怎么用力 也不能捏动它分毫 你 就在虚狗错愕之际 只见情怀意 轻轻抬起了一只手 轻轻按在了虚狗的手腕处 粗壮的骨骼瞬间碎裂 咔 啊 虚狗发出一声痛呼 急忙将手收回 再次看向情怀意时 眼中只剩惊愕 此时的情怀意 完全已经判若两人 浑身肌肉暴涨的同时 身上还布满了黑色的鳞片 食指皆是长出锋利的指甲 脸上的笑容更是扭曲 更为诡异的是 这家伙的眼睛 竟然跟楚风一样 漆黑无光 就在虚狗分神之际 情怀意一脚就踹在了他的胸口上 虚狗巨大的身子 如同流星一般 飞出十多米远 又在地上滚出一大截 再停了下来 情怀意一脸凝笑 缓缓向着虚狗走去 显然 你又低估了我肉身的强动 虚狗强忍着灼烧再次站起 胸前竟是凹进去一个大窟窿 咬牙切齿地看着情怀意 怒吃到该死的东西 你 你竟然盗取了风哥和老五的细胞 情怀意咧嘴一笑 漆黑的眼中 净是戏血 我很早就关注楚风了 所以早早就在暗中 收集了他的血液 盗取 不不不 与其说是我盗取 还不如说 这份力量本就该属于我 在这样强大的力量之下 楚风都会发疯发狂 但是我 却能保持清醒 这就足以说明 我比他更强了 不是吗 哈哈哈哈 看着情怀意那癫狂的笑容 虚狗不自觉倒吸一口凉气 急忙散掉了幻境 转身变逃 现在的他 只想活着离开 将这个惊人的消息 带给楚风 看见幻境解除那一刻 情怀意眉头不自觉一皱 周身灵力涌动 迅速变成了他本来的模样 他没想到 这狗头恶鬼竟然这么顽强 被红莲叶火烧了那么久 又遭了自己全力一击 竟然还没死 好在这恶鬼 现在正好四下无人 只要再补上一击 便足以让他魂飞魄散 想到这里 情怀意眼中 顿时闪过一抹凶光 急忙向前冲去 虚狗现在已经走到了强弩之末 虽然没了红莲叶火的灼烧 但是他体内的鬼气 也已经在之前的战斗中枯竭 身形亮枪地向前奔跑 意识也逐渐模糊 被追上已是迟早的事 见状 情怀意脸上更是得意 两者之间的距离 也不足两米 给我死 情怀意双手凝聚出火焰 照着虚狗的背心 就是一掌拍出 虚狗眼中近视不甘 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背后传来的灼热温度 可现在的他 已经虚弱至极 根本无法躲闪 他怕死 但是相比死亡 他更怕这家伙 真的成为威胁到楚风的存在 因为在潜意识之中 虚狗已经认定 这世上只有楚风 才能给所有的人 和鬼一个理想的未来 他不愿那样的美好 被提前终结 该死的 老子真的好不甘心 然而 就在虚狗绝望之际 一声不属于情怀意的力喝 却突然从侧面传来 聂畜 给也死 虚狗错愕地错过头 只见一个全身 被白光包裹的家伙 突然出现在他的边上 抬起一脚 正中他的脑门 你骂 骂完 虚狗整个飞出 一头撞碎了边上的围墙 现在碎石之中 没了动静 情怀意同样一阵错愕 看到来者后 眉心不自觉皱起 只见白光散去 薛红帅气的身姿 已然挡在了情怀意的身前 顺着头皮 摸了一把自己蹭亮的脑袋 看着废墟中的虚狗 呵斥道 愚蠢的东西 有本少在的上经 岂是你能乱来的地方 说完 薛红又回头看向情怀意 咧嘴笑道 情叔 晚辈救驾来迟 还请不要见怪 那什么 您没被这脏东西伤到吧 情怀意脸色一改 口吻也和蔼了不少 还好 在我堂弟和保镖以死保护下 我还算是有惊无险 但可惜的是他俩 却是没能活下来 薛红眉梢一条 这 有惊无险 不是 刚才我好像看见 是您在追着这个 恶鬼打来着 这家伙好像是 SSS级恶鬼啊 情怀意摇头苦笑道 他俩拼死把他打成重伤 不然我怎么会有机会 对了 小红 你怎么会在这里 薛红咧了咧嘴 瞧您这话说的 身为薛家长子 我自然得心系上京啊 感应到鬼气波动后 就直接过来了 情怀意点了点头 一脸肃然道 嗯 现在已经没事了 你快回吧 这家伙之前一直蹲守在我家老宅外 显然是早有预谋的 如今又杀了我们秦家两个亲信 我先把他带回去审讯了 说完 情怀意就直接饶过薛红 向虚狗走去 可是没走两步 这小光头 竟然再次挡在了他的身前 你又要干嘛 薛红咧嘴笑道 秦说 这就是您不厚道了 这鬼可是我抓到的 应该带回薛家审讯才合理 而且 SSS及恶鬼突然出现在上京 这已经不是私事了 我怀疑这东西 肯定有更大的阴谋 秦叔放心 等我有了结果 绝对第一时间通知您 秦怀意深深看了薛红一眼 意味深长道 小红 咱们两家是市交 从小到大 你从来不会顶撞叔叔的 为何这次 薛红依旧笑道 嗨 这不是我爷爷 让我多捞点功训 以后好继承他的位置吗 这不正是个好机会 秦叔 秦怀意脸色的笑容逐渐褪去 目光逐渐凛冽 别的事我可以惯着你 但此事不行 这个恶鬼 我必须带走 薛红摇了摇头道 秦叔 您这就是在为难我了 这个鬼 我也必须带走 秦怀意眼角微微眯起 小红 你真要跟我对着干 你要想好 我可是秦家家主 薛红却是面不改色的笑道 哪敢和您对着干啊 公事公办罢了 而且看您说的 只要我家老头子走了 我不也是薛家家主了吗 到时候咱就同级了 秦怀意深深地看了薛红一眼 声音低沉了不少 即便你带上整个薛家 这事也不能依你 即便公事公办 也轮不到你带他走 你们薛家只负责军事 可别越见 薛红眉头不自觉皱起 正准备反驳 却听另一个低沉的声音传来 那看来只有我带他走了 秦怀意和薛红同时侧头看去 只见不知何时 叶渊已经站在了废墟边上 见状 薛红也总算松了口气 这事算是稳了 叶渊站在废墟之上 一手搭在腰间的剑柄上 一只袖子空空荡荡 胡子拉叉 眼窝有些凹陷 眼神也没了之前的凛冽 取而代之的是懒散和淡然 看上去就像个落魄的剑客 国内暴动和鬼祸 都有我叶家处理 我带他走 持则所在 秦怀意眉头不自觉紧皱 这虚狗知道了他最大的秘密 若是放他离开 将来肯定要引起巨大的麻烦 但这事也确实是归叶家处理 罢了 只能以后再想办法了 这东西 杀了我秦家的两个高手 强大且狡猾 你可得严家看管 审讯结果出来之后 记得通知我一声 说完 秦怀意便转身离开 见状 薛红笑着 就走到了叶渊的身边 渊哥 多亏你跑了这一趟 不然这家伙 估计真得折在这里 那你先忙 我就先回去了 叶渊眉头微微皱起 眼神中略带诧异 我还以为你 准备跟我要这个鬼 薛红咧嘴一笑 我又不是负责这一块的 真要带走了 也保不住他几天 还得遭人口舌 比较起来 他在你那里 倒是安全得多 叶渊不可置信地 看着薛红 仿佛就在自己 消沉的这段时间内 这顽固倒是成长了不少 楚风那家伙 撕了我一条手臂 你觉得我还会 关照他的手下 薛红摆了摆手 多大的人了 就别孩子气了 说句不好听的 你也知道 他当时完全可以杀了你的 留着你的命 说不准就是为了 让你欠他一个人情 现在好了 和他两亲的机会 不就来了吗 渊哥 我也希望你能 从失败中清醒过来 打败你的人是楚风 一点都不丢人 我之前去临江的时候 比你还惨 听兄弟一句劝 打不过就加入 跟风歌混 稳得很 叶渊自然知道 他说的都是真的 但就是感觉刺耳 你好歹也是国之注石 说这样的话恰当吗 你要是真的那么想跟他混 不如直接去招合找他 咋的 还好面子啊 薛红不屑一笑 随即自嘲地 指着自己光溜溜的脑袋 我之前也是个体面人 现在不也成这样了吗 不过 我感觉 这也挺爽的 我也想去招合 想去靖国神策撒抛尿 想跟着去炸富士山 但是我觉得 我还有更大的责任在身 我们身处的环境 太过浑浊了 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它变得清澈 到时候再把楚风接回来 还它一片晴朗的天 出于泥而不染 浊青莲而不妖 想想那莲花 竟然是一个恶棍 还真是讽刺 说完 薛红摆了白手 转身变化为棱光离去 看着他离去的方向 夜渊不由有些出神 在他的印象中 之前的薛红就是一个只会装笔的棒锤 没想到 仅仅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 这家伙变化竟然那么大 浑身上下 仿佛充满了精气神不说 脑子也开窍了 难道这就是那恶棍的魅力吗 哼 算了 这种傻子都还在进步 我又有什么理由颓废呢 话音落下之际 夜渊眼中的颓色一扫而光 再次变回了之前凛冽的眼神 凝着虚狗 转身离开 画面一转 回到昭和 北海道札幌室分布 单架上的胖龙紧紧握住楚风的手 泪眼婆娑道 风哥 你要是再晚来一天 都可能见不到我了 此时的胖龙目光涣散 整个脑袋肿得跟个猪头一样 腿被打瘸了 腰也被打折了 说两句话就开始咳血 已然惨得不能再惨 楚风恨铁不成钢地看了他一眼 很想骂他两句 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口 在拟定了重塑文明的计划后 他也是一刻也没闲下来 四处奔走 建设工厂 按照计划 一个星期的时间 应该在所有城市建设完工厂 让这个巨大的产业链运转起来 可实际操作起来 却困难重重 主要原因是 不少招和人变成恶鬼后 反倒是硬气起来了 各个经理到达自己的属地后 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抵抗 像胖龙这样 被打得亲妈都不认识的 已经不是第一个了 原以为自己的员工 吞噬了那么多精血之后 实力绝对可以碾压招和这些恶鬼 但是楚风还是忽略了一个问题 就是招和原有的恶鬼 那些恶鬼实力本就不低 在楚风杀戮之时 他们就躲在暗中吞噬血肉 实力大涨 楚风离开之后 他们就聚集了大量星鬼 大有战山为王的意思 对此 陈龙也是抓着一个就吃一个 但奈何招和恶鬼技术太大 套他自己根本忙不过来 想到这里 楚风眼角就瞇了起来 居然在我的地盘闹事 这是完全不给我 楚某人一点面子啊 对了 你说打你那个恶鬼 叫什么名字来着 一听这话 胖龙嘴角突然就来了精神 急忙撑起身体 但表情却略显诡异 一脸追忆 嘴角不自觉上扬 竟是在笑 那些恶鬼都叫他八尺大人 怎 怎么说呢 他就是一个 很大 很耐似的女鬼 札幌室成交的一座别墅内 十多个恶鬼 一脸担忧地仰视着 一个身着白色洋服 头戴白色礼帽的贵妇 诉说着各自的苦衷 夫人 您听说了吗 那光头恶棍 已经抵达札幌室 一见那胖子被打 顿时震怒 恐怕会对我们出手啊 之前就被他杀过一次 现在我一想到 那华夏人就头疼 八尺大人 您可是我们 复兴昭和的最后希望了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当时就该杀了那家伙 然后找个地方躲起来的 那光头恶棍虽然强大 但他要管理那么大的地盘 肯定也无暇顾忌我们 八尺大人身高八尺 秀丽端庄 身材风盈 即便坐在皮质沙发上 也比周围的恶鬼们 要高出一大截 吸了口细肠的雪茄 轻轻吐出 当那烟雾从红唇中一出时 看得周围恶鬼们 都直咽口水 他的长相只能算是上游 但是没有到 打几那样霍国殃民的程度 可是他身上 却有一种 与生俱来的高雅气质 举手投足间 皆显贵气 听了众人的话后 八尺大人眼中 不由出现一抹讥讽 轻轻抖掉了烟灰 似笑非笑道 愚蠢 之前那光头恶棍 就因为一个小鬼 突变了整个昭和 你们在杀掉那胖子 你信不信之前那样的悲剧 还会再次上演 闻言 众鬼更是面面相去 一时说不出话来 沉默半想 才有一鬼无奈问道 夫人 那我们该怎么办 现在逃 还来得及吗 八尺大人 轻蔑地瞥了众鬼一眼 嘴角微微上扬 逃 我几时说过要逃 他想找我报仇 我又何尝不是在等他呢 见其一脸自信的模样 众鬼顿时回过神来 是啊 八尺大人 在吞噬了那么多精血之后 实力已经接近神了 真就不见得 比那光头恶棍弱呀 什么叫接近神 按我们昭和的惯例 只要未被人遗忘 就是神明 那八尺大人 本来就是神明 我们不一定会输 什么叫不一定 那是肯定会赢 我们势必会拿回 属于我们自己的土地 不如我们主动出击 趁着那个光头 还没回过神 打他的措手不及 一时间 众鬼再次看到了 获胜的希望 一个个握紧了小拳头 显得异常亢奋 可就在这时 一个年轻的恶鬼 一脸忐忑道 可是 我记得楚风 是亲手图过神的呀 话音一出 众鬼皆是一愣 巴嘎 他杀的都是超凡觉醒者 但八尺大人 却是一个真实的神明 知道吗 蠢货 你怎么能长他人志气 灭自家威风 该死的东西 你竟敢质疑八尺大人 你竟敢质疑一个神 面对众鬼的呵斥 年轻恶鬼 不由怯懦地点了点头 对不起 我 不等他说完 八尺大人便瞥了他一眼 却是没有一点怪罪的意思 即便他杀过真正的神 他也肯定会死在我的手里 因为 他是个男人 哥哥哥 说完 八尺大人便将大半截雪茄 搭在了烟灰缸边 轻扶着礼帽 缓缓起身 扭动着风银的臀部 向大门外走去 都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看好那只雪茄 若是顺利的话 兴许在他燃尽之前 我就会回来了 看着八尺大人离去的背影 众鬼眼中皆是神采意义 夫人 我们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您的身上了 拜托了 静候您的佳音 听着身后传出的话语 八尺大人嘴角含笑 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八尺大人 缓缓走在市中心的街道上 高大的身材 让他比周围的院墙 还要高出一个头 楚风是札幌市 唯一的一个活人 强如八尺大人 早已在他进入札幌市的一时间 就感应到了他浓郁的血气 再想想那壮瘦的身材 八尺大人眼中 不由出现一抹兴奋 想到那么强壮的家伙 都要被我吸干 真是让人期待呢 此时的八尺大人 依旧是信心满满 而这份自信 就来自于他独特的能力 只要被他锁定的男人 都会被陷入情网之中 会在短时间内 失去思考的能力 从而无休止地释放欲望 而最终都会被榨成人干 想着想着 八尺大人 已经来到了市中心的 一座宅院外 此时的他 已经闻到了 空气中弥漫着 浓郁气血的味道 可以肯定 楚风就在里面 心情不由有些激动 呼 现在 就让我看看 接下来要宠幸的小宝贝 会有多可爱呢 哥哥了 啊 就当八尺大人 向院内看去时 却见院墙里面 也有一个闪耀的光头 正在仰视着他 露出一脸凝笑 嘴角极度上扬 露出三十颗森白的牙齿 一道刀疤贯穿整个脸颊 身上肌肉 更是如同条条扎龙盘踞 浑身上下 都散发着强烈的侵略气息 看清八尺大人后 楚风一脸吃相地 爬到了院墙之上 居高临下地 看着下方的游雾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高 还要大 结结结结结 八尺大人 显然被这突然的 一幕吓了一颤 本能就想转身逃走 可就在这时 一只大手 却突然从他身后伸出 捂住了他的嘴 下一刻 一个浑厚的声音 伴随着浓烈的烟草味 就传至他的耳边 那么多年了 你还是第一个 叫我小宝贝的 放心 我会很温柔的 不断摇头 眼中更是浸出 惊慌的泪水 他不断地挣扎 可在绝对的力量之下 一切都是屠楼 该死的家伙 你是没见过女鬼吗 我是鬼啊 我可是 嗯嗯 城郊别墅内 众鬼脸上 皆是一副 愁眉不展的模样 现在离八尺大人 去讨伐楚风的时间 已经过了三天了 烟灰钢鞭的雪茄 早已燃成灰烬 可是他们心中的英雄 却依旧没有回来 自从夫人离开之后 我右眼皮就一直跳个不停 总感觉心里不踏实 你们说 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 看什么看 要是真到了那一步 咱们这点实力 去看也是送人头 哎 你们说 要是夫人被抓住 应该不会把我们供出去吧 一听这话 我一手的恶鬼 顿时就板起了脸 八尬 你们在说什么屁话 八尺大人 可是我们招合本土的神明 更是我们现在 唯一的精神寄托 怎么可能背叛我们 不对 他就不可能出事 都给我打七点精神来 说不定夫人等下 就会凯旋归 闻言 众鬼皆是眉头紧锁 虽是点了点头 但依旧愁眉不展 嗨 我们只是担心罢了 看他们死气沉沉的模样 为首的恶鬼更是大怒 可就在这时 却突然听见 外面放风的恶鬼 顿时传来一阵惊呼 回来了 八尺大人回来了 闻言 众鬼顿时来了精神 为首的恶鬼 也顿时有了底气 一脸傲然道 看见没有 我怎么说来着 八尺大人 不可能让我们失望的 说完 他就转身看向了门外 可是下一刻 眉头却微微皱起 八尺大人大人 确实是回来了 但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他似乎比三天以前 更丰盈了一点 而且脸上还有了一些血色 他们都是鬼 皮肤都是苍白的 哪来的血色 而且 他走路的样子 也有些奇怪 步子变小了不说 高跟鞋都不见了 细细看去 脚都有些打颤 神情还有些恍惚 难道他并没有杀掉处风 反而在战斗中负伤了 想到这里 为首的恶鬼 急忙推门走了出去 一脸痛心地跪在地上 夫人 您受苦了 其余恶鬼也急忙赶了出来 纷纷跪成一排 夫人 您终于回来了 我们都担心死了 处风没有为难您吧 鬼气都散了那么多 夫人 您对昭和做出的牺牲 我们都看在眼里的 辛苦了 面对众鬼关切的小眼神 八尺大人不由会心一笑 去了那么长时间 让大家久等了 实在是抱歉 为首恶鬼一脸恭敬道 这是什么话 您可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怎么能说抱歉呢 对了 大人 处风 有解决掉吗 闻言 八尺大人面色顿时一僵 不自觉将头侧向一边 脸上竟然一红 她的强大 超乎了我的想象 众鬼顿时会议 为首恶鬼 更是老泪纵横 只恨我们实力不济 没有能力为夫人分担压力 这让我甚至羞愧啊 众鬼也跟着一阵悲呼 是啊 我堂堂三尺男儿 却让您一个女人 独自去面对 那可恶的光头恶棍 真是无地自容啊 音音音 我比她高一点 三尺一 同样无地自容 呃 那我二尺八是不是没资格说话 闻言 八尺大人急忙将众鬼扶起 一脸真诚道 乡亲们 大家有志不在身高 其实要帮我分担压力 也很简单的 而且我肯定 你们都办得到 丰哥说了 为了弥补你们身体的缺陷 会为你们每一个人 量身定做小型缝纫机 让你们操控着儿童的机器 去干大人的活 工事工量都不比那些 华夏恶鬼的少 一点都没有歧视的意思 怎么样 是不是很贴心 众鬼皆是面色一僵 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为首恶鬼不可置信地 看着八尺大人 您 头敌了 八尺大人紧咬红唇 一脸复杂地点了点头 嗯 为首恶鬼 顿时感觉脑瓜子嗡嗡作响 若不是边上的恶鬼 及时将它扶住 险些都要晕倒在地 您可是我们所有恶鬼的精神寄托 您是我们光复昭和最后的希望 您怎么能背叛我们 闻言 八尺大人眼中 不由出现一抹迷离 原本还想把楚风炸成人杆 却没想到 自己却差点被称列 三天时间 他跟着楚风 学习了无数新的知识 一次次的晕厥 又是一次次的苏醒 这让八尺大人 感觉自己如同置身梦幻一般 偏偏每次醒来 楚风都还在 孜孜不倦地开导着他 经过这三天的教导 八尺大人总算意识到了 自己的无知 留下无数悔恨的泪水 我也不想的 可是他 真的太强了 八尺大人归顺楚风的消息一传开 昭和恶鬼们便再也看不到复兴的希望 生怕再次遭受光头恶棍的荼毒 大多数恶鬼都只能任命 纷纷主动加入黑心工厂 过上了暗无天日的加班生活 在各个经理的努力压榨下 时间仅仅过去一个星期 之前被破坏的昭和岛 就已经重建完毕 所有企业恢复了生产 而让楚风喜出望外的是 原本在老黄的计划中 各行各业的生产 最多就提高三倍 没想到真正落实下来 却是提高了六倍有余 原因是 重建后的昭和根本没有养老院和学校 只有无情的流水线 在全国一亿多恶鬼投入生产后 楚氏集团的发展速度 已经达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速度 引得整个国际社会都随之震惊 合众国总部世界会议 会议还未开始 各国代表就已经凑在一起 窃窃私语了 喜巴 你们知道吗 我昨天既然收到了楚氏集团的订单 供货量还特别的大 别提了 我们两国之间早就恢复了贸易 其他都还好说 就是每次谈判都是约在晚上和鬼谈 只要我们价格稍微报高一点 绝必当往鬼压床 他们的出口量已经比之前翻出了近十倍 更夸张的是 他们进口量居然少得离谱 食物都是按精算的你知道吗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可知足吧 起码他还给你们钱了 从我们国家进口两厢帝王线 还说挂账上 看他嘴脸 我要多说一句 他们都敢明抢了 只进不出 活脱脱的一个皮修 若是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 这楚氏集团半年以内 就可以超越漂亮国 独占世界经济凹头 这可比之前的昭和强太多了 听着这些人不断议论自己的国家 一个留着未生活的男人 疼得一声就站了起来 巴尬 他踩在小板凳上 身高勉强与周围的人持平 一脸愤然地看向中央的秘书长 秘书长阁下 当初成立合众国的初衷 便是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 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可是现在李楚风占领我们昭和 已经过去半个月的时间了 可是您始终没有一点表态 这样的效率 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文言 各国代表皆是一脸复杂地 看着这个昭和锅 相比那些死在道上的昭和人 这些逃出来的 也只能用两个字 来形容他们的处境 造念 昭和人的名声 在国际上也是烂出名的 见他们灭亡 都没有国家愿意接收 这些逃出来的难民 甚至还有不少趁火打劫的 以至于到现在为止 不少昭和人 已经放弃了之前的国籍 加入他国 真正想着光复昭和的 也只有这位代表了 这孩子怎么就那么酱呢 都这个结果眼上了 谁还会为了你一个人 去招惹一个煞心 与其在这里浪费口舌 你还不如悄悄溜回去昭和 趁着楚风睡觉的时候 吊死在他的床边 兴许还能对他造成一点精神伤害 现在知道来这里叫苦了 之前侵占人家领土的时候 可不是这副嘴脸 果不其然 身为何仲国最高领导人的秘书长 只是淡淡地瞥了昭和孤儿一眼 保安 把他连人带凳子一起丢出去 不 你们不能这样 昭和孤儿疯狂挣扎 可是在两个强壮的保安面前 完全就像个小孩一般无力 你们这群蠢货 仅可放任那个恶棍继续发展 我昭和的昨天 就是你们的明天 随着昭和孤儿被丢出去 硕大的会议厅 又安静了下来 秘书长皱眉看了一眼各国代表 淡然道 各位 对于这次的事件 你们怎么看 文言 众人也是发表了各自的意见 楚风所作所为 就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反人类灭绝事件 我建议尽快出兵解决 主要是 我们真不知道 他下一步到底想做什么 攻下了昭和 恢复了贸易 却没有建立国号 始终以楚氏集团总裁的身份自居 若是我猜得没错 在他的心里 他还是个华夏人 敢问华夏代表 我们是否可以认为 他的所作所为 都是受你们指派的 此话一出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华夏代表秦淮毅 秦淮毅板着脸 沉声道 他在华夏的时候 就已经犯下了滔天罪行 先是袭击了我们最强觉醒者 随后又与恶鬼勾结 意图屠杀我们华夏高层 怎么可能是受我们指示 退一万步说 即便是我们受益 你们又能如何 此话一出 众代表皆是一副 敢怒不敢言的模样 的确 真要是能保证 一举拔出楚风和华夏 他们怎么可能等到现在 就在各国代表 都在为秦淮毅狂妄的话语 感到无可奈何之际 漂亮国的代表 却是不以为然的一笑 我们不否认楚风的强大 但秦先生 显然也低估了我们的实力 您别忘了 距离超凡觉醒者出现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月 各国的超凡觉醒者 已经完美度过了生长阶段 达到了巅峰实力 其中更不缺传说中的古神 那可不是八旗大蛇之流 可以比你的存在 文言 秦淮毅眉心不由紧锁 你在威胁我 漂亮国代表 只是咧嘴一笑 算不上威胁 我们只想保证世界的和平 说完 漂亮国代表眼中 不由渗出些许寒光 我们都在等你一个答复 楚风的行为 到底是不是受你们的指示 如果是的话 你们两者都脱不了干系 话音未落 秦淮毅便戏谑一笑 我看你们只是 单纯看上了昭和的地盘了吧 还是说 楚风已经威胁到了 你们的霸主地位 漂亮国代表 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却是一脸自信地笑道 嗯 秦先生说的都对 两者皆有 我们不允许任何存在 威胁到我们的地位 世界诸国皆是如此 你们都不能 我现在就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楚风已经做出了反人类行为 对于他的制裁 很快就会落实 我们现在就等你的一句话 是否愿意搭上一切 保这个楚风 文言 各国代表皆是低下了头 他的话狂妄至极 甚至当着众人的面 嘲讽了他们身后的国家 可奈何人家确实有那个实力 秦淮毅确实不以为意地 笑了笑 随后死死地盯着 漂亮国代表的眼睛 我们确实无法保证 能够打赢你们 但我可以告诉你 一句负责任的话 若是真到了那一步 那我们会毫不犹豫地 引爆所有核武 大家一起走 也算有个半 此话一出 会议厅内顿时炸开了锅 怎么能这样 若是全部引爆 整个星球都不复存在 威胁 他在用全世界来威胁我们 明明只是你们两国之间的战争 为什么要殃及到我们 你这是在逼我们做出决断 乌拉 就是欣赏好兄弟这样的气魄 要是国家都不存在了 那谁还关心人类的未来 大不了于死网魄 就在这时 漂亮国代表细血一笑 起身摆了摆手 大家都安静一下 不过是上千合武罢了 还不足以威胁到我们 说完 他又看向秦怀义 调侃道 我都告诉你了 我们已经觉醒了古神 他们创造世界 和毁灭世界的能力 即便是 你把我们所在的星球都炸碎 我们依旧可以让它恢复如初 而你们注定被磨灭 秦怀义却是丝毫不惧 那要不我们试试 漂亮国代表依旧面不改色 笑道 别急 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两人就这样互试了半赏 针锋对麦芒 谁也不肯退步 就在这时 何仲国秘书长站了出来 皱眉道 都给我坐下 这里可是何仲国世界会议 要是争吵能够解决问题 那还建立何仲国做什么 秦怀义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随即板着脸坐了下去 泽泽 秘书长 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漂亮国代表瞥了秘书长一眼 话虽然刺耳 却也坐了下去 秘书长面露不悦 却也没有办法 随即沉声道 其实问题很简单 楚风一切所为 都是他个人所为 不受任何人指派 那我提议 既然楚风已经威胁到了 整个人类社会的安全 那就由我们每个国家 派出一名超凡觉醒者 前去征讨即可 现在举手投票表决 若是赞同的人数过半 那该提议就有效 现在开始 同意的举手 话音刚落 为首的代表们 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 乍一看 人数已过大半 见状 漂亮国代表 不由一脸戏谑地 看向秦怀义 显然 提议已经生效 秦先生 我提醒你一句 既然都是合众国成员 那大家都得遵守规则 包括你们华夏 也得派出超凡觉醒者 一起征讨楚风 文言 秦怀义鹅角青筋都聋了起来 眼中只剩怒火 当然 心里却是在笑 他比谁都希望楚风去死 现在的形势 便是对他最有利的状态 只要再演两分钟 那他也只能为大局着想 被迫答应 到时候 再把夜约那家伙推出去送死 那四大家 就只有他说了算了 既能除掉楚风 又能独占四大家 还不用糟口舌 一举三得 可就在秦怀义为 自己的才智沾沾自喜时 却见会议厅大门 突然被一阵阴风刮开 紧接着 一个年迈的声音悠悠传来 楚氏集团行政助理 黄德亨 写保安队长陈龙 前来参加世界会议 众人侧头看去 只见两个身形不一的恶鬼 已经站在大门入口处 陈龙身材高大 双手赋于胸前 冷眼瞥了众人一眼 似乎没一个能入他眼的 随即便扬起了 他高傲的头颅 哼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老黄被提拔成行政助理后 形象倒是大改 之前戴写的白大褂 换成了鼻挺的西装 一头白发 还竖成了大背头 依旧是一副笑呵呵的 老好人模样 见众人 都因为陈龙的一句话扳起脸时 顿时白手道 大家不要误会 我们没有冒犯的意思 小龙 出门在外 说话都注意一点 陈龙不屑吃笑 注意 他们也配 此话一出 众人皆是大怒 两个恶鬼 也敢在合众国放肆 来人 拿下 话音刚落 十多个高阶觉醒者 顿时从暗中冲出 直接将两鬼围了起来 一个个面露不善 周身灵力涌动 大有直接动手的意思 见状 老黄顿时心头一紧 急忙摆手道 哎 这什么意思 我们真是成心来参加会议的 怎么还动起手来了 秘书长猛拍了一下桌子 怒吃道 我们合众国的会议 与你们那狗屁集团 有个屁的关联 他处风犯下滔天罪行 不亲自前来认罪就算了 反而派出两个恶鬼 来扰乱会场 我现在就让你们知道代价 好 不等他说完 只见陈龙张口 便发出一声龙吟 声波伴随着恐怖能量传开 挡在前排的几个觉醒者 直接被活活震碎 化为血肉四箭 跟我说说 要封哥认什么罪 话语间 陈龙已经化为龙身 巨大的身子 漂浮在会议厅上空 龙头已伸至秘书长跟前 两颗比窗户还大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他 口中更是不断一出浓烈的血腥气 不断喷洒在他的脸上 秘书长本就是个普通人 又哪里面对过这种恐怖的鬼物 一屁股就坐在了椅子上 一脸惊恐地说不出话来 你 你 各国代表都被吓了愣在原地 不敢动弹 更有几个胆小的 直接两眼一翻就晕了过去 见状 老黄也不由摇了摇头道 原本想以普通人的身份 和你们相处 没想到换来的却是疏远和歧视 好了 小龙 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 不是来生产问题的 要是让封哥知道 我们把事情搞砸了 他又得发火了 文言 陈龙巨大的身躯 开始化为鬼气 眨眼间就变成了之前的模样 老黄又看向秘书长 无奈道 别愣着了 都说了 我们是诚心来参加会议的 不如先给我们安排个座位 一听这话 众人面色更是复杂 这一来就杀人 这就是所谓的诚心参加 那要是不诚心 又得是什么样子了 原来是黄先生和陈先生来了 这样 既然你们占领了昭和的地界 那就先屈身坐一下他们的位置 就行 黄德亨看了一圈 只发现秦淮一边上有两个座位 于是带着陈龙就坐了过去 秦淮一心中尽是嫌弃 但是见所有人都在看着自己时 还是昧着梁心 冲黄德亨拱了拱手 幸会 黄德亨瞥了他一眼 一脸嫌弃 你幸会的毛 莫挨老子 秦淮一面色一僵 眼角更是寒光闪烁 梁鬼突然到访 让各国代表都有些不知所措 台上的秘书长 则像是便秘一样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见状 黄德亨便似笑非笑地扫过众人 怎么都愣着了 不是听你们正在讨论 讨伐我们楚氏集团的事吗 来 说一下 我们应该配合做点什么吗 放心 好歹是法治社会 你们就把我们当普通人就行 不要有压力 仅可畅所欲言 此话一出 陈龙身上的鬼气再次爆起 整个会议厅的温度随之巨降 冷眼扫过 吓得众人皆是倒吸一口凉气 误会 这完全就是误会 楚先生为名除害 除掉那些卑微的家伙 此乃善举 我们表扬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讨伐呢 风格何等实例 我们哪敢得罪他 这不是找死吗 对了 楚氏集团才刚成立没多久 肯定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咱别的没有 就是石油多 我有一女 以仰慕楚先生多时 就在众人都在努力讨好之际 一个不和谐的声音突然响起 一群没用的软骨头 这就怕了 只见漂亮国代表直接站了起来 咬牙道 他们怕你 我可不怕 没错 我们就是在商量讨伐楚氏集团的事 你们什么都不用做 安心等死就好 漂亮国代表话音刚落 场中 所有人皆是一脸不解地看向了他 他们多数人 都是不认可楚氏集团的 但此时是非寻常 不仅楚风不讲道理 他这两个手下 也没一个好东西 只能暂时委屈求全 以后再做对策 但漂亮国代表 这种时候 还敢硬钢 真就是眼里绒布的一颗沙子 黄德亨也是微微一愣 随即咧嘴笑道 年轻人 说话可得注意点 老头子倒是沉稳 但是我边上 这个小兄弟可是个急性子 小心把他惹毛了 你走不出这个大门 漂亮国代表 轻蔑地瞥了两鬼一眼 细斜道 蛇鼠一窝 这话说得真是没错 对于你们这样的垃圾 我们早晚都会将你们铲除 回去告诉你们那个狗屁总裁 圣光迟早会笼罩整个昭和岛 而他自己 也会在纯净的圣火中 化为飞灰 此话一出 陈龙眼中顿时凶光闪烁 体表更是爆发出 圣人的鬼气 黄德亨急忙拉住他的手 冷静 冷静 交给我 陈龙瞥了他一眼 随即将手甩开 随即看向漂亮国代表 再敢诋毁楚风一句 我绝对会让你 和你身后的国家 付出惨痛的代价 黄德亨急忙挡在了他的身前 一脸和善地 冲漂亮国代表笑道 不至于的 我们楚氏集团 从未做出过任何 有损贵国利益的事 而我们老板 更是一个普通的民营企业家 只想安心创业 并不想搞事 甚至至至今为止 我们都没有一点防备力量 这已经可以看出 我们的真诚了吧 漂亮国代表 却是看都没他一眼 而是一脸挑衅地 看着陈龙 完了 这家伙已经触犯到我了 我从他的眼中看到的 只有怨毒和怒火 并没有一丝尊敬 回去吧 把我之前的话 带给楚风 黄德亨尴尬地搓了搓手 面色复杂地笑了笑 难道真就没得谈了吗 漂亮国代表 抬起高傲的头颅 细血地看了楚风一眼 眼神中不由流露出一抹玩味 那是自然 不过要谈也可以 让那个光头垃圾乖乖受降 接受制裁 看在他主动认错的份上 我们兴许能饶他一死 话音未落 漂亮国代表 只感觉一个黑影 突然冲到了自己跟前 仓皇抬头 正是老黄 此时的老黄一脸猙獰 轻面獠牙 周身鬼气飘渺 拖着一只由鬼气凝聚而成的 巨大鬼手 跃之半空 一巴掌 便将漂亮国代表 扇飞出去十多米远 一头撞在了墙上 愣是将墙壁都撞穿 倒在了十对之中 生死不知 既然没得谈 那老子 还给你废个屁的话 在场众人皆是 倒吸一口凉气 谁也没想到 这个老家伙前一分钟 还在劝同伴冷静 结果转头自己就动手了 老黄 似乎还是不解气 骂骂咧咧道 马德 你人还有三分火气呢 骂我就算了 还骂起我们老大来了 左一个垃圾 右一个垃圾 真把自己当回事了是吧 听好了 有什么手段 尽管放马过来 楚氏集团 接得起 我 话音未落 只见漂亮国代表 所在的十对中 竟然渗出刺眼的白光 那白色的光韵 顿时让老黄感觉浑身不自在 不由皱眉到 没死就赶紧滚出来 少在那里故弄玄虚 就在这时 漂亮国代表 便从十对中 缓缓升至半空 此时的他气息大变 双脚凌空而立 浑身散发着洁白的光辉 双眼更是变成白色 身上泥土纷纷散落 全身上下 多了一股神圣的气息 而他的身后竟是两只虚幻的羽翼 天 天使降临 人群之中的一声惊呼 引得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更有甚者 直接跪在了地上 黄德亨 顿时没了之前的张狂 咽了咽口水后 本能地往陈龙边上靠了靠 他本身就只有S级的实力 现在的他 可以明显感觉到 对方根本不是他能招惹的存在 这家伙是啥情况 他明明不是觉醒者 怎么突然就变得那么牛批了 陈龙同样眉头微皱 仔细审视了一下漂亮国代表 最终将目光放在了他戴的羽毛项链上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对方的力量全部来自这片羽毛之中 而且现在的他 实力最少也到达了SSS级 仅仅是一片羽毛上附着的力量 就可以让一个普通人拥有 SSS级的神圣力量 那给这家伙羽毛的人 又强大到了什么地步 感受到陈龙的目光后 漂亮国代表不由一脸傲然道 感受到了吗 这就是我们古神赐予我的力量 他已经完美苏醒了神力 而这羽毛 只是他六亿上百万羽毛中的一片罢了 和古神比起来 你们那所谓的总裁 不就是个垃圾吗 听到漂亮国代表的狂妄话语 在座的各国代表皆是一片恶然 数百年来 漂亮国一直稳住着世界霸主的宝座 做出不知道多少天怒人怨之事 可凭借强大的国力 也让各国敢怒不敢言 本以为这次超凡觉醒者的出现 会打破这样的僵局 没想到 他们竟是觉醒了上古之神 就在众人惊恶之际 陈龙冰冷的话语再次响起 一个仅有两三百年历史的国度 都还没我的年纪大 也敢称之为古 漂亮国代表面色一将 刚要反驳 却见陈龙已经变成真龙形态 一只巨大的龙罩 以至跟前 直接将其握入掌中 还敢出言不逊 我主必定会将你 啊 一声惨叫传开 龙爪的缝隙间 已然流出大量的血水 这一幕 再次引得众人 倒吸一口凉气 漂亮国已经出现了古神 这家伙竟然还敢杀他 本来就已经没有缓和的余地了 那还不如直接宰了 倒是那小漂亮 他要是不那么狂 也不会死 他要是不狂 也当不了漂亮国的代表了 现在就看漂亮国如何反击了 就在众人议论之际 毛熊国代表 却是一拳砸在了桌上 碰 都给我安静 众人纷纷侧头 看到他那要吃人的表情时 皆是乖乖地闭上了嘴 哼 一群耸淡 毛熊国代表轻蔑地扫过众人 随即又看向了陈龙 咧嘴笑道 朋友 我很欣赏你和你们总裁的所作所为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今天我就发话 那小漂亮 要是真的敢派出古神 登上昭和岛半步 我们绝对会第一时间给予帮助 说完 毛熊国代表 又细血地撇了过众人 不就是古神吗 说得像谁家 没有一样 此话一出 众人再次一愣 漂亮国和毛熊国历来不和 又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国 两者之间相互制衡了近百年 没想如今毛熊国也觉醒了古神 若是毛熊国真愿意出手帮助楚风 那漂亮国 还真就得多掂量掂量自身实力了 黄德亨同样喜出望外 在见识到那羽毛中瞬间涌现的力量后 他也开始担心集团的未来 那就感谢 然而不等黄德亨说出口 却听陈龙傲然的声音再次响起 用不着 众人脸色一僵 毛熊国代表也是位之一了 朋友 你说什么 黄德亨顿时瞪大了眼睛 不可置信地看了陈龙一眼 随即一下 挡在他的身前 向毛熊国代表急忙解释道 别听他胡说 这娃小时候脑子出过问题 话音未落 陈龙单手就将黄德亨暗倒在地 随即用那冲血的双眸死死盯着他 我可是有先斩后奏的特权的 你说话给我注意点 黄德亨一脸焦急道 你怕是真的生过什么大病 人家好心帮我们 七 陈龙不屑吃笑一声 随即又看向毛熊国代表 一脸傲然道 上古大妖我们杀过 上古之神也杀过 死在我们手里的超凡 更是不计其数 就连昭和传说中最强大的凶兽 也只配给风哥的武器当饲料 就你 帮助我们 呵 感谢你一番好意 但比起那些所谓的神 我们更相信自己的拳头 说完 陈龙转身就大摇大摆地 向大门方向走去 黄德亨看了看他离开的方向 又看了看脸上都要杰兵的毛熊国代表 不由牵强笑道 这娃脑子是真的有问题 别跟他计较 我们愿意 可就在这时 毛熊国代表却是朗声笑了起来 只相信自己的拳头 哈哈哈哈 不愧是恶棍身边的人 不错不错 简直跟他脾气一模一样 我们甚是喜欢 如今看来确实是我们拖大了 强大如他 即便是神也得为之站立 黄先生 请您回去之后 一定要向楚先生转达我的钦佩之情 若是可以的话 希望他能允许我们的超凡觉醒者 前去拜学恶棍之道 需要什么条件 我们都可以商量 黄先生 黄德亨听得一愣一愣的 被连换两声之后 总算回过神来 哎 好 可那漂亮国那边 毛熊国代表虎目一瞪 您还在考验我们的诚意吗 我真不喜欢您这样婉转的性格 一点都不痛快 楚先生若是教导我们的超凡觉醒者 那也算是他们的师父了 若是小漂亮还敢踏足招合 那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开战 黄德亨顿时喜出望外 连连点头答应 随便应付了两声之后 便急忙向大门方向跑去 见陈龙就在不远处时 不由咧嘴笑道 你别说 那毛子经你那么一出 态度似乎又好了不少 陈龙默然点了点头 要想别人看得起你 那必须自己先看得起自己 更何况我们有那个实力 黄德亨眉头微皱 明显感觉到 陈龙脸上没了之前 那么傲气 仔细一看 却发现他右手不住 有些打颤 你这手是什么情况 陈龙本不想多言 可是也耐不住黄德亨的软磨硬泡 最终还是将手心摊开 只见手心位置 竟然有一个深可见骨的羽毛状烙印 烙印周围龙鳞倒卷 黑血不断一出 鬼气也不断凝聚 可是伤势并没有一点愈合的迹象 那什么鼓声 似乎比我想象的更加强大 黄德亨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我还真以为你轻松 就解决了那家伙 怎么那么严重 不是 你咋不早点这个声啊 陈龙无奈地瞥了他一眼 我们代表的 可是整个处事集团 黄德亨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却只能无奈地摇头 当陈龙和黄德亨 回到昭和复命时 楚风还在四处检查重建工作 在各个经理的无情压迫下 如今的处事集团建设 已经比全盛时期的昭和更加发达 四处高楼耸立 富力堂皇 各行各业的发展 都达到了全球顶尖的水平 楚风站在刚建成的高楼上 看遍眼底重建的城市 一种从未有过的成就感 顿时涌上心头 可是当他看向海边的方向时 却是变得有些分神 黄德亨和陈龙就站在他的身后 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心思 海的那一头是华夏 他们都知道 楚风还是想回去 黄德亨试探着说道 总裁 要是真的想回去 咱们就回临江吧 楚风听得一愣 疑惑地侧头问道 回临江 回去干嘛 黄德亨一脸复杂道 呃 您刚才不是在想家吗 楚风瞥了他一眼 没好气地指着海边的方向说道 我特么在这里过得好好的 想个毛的家 我就是想问一下你俩 那边那五个城 到底是什么情况 那不是狗子的属地吗 怎么还在乱糟糟的 黄德亨也是眉头紧锁道 对 根据上报的产值来看 就那五个城 一直拖后腿 说起来 我也好久没见到虚狗了 闻言 陈龙不自觉 将头别向一边 虚狗去华夏一直未归 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所有产值 都是从四蛇和马大师的地盘上分出来的 刚好被看见 还真不知道怎么解释才好 这 我也好久没看见他了 就在这时 楚风的电话却突然响了起来 拿起来一看 居然是薛红打来的 回想起来 自从上次喷过他一次后 两人就一直没有电话往来 还以为真的生气了 没想还是坐不住了吗 楚风接通电话 一脸傲然道 喂 电话那头的薛红 却是急得不行 风哥 白相国入侵 我和叶元刚接到命令 前往边境支援 没办法照看你那个手下了 我感觉这是秦淮一刻意调走我们 想对他下手 你赶紧把他接回去 楚风眉头一皱 什么手下 你在说什么 薛红咬牙道 哎呀 你就别装了 不是你拍那个黑鼻子恶鬼 去刺杀秦淮一的吗 现在被关在上精灵一局牢里呢 你赶紧去呀 文言 楚风也明白了什么 机械般地转过头 看着陈龙 这就是你们跟我说的 虚狗去进食去了 听到薛红话的时候 陈龙就知道 大事不妙 如今在看楚风那同龄般的双眼 只能被动开启面摊模式 楚风深深吸了口气 又接着问道 你说那白相国入侵 又是怎么回事 薛红急忙说道 我们两国之间 本来就摩擦不断 但这次 他们是动真格的了 而且为首的人 还是你熟人 楚风听得一愣 我熟人 薛红沉声道 对 就是之前和你一起 进入神迹的下马尔 不知道什么原因 现在的他 比之前强了太多 来不及跟你多讲了 等一下我把视频 发给你自己看 风哥 要是我没顶住的话 我希望你能回来 楚风急忙叫停 细写道 打住 从我离开华夏那一天起 我就没想过要回去 我说过 我原本也向往光明 是你们 薛红却是苦笑道 别闹了 别人不懂你 我还能不懂你吗 楚风沉默了一下 你知不知道 你说这话的 真的好像的同志 别避避了 国际长途很贵的 说完 楚风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面色也逐渐阴沉 陈老五 陈龙心头咯噔一响 脸上却依旧面不改色 再 看着那死猪 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楚风深深地吸了口气 给你一分钟 把事情给我解释清楚 陈龙沉默片刻 还是一五一十地 交代了出来 没了 听着楚风平淡的语气 陈龙不由错愕地抬起头 原本以为他知道真相后 肯定会暴走 没想到 竟是一脸淡然 嗯 风哥 你不生气吗 楚风摇了摇头 眼里不由出现一抹疲 有什么好气的 在我离开华夏的时候 我就决定不再管任何事了 等他们自己去乱 就算天塌下来 也自己去扛 黄德亨却是愁容满面的 不是 总裁 那虚狗怎么办 楚风微微一愣 正要说话 却听手机传来了短信铃声 打开一看 正是薛红发来的视频资料 华夏 上京通往边城的飞机上 薛乔乔一脸担忧道 少爷 当时风哥可是被活生生气走的 现在有麻烦就找他 他会不会不来啊 放心 会来的 我了解他 薛红不以为然的一笑 可是看着手机中和楚风的聊天框 一直没有动静时 心里同样没底 该死的 你不会真的不来吧 叮 听到短信提示音时 楚风也回了一条 长达三分钟的语音短信 点开一听 狗东西 谁TM让你给老子发视频呢 真以为老子一天没事做事吧 臭信号 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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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来就不来 怎么还气得骂起人来了 一边的薛巧巧忧怨的 看着手机抱怨 可是抬头看到薛红的表情时 完全愣在了原地 明明被人把祖宗十八代给骂出来了 可薛红看手机内眼神 却像是看到了撒娇的初恋一般 温柔 欣慰 包容 少爷 您没事吧 薛红却像是没有听见一般 嘴角不自觉上扬 一脸追忆 骂就对了 稳了 稳了 滑下边城 此时已经入冬 气温低至临下 可就在一人踏足这里之后 冰雪随之消融 枯萎的植被在发心之 天空中霞光漫天 宛若神迹 夏马尔脸上带着一抹和煦的微笑 赤足走在草地上 所过之处皆是一副生机盎然的景象 如今的他 已经吞去了传统僧人的着装 紧绕一条长舌 胸前一串骷髅 腰为一张虎皮 他浑身散发着轻柔且神圣的光韵 身子并不算健硕 但却又像是有千吨重一般 每走出一步 大地都要为之一颤 原本躲在洞穴中 冬眠的动物 在感受到气候变化后 也纷纷爬了出来 以一种虔诚的姿态 冲着夏马尔跪拜 不仅是动物 他的身后 还有近万的人类信徒 这些人都是华夏的百姓 在感受到夏马尔的神力之后 所有人都成为了他的信徒 其中有农民 有军人 有觉醒者 所有人皆是一脸虔诚地 看着夏马尔的背影 他们从夏马尔入境之后 就一直跟随神迹 一路尾随 此时 一个年迈的老者 看到远远走来的夏马尔之后 不自觉就跪在了地上 将头紧紧地贴在地面 因为过度的激动 身子都不住地打扇 神 我就知道 这世界真的有神的 就在这时 一双赤脚就站在了他的跟前 老者忍不住抬起头 正好对上夏马尔 那抹何须的笑容 凡人 我感受到了你虔诚的膜拜 同时 也听到了 你内心的苦楚 现在 我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 文言 老者紧张地都快忘记了呼吸 指着远处的一片田地 语无伦次地说道 愿 愿望 好 好的 今天气候不好 地里没什么收成 要是 话音未落 只见夏马尔对着田地的方向 轻轻扬了扬手 下一刻 田间原本已经玉米干子 竟然长出了翠绿的长叶 紧接着 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长出果实 看着老者那瞠目结舌的表情 夏马尔不由微微一笑 是这样吗 谢谢 谢谢 老者激动地都说不出话来 不断磕头 见夏马尔并没有再理会自己后 不自觉就加入了他的信徒的队列中 对于这样的情况 夏马尔早已细以为常 并坚信 自己的脚步 会踏足滑下的每一个角落 以无上神通 让所有人都会成为他虔诚的信徒 包括那个之前险些让他殒命的恶棍 嗖 一阵破空声 打断了夏马尔思绪 抬头一看 只见一点寒芒 突然出现在自己的眼前 夏马尔眉头微皱 抬手轻轻一点 寒芒定在了半空 细细一看 竟是一柄古剑 那古剑在撞上夏马尔的手指后 便发出一阵嗡鸣 随即化为一道寒光褪去 与此同时 一个冰冷的声音从侧边传来 回去 这里并不欢迎你 夏马尔侧头一看 竟是一个面色清冷的独臂剑客 哼 华夏第一觉醒者 叶渊 叶渊眉头紧锁 冷冷瞥了他一眼 我再说一遍 请你回去 夏马尔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我进入华夏之后 并没有杀一人 为何那么警惕呢 话音刚落 他身后的信徒们 顿时就是一副义愤填膺的表情 对着叶渊就开始怒骂 你是个什么东西 竟敢挡真神去路 再敢拦在那里 老子现在就跟你拼命 这可是我们的救世主 你怎么能赶他走 对 要滚也是你滚 我们不欢神上 请原谅那个愚昧的凡人 文言 叶渊眼角更是泛起寒光 在夏马尔刚入境时 他的资料也被调出 这家伙在神迹中 被楚风打碎了精神 变成了一个普通人 回到白相国 就待在寺中尽心修佛 可不知为何 就在三天前 突然杀光了他们寺中的所有僧侣 并获得了极为强大的神力 而他身后的信徒 虽然看似虔诚 但是细细看去 每一个人的目光 都显得有些呆滞 他们兴许是崇拜的 夏马尔的力量 但是叶渊可以肯定 夏马尔也绝对是用了 某种不知名的手段 控制了这些人的思想 若是让他继续走下去 这家伙完全可以 兵不屑任地控制所有人 解开对他们的控制 然后滚 不要逼我 夏马尔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神从来不会强迫任何人 你也无法改变他们的信仰 叶渊 我能感受到你心中的不满 但是我也听到了 你内心的苦楚 不如让我抹平你心中的遗憾 再言其他如何 文言 叶渊体表的灵气 顿时翻涌起来 正准备出剑 可是当他对上 夏马尔的眼睛时 原本凛冽的眼神 却微微有些出神 你 夏马尔咧嘴一笑 不要再压抑自己的想法了 你就是想杀了楚风 是他 让你从华夏第一觉醒者 变成了人们口中的笑话 来 接受我的力量 我会和你一起 杀了那个家伙 到时候 你就可以证明 你依旧是最强觉醒者 叶渊双眼逐渐变得空洞 表情也变得木讷 好 而就在这时 一声怒吓 顿时在他耳边炸响 好个锤子 叶渊 别忘了你的身份 叶渊一脸呆滞地回过头 迎面来的 竟是包裹在棱光中的一角 砰的一声闷响传开 叶渊直接倒飞出去 十多米远 再次起身 眼神总算变得清澈了 再次看去 来着正是薛红 你这家伙 看着他脸上的鞋印 薛红也不由咧了咧嘴 现在没事了吧 以后再给你算账 叶渊瞥了他一眼 一脸凝重地看向夏马尔 陈生提醒道 这家伙会控制人心 尽量不要与他对视 薛红点了点头 来路上 他就一直在调查夏马尔的资料 早已看出了其中道道 见自己的术法被打断 夏马尔眼中 不由闪过一丝不悦 但脸上 依旧是那副和煦的笑容 神给了你机会 可是自己却不知道珍惜 朽目不可刁眼 叶渊眼角一寒 身子直接化为一道流光 消失在了原地 再次现身 已然出现在了夏马尔的身后 手中古剑照着夏马尔的后颈 就刺了下去 而就在这时 却见夏马尔身后 竟然突然长出两只手臂 双手合十 将剑锋夹在掌心 任由叶渊如何用力 都不能撼动分毫 叶渊眉头紧锁 索性放开了古剑 手臂化为龙爪 一把抓向夏马尔的脖子 可是夏马尔却像是知道 他的想法一般 同样放开了古剑 手指轻轻一点 正中叶渊的手腕 虎口传来的剧痛 让叶渊不自觉退出了几步 低头一看 只见虎口处的龙铃都已经裂开 血丝不断从中一出 叶渊再次看向夏马尔 神色变得更加凝重 他一直以速度见长 可是没想到 这夏马尔的速度 竟然一点也不比他慢 不仅如此 这家伙还能知道他心底的想法 能提前一步 做出破解的招式 这该怎么打 夏马尔回头微微一笑 神力是不可阻拦的 我们根本不在一个谅节 我诚心度化世人 并不想杀伤 叶渊 我会给你时间 让你意识到自己的过错 待你醒悟之时 随时可以来找我 我依旧会赐你无上的神力 闭嘴 一剑换欠 叶渊急忙避开他的目光 抬手一扬 身后便出现万千剑影 嗖嗖嗖 看着剑影不断向自己射来 夏马尔不由摇头苦笑 看来你还是不知道 我们之间的差距 话语间 夏马尔连续点出树脂 每次都点在剑肩 将剑影击碎 两人的战斗 速度已经到达了 肉眼不可捕捉的地步 完全是无数虚影的碰撞 薛红一直在远处 注视着夏马尔的一举一动 并悄悄溜到了夏马尔的背面 准备来一发偷袭 就是现在 话音刚落 薛红已然化为一道能光 一拳砸向了夏马尔的背心 虽然他的实力远不及夏马尔 但若是这下落实 就不行 夏马尔能硬抗过去 然而 就他的拳头离夏马尔不足一尺时 腹部传来的一阵剧痛 却差点让他直接晕了过去 低头一看 只见夏马尔竟然保持着一种诡异的形态 明明面对着夜渊 可是脚 却已经后踹在了他的怀中 哦 星号 不 薛红整个人倒飞了出去 牵强地站起身 再次看向夏马尔时 眼中只剩惊恐 该死的家伙 你怎么发现我的 夏马尔依旧不急不缓地 抵挡着夜渊的攻击 侧头细血地看了薛红一眼 我能创造世界 自然能倾听世间所有生物的声音 你先安心待着 待会儿我再跟你讲解 这神秘的力量 薛红自然不答应 可是就在他准备继续发动攻击时 脚下的杂草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疯涨 眨眼间就结成一座高石杖的球龙 将他困在了其中 该死的东西 放我出去 薛红双手化为光束 不断击打在由杂草汇聚而成的墙壁上 绵上一般完全没有一个受力点 好好忏悔吧 想通了我 自然会放你出来 夏马尔笑着摇了摇头 可就在回头看向夜渊时 却突然面色一凝 夜渊依旧闭眼立于半空 身后还是万千剑影 可细细看去 他身上竟是飘渺着大量的鬼气 而且皮肤一片惨白 更让夏马尔意外的是 此时的他竟然听不到夜渊一点心声了 根本无法预判他的下一步攻击 看着剑雨不断落下 夏马尔只能凭借肉眼锁定剑影的轨迹 做出应对手段 然而在如此密集的攻击之下 还是出现了纰漏 擦 一道剑影 划破了夏马尔的腰间的虎皮 其中更是印出一抹烟红的血迹 夏马尔脸上的笑容 也显得有一些僵硬 竟然断绝了心声 我很好奇 你是怎么做到的 闻言 夜渊嘴角不自觉上扬 原来 神也会流血吗 很简单 既然你会能听见 世间一切生物的心声 那我就直接让自己死掉不就行了吗 夏马尔眉头微皱 死掉 夜渊的脸也逐渐变得猙獰 咧嘴一笑 竟是露出两排交错的獠牙 我在觉醒异能时 也受到了鬼气的感染 这就是我的恶鬼形态 食尸鬼 看着展露第二形态的夜渊 夏马尔眉头不由微皱 但绝不是因为夜渊的强大 而是因为听不到夜渊的心声 让他有了一种猎物脱离掌控的感觉 认命吧 恶鬼生前也是人 严格算下来 你依旧是神的产物 终究离不开我的掌控 话音刚落 却见夜渊突然出手 化为一道暗影 瞬间出现在夏马尔的身前 见他抬手抵挡 夜渊眼角不由多出一抹细血 死 剑锋刺入夏马尔手腕的血肉中 用力一滑 直至薄梗 清脆的声音 如同快刀材质 皮肤倒卷 血肉组织瞬间暴露在空气之中 剧烈的疼痛 让夏马尔的眼中 顿时出现一抹惊慌 好在他及时用右手一把抓住了剑锋 不然这一剑落石 足以将他的脑袋剖开 夜渊根本不给他任何反应的机会 感觉手中一组后 毫不犹豫地放开了骨剑 抬手直接戳向夏马尔的心窝 在展露石石鬼形态之后的夜渊爪牙 都发生了一变 细长的指甲上泛着寒光 如同利剑一般 直接插进了夏马尔的心口 鲜血沿着伤口的缝隙不断外涌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幕 却再次发生 夏马尔非但没有倒下 反而一脸赞赏地看着夜渊 确实挺让人意外的 但你忘了 神可是永恒不朽的 夜渊目光一凝 本想将手抽出 可是他却明显地感觉到 夏马尔体内的肌肉组织 竟然像带有吸盘的触手一般 将他的手死死拖住 与此同时 夏马尔之前流出的血液 竟然像是具备生命一般 缓缓流回伤口之中 待最后一滴血液回去之后 倒卷的皮肤又覆盖在了一起 眨眼就恢复如初 看见夜渊眼中的凝重 夏马尔嘴角微微上扬 这样的创伤 即便经历千百次 依旧不能损我分毫 夜渊 我本想将你度化 可你依旧明顽不灵 如今还在妄图是神 罢了 那就在黄泉彼岸 好好忏悔自己的罪行吧 话音刚落 夏马尔紧握的右拳猛然轰出 Pull 拳头直接贯穿了夜渊的胸腔 从其后背冲出漆黑的血液 沿着拳头滴滴掉落 薛红从杂草缝隙中 看到了这一幕 完全愣在了原地 他和夜渊一向不合 但此时的他们却站在同一战线 愣了片刻之后 薛红顿时怒吼道 夜渊 你怎么敢去死 你的命是处风留给你守护滑下的 你还要赎罪 你怎么敢 哎 就在薛红焦急万分时 却见夜渊竟然突然抬起头来 漆黑的双眸 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夏马尔 一脸猙獰的笑容 再加上不断从口中溢出的黑血 宛如失去了理智一般 呵呵 既然千百次都无法伤你分毫 那我就将你千刀万剐 错骨扬灰 哦 夏马尔本能感觉到了一丝威胁 可就在他准备松手时 却见夜渊的身子突然扭曲后仰 接着二十四根肋骨破体而出 如同二十四柄骨莲一般 开始疯狂切割 夜渊的速度本就已经到了极致 在展露食尸鬼形态之后 更是快到让人绝望 骨莲化为黑光 瞬间没入夏马尔体内 此次次的切割声不断传出 如同上万只昆虫在不断震翅一般 听得人毛骨悚然 一分钟后终于停了下来 而夏马尔却是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夜渊深吸了口气 肋骨缓缓回到体内 轻轻将手臂从夏马尔的胸腔抽回 与此同时 夏马尔的身体却像是一滩烂泥一般 哗的一声摊在了地上 所有器官组织 包括骨骼都被切得粉碎 见状 夜渊总算松了口气 看着一地的血肉渣子 眼中净是嫌弃 呼 就你这种货色 也敢找那光头的麻烦 话虽然说得轻松 但是只有夜渊知道 有多不容易 就在刚才那一分钟的时间内 二十四根肋骨切割了数万次 虽是把夏马尔切成了碎末 但她的身体 在如此高强度的运转之下 也超出了负荷 若是回到人类形态 立马就会暴毙 可若是一直保持食食鬼形态 那别人又会怎么看我 哈哈 夜渊 牛屁呀 是神了呀 早知道 我就不通知处方了 对了 哥 快放我出来 一阵爽朗的笑声 将夜渊拉回了现实 随即唤出古剑一扬 一道巨大的剑光 直接将囚牢撕破 薛红急忙从囚牢中爬出来 一脸叹笑地走到夜渊的身边 正准备恭维两句 却突然听到远处的百姓们 发出一阵阵惊恐的叫喊 完了 对神不敬 你避天浅啊 神罚要来了 神罚要来了 该死的恶鬼 你为什么要牵连 我们同你一起受罚 神啊 请宽恕我们吧 夜渊和薛红 同时皱紧了眉头 侧头一看 只见百姓们 竟然全部惊恐地跪在地上 对着夏马尔的血肉 不断磕头 与此同时 原本佛光普照的天空 顿时变得乌云密布 倒到惊雷不断乍响 就在夜渊和薛红错愕之际 夏马尔的怒吼突然乍响 我可以创世 亦能毁灭这个世界 一切对我不尽的东西 都该被磨灭 我 亦是创造于毁灭之神 师婆 夏马尔的怒吼声 引得天地都为之颤抖 贵妇在地的百姓们 脸上只剩绝望 夜渊和薛红 急忙回头看去 只见夏马尔的身子 悬于半空之中 五头四臂 每一张脸 都有着独特的外貌 四条强壮的手臂 分别持有三叉戟 长刀 狼牙棒 和一个太鼓 清黑的脖梗上 盘绕着一条漆黑如墨的毒蛇 紫电不断从他身后滑落 让整个空间 不断处于黑白之间 恐怖的炸雷声 更是让场中 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 薛红瞪大了眼睛 不自觉咽了咽唾沫 这特么 白相国的主神 师婆 夜渊眼中同样凝重 师婆可是白相国神话中 位于金字塔间的主神 同时也是白相神话中的 战利天花板 又有谁能抵挡这样的存在 别慌 传闻师婆主要有八副面相 之前的应该就是温柔相 既然能斩掉她的一面 那我就再斩她一次 话音刚落 夜渊眼角一寒 咬牙就提剑冲了上去 可就在剑锋即将触碰到 夏马尔的一颗脑袋时 却见一颗脑袋突然侧过头来 目光凶悍地瞪着她的眼睛 你 竟敢对身不敬 那就去死 威延的声音 如同惊雷一般 在夜渊的耳边乍响 一时间 夜渊脑中竟是一片嗡鸣 完全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能在瞬息间 锁定她的身影 这足以说明对方的速度 还要在她之上 话音落下之际 只见夏马尔挥动着巨大的狼牙棒 一记横扫正中夜渊的腰间 啪 骨骼碎裂的声音传开之际 夜渊直接化为一道黑光 横飞出数百米 在地上又连滚百米之后 才缓缓停了下来 而这一切都只在瞬息之间 薛红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化为棱光 出现在夜渊的身边 再一看她的惨状 急得眼泪都要掉了下来 夜 夜渊 你 你 夜渊腰间的骨骼 已经完全碎裂 整个腰部只剩皮连接着 如同被折断的树枝一样 仰头靠在自己的脚上 她应该也没意识到自己的状态 还咬牙道 叫个求啊 我现在恶鬼形态 只要神识不灭 就死不了 我的脚 扶我起来 我要去宰了他 薛红不忍地 将头别向一边 一把抹掉眼角的泪光 缓缓站起身子 安心躺着吧 我去和她周旋一下 尽量拖到楚风来救场 夜渊微微一愣 随即怒斥道 你算个什么东西 赶紧滚 这不是你能参与的战斗 你特么的 脚都抖了成梭子了 你还在那装个毛啊 老子叫你滚啊 是的 面对师婆这样的恐怖存在 薛红的双脚都不住地打战 呼呼呼 马德给我闭嘴 夜渊再次一愣 你 只见薛红侧过头 双眼通红 咬牙切齿地怒吼道 老子就是怕还不行吗 问题现在还有什么办法 这种畜生 你敢放他走下去 我特么要是溜了 这些百姓怎么办 你又怎么办 你给老子躺好了 有点伤员该有的样子 再特么多嗶嗶一句 老子就算是死 也托梦恶心你 说着 薛红又回头看着 凌驾于半空之中的下马尔 大口喘着粗气 眼中怒火也越积越胜的同时 踢标也出现了刺眼的光运 别怕 别怕 神也会流血 神也会死 看着那闪亮的后脑勺 夜渊再次愣住 除了交错于天际的电光外 这家伙竟是天地间唯一的光明 你特么的个杀别 夏马尔早就注意到了薛红的异样 看了看他 再看了看不远处跪拜着的百姓 一脸轻蔑道 一条弱小的虫子 想保护一群弱小虫子 真是悲哀 放 你 妈 的 狗 屁 薛红紧咬牙关 一个字一个字地从牙缝中挤出之后 直接化为一道流光冲向了半空中的夏马尔 随着他的靠近 夏马尔也算是看清了薛红的模样 当看着那蹭亮的光头和那猙獰的表情时 拾目之中顿时涌出怒火 这家伙要是再丑陋一些 还真和那家伙有些相似了 在夏马尔的眼中 薛红的速度慢得可怜 可就在准备一枪将其条死时 却又看向了远处跪拜的人群 让你直接死去 仿佛又太便宜你了 你不是想守护那些虫子吗 来 让我看看 你准备怎么守 薛红已经冲出一半 却见夏马尔的三叉戟 突然指向了一边的人群 就在他错愕之际 只见三叉戟肩部 竟然迸发出一片电网射出 他们可是你的信徒啊 薛红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急忙调整身形 出现在人群的前方 竟是准备以肉身 扛着银面来的电光 这一刻 薛红感觉时间都变慢了 他清晰地看出 雷电袭来的轨迹 那恐怖的电光 仿佛要将空间都死裂 草 死光头 你再不来 小爷真得凉了 雷电速度极快 当薛红眼中 都映出电光的倒影时 本能地将双手拦在身前 咬牙闭上了眼睛 碰 巨大的炸裂声传开 吓得薛红浑身一颤 但奇怪的是 身上并未传来一丝痛觉 反而是一股极度的寒意 突然包裹了他的全身 这 这是什么情况 薛红试探性地睁开眼 只见眼前不知何时 多出一道巨大厚实的冰墙 雷电将冰墙的一角 击出一道裂痕 冰墙之中 还能看见电流飞速流动 就在薛红疑惑之际 耳边却突然传出一个冰冷的声音 瞎眼的东西 赶在我的地界上杀人 薛红急忙侧头一看 身边站着的 竟是鬼弟 嫂 嫂子 鬼弟冷眼瞥了他一眼 柳眉紧皱 滚一边去 别恶心我 薛红急忙点头 一边说着 一边跑回夜运的边上待着 没想到他竟然会出手 这次应该是稳了 不对啊 我听风哥说过 这鬼弟根本没有人性可言 对人类只有仇恨 为什么还会出手呢 难道是风哥让他来的 夜运头枕着自己双脚 神色冷峻道 既然没有人性 那你可以把他当作一只野兽 守护领地 只是他的本能 薛红面色复杂道 野兽 这形容似乎有些过分了 不管那么多了 只要他出手 应该是稳了 嗯 你还垮着脸做什么 夜运索性闭上了眼睛 他可是鬼弟 即便是死 我也不想让他来救 薛红不可置信地看了他半赏 咬牙道 你特么还是个男人不 要不是你当年做的孽 说不准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现在还嫌弃人家是恶鬼 你特么 自己还是个实施鬼呢 夜运板着脸说道 我是实施鬼又如何 我可曾 做过伤害人类的事情 薛红顿时怒火中烧 去你大爷的 给我闭嘴 狗犊子 啪 薛红说着 说着就急眼了 一巴掌就拍在了夜运的脑门上 这一巴掌下来 两人都愣住了 夜运不可置信地盯着薛红 你打我 薛红被看得有些发虚 看着夜运动弹不得的模样 咬牙又是一巴掌 扇在了他的脑门上 咋的 你特么当我吓大的呀 今天就打你了 又能怎么着 爬起来咬我 操 反正打一下也是打 两下也是打 再避避 老子还打 别瞪着我 睁大你的狗眼 好好看看 现在是谁在保护你 夜运死死地盯着薛红 目光之中尽是寒意 紧咬牙关 久久不发一语 轰隆 话音刚落 一声恐怖的雷鸣 顿时响彻于天地之间 一道恐怖的闪电 更是将地面印得一片惨白 闪电精准地落在鬼地的身上 直接将其炸成一堆冰线 夏马尔一脸阴狠道 邪碎之物 也敢挑战神威 就在这时 鬼地冰冷的声音 却在他的身后 响起 狗屁神威 你们这些家伙 同样只是上古时候的 异能者罢了 同样是死 你们死后就是神 普通人死了就是邪碎 夏马尔眼角一寒 四把神兵 同时向后横扫 进风扫过 再次将鬼地的身子 劈成一堆冰线 可下一秒 他又出现在了 五米开外的位置 夏马尔眼中 不由出现一抹凝重 不死之道 极度之寒 鬼气不灭 你亦不死 你是华夏的上古之神 鬼地置若未闻地 瞥了他一眼 闹够了的话 该我了 话音刚落 只见鬼地抬手一扬 一股恐怖的寒意 瞬间爆发 直冲天际 与天空的乌云接触之后 黑云立刻凝固 如同一块巨大的黑色冰幕 如同弹壳一般 遮蔽整个天空 破 卡 卡擦 随着鬼地话音落下 黑色冰幕顿时出现 大量的裂缝 阳光也从缝隙中 渗透了进来 碰 最后一声炸裂声传开 漫天黑冰 如同流星雨一般落下 最小的都有轿车大小 尽直砸向夏马尔 雕虫小剑 夏马尔眼角一寒 非但没有躲避 反而向上冲了出去 手中四把神兵同时挥动 速度之快 只留残影 将落下的黑兵 一一斩碎 不够 不够 继续 夏马尔如同不知疲倦一般 手中速度越来越快 黑兵化为兵械落地 如同来了一场 人工降血一般 但是对于他的举动 薛红面色 都不由变得复杂 这夏马尔的确是勇猛 漫天黑兵 根本不能进他的身 就被斩为碎屑 但似乎 这家伙的眼神不太好使 那黑兵之中 还蕴藏着无数的鬼气 散落一地之后 又在夏马尔的脚下 凝聚在了一起 变成了一只巨大恐怖鬼手 如同一张血盆大口一般 瞄准了半空的猎物 仿佛下一秒就会冲天起 将它捏碎 夏马尔四壁同时挥动 同时向上击出 将最后一块 如同山岳般大小的黑兵击碎 随即一脸轻蔑地 看向下方的鬼地 单凭这点冰块 就想将我击败 你也太 话音未落 鬼气汇聚而成的黑色巨手 如同一条巨蛇般猛然抓出 一把就将夏马尔握在了手中 该死的东西 给我松开 夏马尔尝试着挣脱束缚 奈何着鬼手竟如同寒铁一般 坚硬且冰冷 根本无法撼动 看着夏马尔脸上那抹惊恶 鬼地不由冷冷一笑 长五个脑袋 也没顺带把智商提高点 给我压 一声清河传开 鬼手猛然翻面向下 握着夏马尔就一拳砸在了地上 引得大地剧烈晃动 恐怖的寒气散开 下一秒 巨大鬼手就化为一座巨型的冰山 将夏马尔死死地封在其中 鬼地身形一晃 便出现在了冰山面前 看了一眼里面的夏马尔 柳眉不由微微一扬 如此巨大的冲击之下 冰山之中的夏马尔 并没有受到一点创伤 四臂和双腿蜷缩在一起 如同乌龟一般保持着防御姿势 给我碎 鬼地抬起袖手 轻轻易指点在了冰山一角 咔 咔咔 碰 冰山居然崩塌 冰屑炸裂而开 可就在这时 夏马尔的怒吼却再次传来 给我死 就在鬼地错愕之际 夏马尔的身子如同炮弹 一般从冰屑中冲出 手中三叉戟上凝聚出的恐怖电光 喷射而出 直接将鬼地的身子击碎 鬼地的身子再次凝聚在 五米开外的位置 看向夏马尔的眼神中 多出一抹凝重 刚才明明以极寒之兵 洞彻了夏马尔 不出意外 他应该会和冰山一同碎裂才对 没想此时的他 竟然没受一点伤 防御之强 简直让人咋舌 夏马尔嘴角上扬 细写道 我可是上谷之高神 早已修得不死不灭之身 无论面对怎样的攻击 我都不可能死 现在轮到我了 灭世之谷 说完 只见夏马尔将手中的太谷抛了出来 太谷离手之后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大 待其落地时 已然变成了篮球场一般大小 蹦 夏马尔跃至太谷之上 一道如同惊雷一般的鼓声 顿时炸开 声波中蕴含的力量散开之际 地上的杂草 直接化为碎界阳起 薛洪也受到了声浪的波及 就如同被人一拳 砸在胸口上一般 蹲地就喷出一口鲜血 急忙抬头看去 却见夏马尔单脚立于鼓面 两条右臂握拳上扬 两条左臂下垂 感受到所有人的目光 都汇聚在自己身上后 夏马尔竟是咧嘴一笑 随即站在鼓面上边唱边跳 多冷了 我在东北玩泥巴 虽然东北不大 我在大连没家呀 薛洪看得一脸猛逼 原来之前的白象电影 真没有骗人 这些家伙 真的能在战斗 保持着激昂的笑容中尬舞 可就在这时 一道道恐怖的力量 也以太谷为中心散 所过之处 飞沙走时 地面更是散出数条 深不见底的裂缝 远处观战的百姓们 早已被声浪震晕 纷纷倒在地上 看着地上的裂缝 向人群扩散 薛洪也顾不得疼痛 准备前去营救 可刚跨出一步 抖动的地面 直接将其震起一米多高 脚下根本没有发力点 惊慌之下 薛洪只能看向鬼弟 急忙喊道 嫂子 这家伙是要毁灭这脸 快制止他 不然那些百姓都会掉进的 鬼弟冷眼一瞥 他们的死活 与我何干 薛洪一时雨色 也对 他是应恶而生的恶鬼 怎么会对人类 有一点怜悯之心 道理他都懂 可是当鬼弟亲口说出时 心中竟有了一抹失落 你好歹也是风哥的老婆 不能那么铁石心肠 闭嘴 鬼弟愈怒地立喝一声 随即便将目光 看向了场中的夏马尔 薛洪咬牙道 你始终相信 你既然和珊瑚同出一体 就不会那么冷血的 鬼弟眼角寒光闪烁 我让你闭嘴 薛洪只能低下了头 一副落寞的表情 算了 可就在这时 却听鬼弟沉声道 这家伙的骨有诡异 声波散开 会暂时引得鬼气颤动 让我无法凝聚出有效的攻击 若是想阻止他 只能调动我体内的本命鬼气 发动一次致命的攻击 薛洪喜出望外地 看向鬼弟 没事 办法总比问题多 我们可以 从他的骨下手 鬼弟瞥了他一眼 接着说道 没用 他也是不死不灭之躯 即便是碎了那个骨 他还有其他手段毁灭这里 但若是我调动了本命鬼气 还没有对他造成有效的伤害 就再也没了对付他的手段了 薛洪顿时眉头紧锁 一脸复杂地看着太古上尬我的夏马尔 一时间也陷入了沉思 片刻之后 紧锁的眉头突然舒展开 我有办法了 文言 鬼弟顿时面露不悦 好在夏马尔 似乎已经沉浸在了自己的舞蹈之中 完全没有听到薛洪的话 有屁就放 小点声 薛洪歉意地笑了笑 随即说道 在众神觉醒的时候 我们曾经调查过各国的神话 即便是师婆 也有缺陷 鬼弟眉梢一条 看了看一脸雀跃的薛洪 再看看远处的人群 冰冷说道 你要是想看着他们 全部掉入地缝中 你就继续跟我绕关子 薛洪急忙说道 在白象的神话背景中 师婆曾吞下足以毁灭世界的毒药 也是因此 她的颈部变成了青色 若是我猜得没错 她也没有办法化解那些剧毒 而是将其分散封印在了颈部的肌肉组织中 若是可以 你可以对她的颈部发起致命一击 将她储存的剧毒全部打散 到时候毒素扩散 她估计也活不了 鬼弟顿时柳眉井咒 若是 估计 这就是你的答案 薛洪也只能复杂地点了点头 这样做兴许有很多隐患 但也是目前能阻止这家伙唯一的办法 鬼弟瞥了她一眼 随即一脸凝重地看向下马尔 但愿吧 反正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死 而你 将为一切后果买单 话音落下之际 鬼弟已然化为一道虚影向太古冲去 薛洪一脸复杂地看着她的背影 嗯 谢谢 正在尬武的下马尔感受到迎面来的寒意后 不由咧嘴一笑 在如此强大的震动下 竟然还能发动攻击 还真是小看你了 嗯 话音刚落 鬼弟已至跟前 此时的她身形如同利剑一般袭来 没有任何华丽的攻击 只是抬手 一直指向下马尔的颈部 只肩凝聚出一截 只有一寸长的冰锥 当下马尔看到鬼弟攻击的方向时 顿时面色一凝 双脚在骨面用力一蹬 弹起竖杖高度 四条手臂更是死死地挡在颈部前面 想一此挡下鬼弟的攻击 然而诡异的一幕再次出现 就在下马尔以为那冰锥会被自己的皮肤震碎时 却见他竟然直接透过了自己的手臂 精准地刺在了他的颈部 恐怖的含义 顿时从颈部扩散开 直冲大脑 让下马尔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而鬼弟轻轻一掌 也拍在了下马尔的颈部 啪 下马尔倒飞出去的同时 被冻结的血肉 直接从内部碎裂 原本储存的剧毒也随之扩散 倒地之后 下马尔急忙起身 四肢手臂同时捂住自己的颈部 面露痛苦之色 不断干呕 呃 呃 啊 下一刻 只见下马尔的脸和身上的肌肉 也变成了青色 口中更是不断一出黑烟 薛红一脸狂喜道 你看 我没说错吧 有效果了 鬼弟也松了口气 若是这一击没有生效 那他必将面对下马尔的怒火 虽然不可能死去 但一场折磨也是少不了的 没了鼓声的侵扰后 鬼弟也能再次驾驭天地间的鬼气 脸色再次变得傲然 所谓的上鼓之神 也不过如此 就在此时 下马尔的体表 却冒起了浓烟 牵强地抬起头 一脸怨毒地看着鬼弟 含糊不清地说道 我 我说过 我可是鼓神 不死 不灭 呃啊 怒吼声传开之际 下马尔体表 顿时燃起赤红色的火焰 可诡异的是 他的身子非但没有倒下 反而开始向上疯涨 面对我最强的一项 林家像 而你 卑微的邪碎 必将连同这个世界 一同葬身在林家之火下 话语间 下马尔的身子 已经长出了千丈的高度 如同一根井口粗的铁棍一般 直冲天际 树立于天地间 见状 鬼弟不由微微一愣 正要开口 却见那漆黑的铁棍 竟然开始泛红 随即露出赤红色火焰 一阵阵恐怖的热浪 随之散开 周围的草芥 瞬间化为飞灰 地上的石块 都被烧了通红 鬼弟顿时柳梅紧锁 一抬手一扬 换出一道巨大的冰墓 挡住铁棍上 散发出的火焰 这又是什么东西 薛红不可置信地看着柱子 独自念叨道 完了 没想到这玩意儿 也是真的 看着冰墓上 不断被融化的血水 鬼弟顿时没好气到 我问你这东西 到底是什么 薛红也回过神来 而这次 他也仿佛任命了一般 一脸复杂的摇头说道 林家像 他的一种化身 同时也是师婆的根 雄壮之气的象征 传说中无敌的存在 就连恒河之水 都是从中溢出来的 就在鬼弟和薛红错愕之际 那高耸入云的林家上 突然燃起雄雄烈火 滚滚热浪散开 大地瞬间被烧得漆黑 整个天空都变得通红 焚烧吧 只有将这个罪恶的世界 焚烧殆尽 才能孕育出新的 纯洁的世界 夏马尔的癫狂的怒吼 响彻天际 体表的火焰也越发灼热 薛红一脸焦急道 我们得赶快想办法阻止他 这家伙完全疯了 他是想毁掉整个世界 文言 鬼弟依旧默不作声 只是抬头看着硕大的林家 陷入了沉思 就在这时 边上传来一个虚弱的声音 别指望他了 他是恶鬼 最希望的就是看到这个世界毁灭 还不如让我试试 能不能将其斩断 薛红回头一看 正是夜渊 他用力地将古剑撑在地上 勉强能扬起身子 周身鬼气与灵气混杂在一起 显然是做出了殊死一搏的打算 荡剑 千 不等李子出口 就见鬼弟轻轻扬了一下手 顿时刮起一阵阴风 将夜渊的身子卷了倒滚出去 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 不要出来丢人现眼 夜渊在地上连滚了几圈 勉强稳住身形 一脸凶恶地看着鬼弟 可是在对上那冰冷的毛子时 也只是咬牙道 说我 那你倒是制服 那个怪我 鬼弟眼角一寒 那你就看好了 冰山地狱 开 话音刚落 鬼弟身后的空间顿时撕裂开 一股极寒之风 瞬间从中涌入 冰天雪地 以及那由无数恶鬼堆砌 而成的冰山地狱 再次问世 今天 就让我看一下 是我的极恶之寒 将你冰封 还是你这灵家之火 更胜一筹 鬼弟话音刚落 冰山地狱中 再次爆发出极寒之气 如同潮水一般 倾泻而出 夏马尔显然也感受到了异样 周身 直接变成了暗红色 极寒之气 与焚天烈焰交织在一起 阵阵白雾腾空 却又立刻消散 两股力量同样强大无比 似乎根本分不出强弱 僵持片刻之后 夏马尔却是先开口了 罢了 你我体内都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且有不死不灭之躯 照这般下去 也分不出胜负 受伤的也只是这里的百姓 不如 我们都罢手如何 文言 鬼弟却是冷冷一笑 当他开启冰山地狱后 就没有想过让其闭合 既然都是不死不灭之躯 你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还是说 你那不死不灭是假的 夏马尔冷哼一声 哼 我只是担心 你们华下这些无辜的生命 受到波及罢了 我劝你 不要不知好歹 话虽然说得强硬 但明显有些外强中干的感觉 而且细细看去 发现这参天铁柱 竟在微微颤动 见状 鬼弟心中已然有了定论 这诗婆神的神力确实强大 但夏马尔却不能将其运用到极致 他体内肯定也需要类似灵器一样的东西 来催动技能和变相 而现在的他 显然有些撑不住了 什么无敌的存在 什么雄壮之气的象征 这就不行了 还不如楚 话音未落 鬼弟突然就感觉说错话了 果不其然 侧头一看 薛红那小子都在一脸期待地看着他 与鬼弟对视的一瞬间 薛红就不由脸了咧嘴 可 嫂子 风哥的强大 我们有目共睹 但这种场合说这种话 似乎还是不太合适 鬼弟急忙将头转过去 我说的是 这林家 还不如楚风手里那狼牙棒 闻言 薛红更是一脸惊愕 啊 你们连那东西都用上了 这 玩得也太野了呀 鬼弟后草牙都咬碎了 本想辩解一下 却没想到越描越黑了 你再敢多说一句 我现在就给你死 还有 刚才我说的话 你最好忘掉 对你没有好处 薛红被吓了浑身一颤 啊 嫂子 你说什么了 你刚才不是一直在对抗师婆什么 哪有时间讲话 鬼弟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随即抬手一扬 只见冰山上 顿时冲出树道寒冰铁锁 净直缠在了林家之上 厦马尔顿时发出一阵惊恐的怒吼 你要干什么 放开我 随着铁锁用力 那高入天际的林家竟被缓缓拖动 在地上划出一道巨大的凹痕 见状 鬼弟嘴角不自觉上扬 我这冰山地狱中恶鬼无数 所谓的古神道还是第一个 一边的薛红也来了精神 化为一束棱光 出现在林家和鬼弟之间 用自己微弱的力量 用力跟着拉铁锁 可眼看林家离自己越来越近 却发现 远处竟然多出一个人影 正在向这个方向走来 薛红眉头猥琐 待看青来者身影时 便急忙喊道 秦叔 你怎么来了 快来帮忙 我们马上就能把这家伙 封在冰山之中了 秦怀翼不急不缓地走来 目光带着一丝寒光 嘴上却挂着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 别急 我这就来 就在秦怀翼话音落下之际 他的周围顿时燃起一大片 暗红色的火焰 如同浪潮般 向场中涌去 看着那火焰 如同莲花般不断绽放 薛红顿时心头一紧 这秦怀翼的实力 他是知道的 以他的能力 根本不可能 换出这般强大的烈焰 而且 这火海来势汹汹 似乎并不是 只想灼烧灵家那么简单 果不其然 红莲夜火掠过灵家底部后 并没有停下的意思 静止向薛红的方向盖了过去 薛红心头一紧 急忙化为 棱光闪开十多米 再次回头 只见鬼地已经被那火海包围 可即便如此 火势还是没有停下 竟是向着人群的方向涌去 薛红顿时怒骂道 秦怀翼 你到底在干嘛 秦怀翼一脸淡然地笑了笑 抱歉了小红 今日之事 不可外传 为了保密 自然不会放他们离开 等我解决了这个女鬼 我再跟你细说 尼特马 薛红正准备张口大骂 可是当看见 火海离人群只有百米的位置时 只能化为 灵光冲进人群中 夹着两个人就向外逃 可当他把两人 送到安全的位置时 回头一看 那火海离人群 只有五十米不到的距离了 人们也总算回过神来 纷纷露出惊恐的表情 转身逃走 火 火来了 快跑啊 救命 救命 他们逃跑的速度 远比不上火焰蔓延的速度 看着人群和火海的距离 被不断拉近 薛红只能再次咬牙冲进人群 尽可地救人 可是他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有限 来回两圈的功夫 火海离人群 只剩不足十米的距离 这可是近万人 若是被火焰掠过 必是一地枯骨 不 不 秦怀意 快停下 你不能这样 你到底要干什么 薛红的怒吼响彻全场 而就在他都快要崩溃之际 一个黑影突然出现在人群的后方 薛红急忙看去 正是叶渊 此时的叶渊只剩半截身子 用尽全部力气 用鼓剑将自己的身子撑了跃起 荡剑牵连 叶渊的力和响起 一道巨大的剑气落下 将火海与人群中 斩出一道巨大的裂缝 红莲火海 如同潮水一般 不断陷进裂缝之中 人们也暂时脱险了 叶渊的身子 在地上连滚几圈 被赶来的薛红急忙稳住 叶渊 你没事吧 叶渊摇了摇头 并未多言 而是目光凛冽地 看向远处的秦怀意 秦怀意 你竟然对无辜的平民出手 你到底居心为何 秦怀意也注意到了这一幕 不屑吃笑道 有这个功夫 还是先担心一下你们自己吧 叶渊眉头紧皱 正要说话 却见那红莲夜火 竟然像是具备生命一般 从巨大的裂缝中 缓缓爬了上来 这 不等叶渊说话 薛红就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转身就逃 并对前面停下的人群吼道 跑 继续跑 不要停下 见状 秦怀意也总算将目光收了回来 轻蔑地看了一眼边上的林家 一脸嫌弃道 没用的东西 连这么一点事都办不好吗 下马儿也不甘示弱道 别废话 这恶鬼绝非等闲 你我必须联手 闻言 鬼帝的神色也逐渐凝重了起来 鬼帝周身被红莲夜火包裹 体内的鬼气不断一出 抵抗红莲夜火的灼烧 本想用力将下马儿拉进冰山地狱 可是铁锁却被红莲夜火烧的通红 用力一拉 直接崩断 挣脱束缚后的下马儿 再次恢复成了本来的模样 正一脸恶毒地看着他 邪碎 今日 我必定让你永世不得轮回 鬼帝轻蔑地瞥了他一眼 随即看向了一边的秦怀意 没想到 你堂堂四大家族的组长 竟然会联合一个外人 屠戮自己的人名 我很好奇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秦怀意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却是没有直言 他追求的自由 需要绝对的力量来支撑 在得知下马儿获得了师婆的力量后 便暗中与之接触 想要用他的基因 从中提取神力 加强己身 下马儿欣然答应 但代价是让华夏的子民 信奉自己成为唯一的真神 对此 秦怀意直接就答应了下来 但有着其他三大家在 下马儿自然不能大张旗鼓地进入华夏 于是秦怀意便答应他 若是遇到麻烦 他就会全力相助 秦怀意本以为会和下马儿在上京见面 却没想到这家伙才入境 就被拦住了 而且拦他的 竟然还是鬼弟 秦怀意虽然没有说话 但鬼弟却已经听到了他的心声 嘴角微微上扬 戏谑笑道 为了你那所谓的自由 竟然搭上那么多人的性命 你比我更像个鬼 要是让楚风知道 你这道貌岸然的背后是这番龌龊的心思的话 也不知道他会把你撕成几件 文言 秦怀意眼中顿时闪过一抹阴寒 但随即却是咧嘴一笑 放心 只要你们全都死了 那我依旧可以继续保持 我道貌岸然的形象 倒是你 能窥探我内心想法 这个能力不错 待我提取 你的能力之后 会好好利用的 鬼弟眼角一寒 就凭你俩 狗胆包天 话音落下之际 鬼弟周身顿时爆发出磅礴鬼气 将红莲夜火吹得不断摇曳 眼看红莲夜火即将熄灭 一道白色的火焰 却突然出现在了鬼弟眼前 鬼弟顿时心头一紧 这白色火焰无声无息 温度更是比红莲夜火都高出数倍 这让鬼弟都感觉到了一丝危机 磅礴的鬼气 在与白色火焰触碰的一瞬间 便溃散 而鬼弟也因为躲闪不及 直接化为水气散去 白米之外 一团漆黑的鬼气 再次凝聚成鬼弟的样子 此时的他 眼中只剩凝重 情怀义同样诧异地 看向旁边的夏马尔 却发现 这家伙的额头上 竟然长出了第三只眼睛 那白色火焰 便是从中涌出的 夏马尔一击得手 脸上再次露出一抹傲然 神眼可是我最强大的武器 只要睁眼 白色神火便足以毁灭世间一切 这本是留给楚风的见面里 但是你那细血的眼神 让我很是不爽 只能让你先体验一下了 此时的鬼弟 再也不见从容之色 在发现那白色火焰之时 他便急忙关闭了 冰山地狱大门 可没想到 还是被一缕火焰窜了进去 那白色神火 确实和夏马尔说的一样 即便在冰山地狱那种极寒之地 依旧还在燃烧 冰山地狱是他的半生鬼狱 若是放任那神火继续燃烧 冰山融化 他也会受到重创 现在唯一的办法 便是杀了夏马尔 阻断他的施法 可是这家伙 在睁开第三只眼睛后 实力大增 更何况边上还有一个秦怀翼 竟然还敢分神 你好宽的心啊 夏马尔眼角一寒 神眼之中再次冲出白色神火 直冲鬼弟 鬼弟丝毫不拒 静直冲向了白色神火 哼 鬼弟的身子再次被烧成水汽散去 再次凝聚出身体时 已然出现在了秦怀翼的身后 只见凝聚出一冰刺 静直插向秦怀翼的背心 刺 尖锐的冰刺不出意料的 刺秦怀翼的肌肤之中 在没入他血肉中时 恐怖的寒意爆开 瞬间将秦怀翼的胸腔位置 直接冻结成了冰块 鬼弟面色一凝 收回手指 又是一记秀拳 砸在秦怀翼的背后 碰 只见秦怀翼的胸腔瞬间爆开 化为无数星红的冰渣散落一地 呼 鬼弟总算松了口气 秦怀翼实力不如夏马尔 一手红莲夜火 还必须让他调动鬼气抵抗 如今解决了他 就可以专心对付夏马尔了 可就在这时 秦怀翼却突然回过头来 声东击西吗 好手段 可是你选错了对象啊 与之对视的一瞬间 鬼弟不由一愣 只见秦怀翼的眼睛 竟是和暴走时的处风一样 漆黑无光 再看他胸腔的位置 原本被击碎的血肉 竟然恢复如初了 就在鬼弟分神那一刻 秦怀翼带着一抹凝笑 一拳轰出 鬼弟本能地抬手抵挡 却被那强大的力量 直接轰飞了出去 牵强稳住身形 一条手臂已然变成了碎冰 快快脱落在地 鬼弟不可置信地看着秦怀翼 眼中净是愕然 他不知道 这家伙为何会具备 处风那种近乎无解的力量 和愈合能力 更不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办 可是秦怀翼和夏马尔 却不会给他思考的时间 两人面色一凝 静止就向他冲了过来 鬼弟心头顿时一紧 他可以利用鬼气 与他们二人周旋 但这样下去的结果 只会不断消耗他的鬼气 导致他实力越来越弱 到时候 那恶棍都不知道会怎么嘲讽他 该死的 现在也只能拼了 就在鬼弟准备放手一搏之际 却见秦怀翼和夏马尔 突然停下了脚步 而且 眉宇中也多出一抹凝重 鬼弟看得一愣 正要说话 身后却传来一个愤怒的声音 星号 可以啊 小兔子 几天不见 都学会打女人了是吧 这么的 打得还是老子的女人 一声怒吓 引得众人纷纷侧目 魁梧的身子 跨坐在一只巨大的狗头恶鬼身上 肩抗鬼哭神嚎 脸上依旧是那副猙獰的笑容 眼中胸光闪烁 嘴角却是过度上扬 显得脸上那抹刀疤 更加瘆人 蹭亮的大光头 刚好挡住落日余晖 拉出一大块阴影 让所有人都深陷其中 秦怀翼急忙停下脚步 在看到楚风胯下的虚狗 正一脸怨毒地看着他时候 心中顿感不妙 相比之下 当下马尔再次见到楚风时 更是本能地后退了两步 一脸巨异 见对方正在看着他 更是不自觉地避开他的目光 他曾经幻想过 无数次如何对付楚风 甚至在获得师婆的神力之后 都幻想过他 跪在自己身前忏悔的场景 但没有想到 这家伙明明什么都没做 只是一出场 那恐怖的压迫感 就压得他抬不起头 不对 我现在可是最强的神 我是师婆 我不能畏惧 我要直面你 我要将你带给我的内心阴霾都抹出 只有这样 我才能成为这世间唯一真神 想到这里 夏马尔急忙调整呼吸 再次咬牙看向了楚风 呼 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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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楚风顿时面色一沉 同龄般的双眼 瞬间布满血丝 张口一吼 如同虎啸 你特别要干嘛 挺难吼啊 夏马尔顿时浑身一颤 酝酿了半天的情绪 瞬间溃散 心虚地看了楚风一眼 随即急忙低下头 四条手抱在一起 不断搓手 这 这 我 我 我要挑战你 说完 夏马尔就心虚地看了楚风一眼 当看到楚风全身肌肉已然隆起时 又赶紧把头低下 不好意思 我承认 我刚才说话的声音是有点大 但我就是要挑战你 对 就这样 看着他说着说着 脚都开始打颤了 楚风不由咧了咧嘴 正要说话 却听远处传来一阵欢呼 大家别跑了 是光头恶棍 我们有救了 风哥 那性情的勾结 那怪物 他们要杀了我们知道吗 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 楚风侧头一瞥 正好看见人群前方的薛红 也在看着自己 不由轻声笑骂道 丢人现眼的东西 那么久没见了 还在SS集 对得起你那发型吗 薛红根本听不见他说什么 但看他表情 也猜到了大概的内容 嘴角微微上扬 灿笑着摇了摇头 骂吧 只要你能来 怎么骂都行 相隔千米的对视 让楚风不由升起一身鸡皮疙瘩 急忙回过头来 却发现 鬼帝还在紧绷着身子 背对着自己 此时的鬼帝 还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 那么的 打的还是爷的女人 爷的女人 人 当那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鬼帝 如同遭受雷击一般 愣在原地 脑中更是不断徘徊着 那个恶棍的声音 他的女人 他说我是他的女人 不对 谁是你的女人了 我可是十方鬼帝 就算是你的女人 你也得叫我女王大人 呸 该死的 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连怎么还有些发烫了 我该怎么办 要不还是回鬼域里面 冷静一下吧 就在鬼帝举足无措之际 楚风略带不满的声音 再次传来 洗衣做饭一样不会 一天打打杀杀 哪里还有个女人那样 洗衣做饭 我 啊 鬼帝脸色顿时一寒 可还来不及做出反应 就被楚风蛮横的一把拉了 坐在他的身前 搂在怀中 一时间 鬼帝入座针扎 浑身僵硬 你 不等他话音落下 楚风就将头靠在了他的肩膀上 咧嘴笑道 打架这种事交给我就行 帮我热好菜 回来就吃 沉重的呼吸声吹在耳边 顿时激起鬼帝一身鸡皮疙瘩 正要说话 却见楚风魁梧的身子 从虚狗背上一跃而下 扛着鬼哭神嚎 就向秦怀翼和夏马尔的方向走去 见状 鬼帝也总算松了口气 忧愿地看了看楚风 瞠怒道 蛮横无礼 自以为是 让那俩家伙烧死你就好了 让我洗衣做饭 真当我是需要依偎着你 才能活得狐狸精吗 还热菜 哪有什么菜 就在他抱怨之际 却听下方的虚狗 传来一声叹息 老大 如果我猜得没错 风哥说的菜 应该说的就是你吧 我 我是菜 我 鬼帝微微一愣 下一刻却是仗红了脸 看着楚风的背影 又羞又怒 久久说不出话来 看着楚风向自己大步走来 秦怀翼面色也逐渐阴沉 楚风 你的国籍早已被开除 华夏发生的任何事 都和你无关 现在 我要求你立刻离开 话音未落 却见楚风猛地冲出两步 腰部一扭 鬼哭神嚎 顿时脱手而出 化为一道黑光迎面砸来 给我死 化 鬼哭神嚎 化为一道黑光掠过 力道之强 竟让空气都为之动荡 瞬间便出现在了秦怀翼的跟前 厦马尔时刻注视着楚风的一举一动 见其出手 下意识就向边上躲去 并急忙提醒身边的秦怀翼 快闪开 可就在他侧头之际 却发现秦怀翼并没有做出任何闪避的动作 反而是用双臂挡住了脑袋 一个马步扎下 做出了一副防守的动作 碰 鬼哭神嚎 牢牢地撞在秦怀翼的双臂上 愣是将他砸了平滑出去近十米才停下 恐怖的撞击 让他的双臂当场断裂 鱼力更是将其胸腔砸了凹陷进去一大块 黑血不断涌出 显得格外恐怖 可即便如此 他却没有倒下 大口地喘息了两口之后 嘴角竟是浮现出一抹猙獰的笑容 抬头之际 漆黑的眼中只剩浓浓的战意 嘿嘿嘿 楚风 你倒是多用点力啊 要是这就是你的全部力量的话 那我今天就要跟你说抱歉了 话音落下之际 秦怀翼的伤势 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愈合 碎裂的骨骼自动拼接 肌肉组织更是像一条条线虫一般不断交织 不过片刻功夫就已经恢复如初 双拳一握 流线型的肌肉上顿时布满了条条青筋 关节处不断传出咯咯咯的声音 场中更是多出一抹狂暴的气息 见状 夏马尔心中也不有闪过一抹错愕 经历过浮空倒一战的他 深知那对黑童代表着什么 却没想到 秦怀翼也具备那种无可匹敌的蛮力 他知道秦怀翼肯定有杀手锏 但没想到这家伙 竟是藏着和楚风一样的力量 要是早知道这点 他还怕个毛的楚风 楚风 之前你带给我的屈辱 我今天必将无数倍奉还于你 说着 夏马尔周身的灵气也开始翻涌 身子缓缓飘至半空 五头四臂伸展开来 身后子电交错 雷声震震 两者身上恐怖的威压散开 惊得远处众人心头一紧 可是楚风脸上 依旧是挂着那副争鸣的笑容 双眼死死地盯着情怀翼漆黑的双眼 眼中只有期待 无敌已久的他 早已目空一切 所谓的超凡觉醒者 亦或是真神降临 都不能入他的眼 楚风深刻地知道 他最大的敌人 就是体内那几个不安分的神石 而秦怀翼获得了他抱走的力量 正好可以让他直面体验一下 这份力量的强大 那你可别让我失望了 楚风眼角一寒 手心虚握 鬼哭神嚎自动回到手中 随即迎面向二人冲出 见状 夏马尔怒喝一声 就准备迎上去 可是还未动身 却见秦怀翼 已然化为一团黑光冲出 只见楚风双手持棒 照着秦怀翼的脑袋 就是一棒落下 秦怀翼一脸疯狂 竟是一头撞了上去 碰 巨大的撞击声传开之际 楚风连退数步才停下 而秦怀翼却是只退了一步 感受到手腕处传来的一阵酥麻 楚风不由低头一看 只见虎口的皮肤都被崩裂 血液从中缓缓流出 结结结 久违的感觉 不愧是我的力量 能伤到我的 也只有你了 再来 闻言 秦怀翼脸色更是阴沉 刚才那次撞击 看似是他占了上风 但明显有些装逼过头了 那家伙用的是狼牙棒来打 而他用的是天灵盖去抗 一棒子落下来 两道鼻血都被震了出来 现在脑瓜子都还在嗡嗡嗡的 虽然伤势会被瞬间愈合 但那滋味实在是不好受 不等秦怀翼做好准备 鬼哭神嚎已然再次落下 无奈之下 只能再次硬着头皮顶了上去 碰 碰 碰 楚风不断挥舞着鬼哭神嚎 越战越勇 而秦怀翼也舍弃了技能 完全以利汗力 恐怖的撞击声不断响起 震慑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内心 一旁的下马尔越看越是欣喜 可以看得出 秦怀翼在力量和速度上都占据着优势 就像一台战争机器一般 永远不知道疲倦 反观楚风 他虽然战意盎然 但是体力消耗过大 动作明显比之前迟缓了一些 败落只是迟早的问题 就在这时 秦怀翼也找到了楚风的一处破绽 一脚踹在了他的腰间 谁料楚风也是一记百拳 将秦怀翼的下巴砸碎 秦怀翼顿时大怒 一下将楚风撞了退出几步 正准备乘胜追击 却见楚风的眼中 竟是闪过一抹黑光 卑微的虫子 就凭你 也敢与我决裂 吼 楚风一声怒吼响彻全场 惊得下马尔身后的雷电 都瞬间溃散 正和楚风交战的秦怀翼 更是耳膜都被震穿 两行黑血 沿着耳垂就溢了出来 就在秦怀翼分神的瞬间 楚风一记百拳 就砸在他的太阳穴上 下一刻就见他的身子 如同炮弹般 飞出百米有余 当积压依旧的怒火再次燃烧 楚风的暴走形态 比之前更加强大 全身肌肉高高隆起 清金盘踞 皮肤上竟是映出 黑药石般的光泽 吼 远处的百姓 皆是一脸惊恐的表情 不自觉就回退两步 叶渊一脸复杂道 这家伙不是说 想用秦怀翼来验证 自己的力量吗 怎么突然就暴走了 薛红则是不以为意的一笑 明显是打着打着就急眼了呗 真要说话算话 他还当个毛的恶棍 秦怀翼浑身是血地倒在地上 脑袋更是扭曲得 像是一个歪瓜一般 全身上下传来让人崩溃的痛 然而他的脸上却是在笑 嘿嘿嘿 这就对了 把你最强的力量发挥出来 然后再由我将你击倒 撕碎 话音刚落 楚风的身影已经化为一道黑光 出现在他的跟前 双手抱拳 罩着他那恶心的嘴脸 就砸了下去 一边的厦马尔顿时心头一紧 急忙上前营救 可让人没想到的阴雾 却再次发生 只见秦怀翼双手反撑 做出一个鲤鱼打挺的动作 身子突然抱起 一脚正中楚风的胸口 碰 一声闷响传开 楚风的身子 愣是被蹬了倒飞出去似无米远 细细一看 胸膛上都出现一个凹陷的鞋印 就在楚风刚刚落地之际 秦怀翼再次冲出 双手凝聚出红莲叶火 猛地拍在楚风的胸前 碰 楚风再次受窗 身子再次倒退两步 周身更是被红莲叶火所包裹 红莲叶火 本就是一切邪恶的克星 在感受到楚风身上的浓郁诡气时 顿时暴涨 颜色更是变成了暗紫色 散成火海 吼 听着火海中不断传出的利吼 秦怀翼眼中的傲然也不再保留 一头失去理智的野兽 即便再强 也会败倒在人类的脚下 这就是我比你强大的地方 具备你的力量 加我一身神迹 普天之下 谁还能再束缚于我 说完 秦怀翼抬起右手 用力一握 给我宁 话音落下 包裹楚风的火海 瞬间向他汇聚而去 火焰的颜色更是紫地发黑 仿佛要将其彻底烧成灰烬一般 极致的高温之下 周围的地面瞬间被烧焦 感受到迎面来的热浪 薛红和他身后的百姓 都为楚风捏了一把汗 离楚风更近一些的鬼地 更是心头一紧 原来这秦怀翼之前一直在藏桌 这样的温度 即便是他冰山地狱之中的 极恶之寒 也未必能够抵抗 那光头又怎么承受得了 不行 再等下去 即便是金属都会被烧成青烟 我必须得出手 就在鬼地准备出手之际 却听虚狗用笃定的语气说道 别担心 老大 这点小火苗 怎么可能奈何得了风哥 他的强大 远超我们的想象 鬼地面色一将 一记秀全 就砸在了虚狗的脑袋上 闭上你的狗嘴 我怎么可能担心那个恶棍 我只是 好 话音未落 一声痛嚎 便从火海中炸响 引得众人心头一紧 秦怀翼一脸痴狂地 看着红莲火海 吃笑道 痛了 知道痛就对了 这还只是开 十字还未落下 秦怀翼就见一个漆黑的魁梧身影 从火海中删出 眨眼就出现在了他的跟前 仰头一看 正好对上楚风那漆黑无光的毛子 给我 死 楚风的拳头 如同炮弹一般轰出 正中秦怀翼面门 哇 秦怀翼瞬间倒飞出去 半空中的他 脑中还有着万千疑问 不可能的 即便是我唤醒狂暴力量 在面对顶级的红莲夜火 也会受到致命的重创 为了困住他 我还刻意凝聚出数十道火墙 蛮力根本不可能撼动的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秦怀翼的身子 重重地摔在地上 溅起一地灰尘 就在他准备起身时 一个魁梧的身影 已经站在了他身前 将其笼罩在阴影之中 秦怀翼仰头一看 正是楚风 遭受红莲夜火的烧灼之后 楚风的皮肤大片翻卷 甚至还有不少地方 还有红莲夜火附着在他的皮肤上 将伤口中的血液 稍得不断冒泡 本来就粗狂的脸颊 因为愤怒和疼痛 显得更加扭曲 两排牙齿紧咬在一起 不断发出咯咯咯的声音 与之对视的一瞬间 秦怀翼顿时感觉 被一只深渊中的野兽 锁定了一般 狂暴凶残的气息 如同一只紧握他心脏的大手 仿佛下一刻 他就会遭受 这世间最绝望的痛苦 你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就在秦怀翼震惊之际 楚风再次抱着双拳砸下 没有智慧的畜生 忘记之前的疼痛了吗 你 秦怀翼再次做出 准备像上次一样 将楚风踹飞 可当双脚踢中楚风胸口之时 却是面色一僵 双脚之上 感觉像是踹在一座 倒塌下来的山岳上一般 恐怖的力量盖下 直接将其半截身子 硬生生压进土里 只有半截身子在外面 楚风双拳落空 更是怒不可遏 抬脚便踹在了秦怀翼的腰间 咔嚓 哇 骨骼碎裂的声音传开 秦怀翼整个身子 就像是从插土里的 窜天猴一般飞出 该死的畜生 半空的秦怀翼 强忍痛楚 想稳住身形 可还不等他落地 楚风已然化为一道黑光 出现在他身前 大手掐住他的脖子 用力砸下 直接砸出一个深坑 秦怀翼在融合了 楚风的体能之后 体能也到达了 一个恐怖的高度 刚一落地 便挣扎着想逃走 好 楚风见到猎物 还在动弹时 一身戾气更是暴涨 沙包大的拳头 更是如同疾风骤雨般 不断落下 完全愣在了原地 原本以为 神力就是这个世界上 至高的力量 但跟暴走的楚风比起来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不对 别说是楚风了 就算是现在秦怀翼的恢复 以及防御能力 也让他望尘莫及 就在夏马尔分神之时 秦怀翼总算是撑不住 开始求援 马德哥阿三 你肯定不出手 我俩都得死在这里 闭嘴 我可是至高神 夏马尔这才回过神来 怒骂一声后 直接开启神眼 白色神火 从神眼之中 喷尸而出 化为一道白色火柱 砸在了楚风的背上 好 楚风吃痛 猛地回头 看向了夏马尔 夏马尔心中 顿感不妙 本能就想逃走 可就在这时 楚风魁梧的身影 却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 他抬手便是一拳 砸向他的胸口 夏马尔心中大害 他可没有情怀意 那种变态的防御力和恢复力 若是挨上这一拳 神都得被击碎 大惊之下 只能将灭世之谷 挡在胸前 碰 一声闷响传开 灭世之谷的骨魔 直接被楚风一拳打穿 而夏马尔的身子 便像是断线的风筝一般 倒飞出去 夏马尔刚一落地 却见楚风化为一道黑光 静止向自己冲来 只能焕出白色神火 抵挡他的脚步 好 听到楚风发出的痛嚎 夏马尔心头顿时窃喜 如今看来 神火确实能够对楚风 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只要能让他吃痛 那就可以用无尽的神力 将其瓦解 可还不等他勾勒出笑容 楚风的身子 再次毫无征兆地 出现在他的身前 卑劣的东西 给我死 看着那猙獰的表情 夏马尔被吓了 差点忘记呼吸 急忙将三叉戟立于胸前 咔 几身折断 楚风的拳头 直接砸在了夏马尔的胸口上 哇 夏马尔喷出一口鲜血 直接倒飞了出去 落地之时 只感觉全身骨架都被打散了一般 牵强起身 再次看向楚风时 眼中只剩金锯 和不可置信 在遭受楚风 连续两次毫无征兆的攻击后 他脑中顿时多出一个可怕的猜想 是反击 这家伙具备了反击的能力 只要遭受创伤 他就能立刻发动攻击 这是什么 我从没听说有人觉醒过这种能力啊 即便是神 也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啊 一个具备绝对攻击力和防御力的家伙 还有这样变态的被动剂 他凭什么说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怪物 看着楚风向自己冲来 夏马尔本能地后退两步 脚下却是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 直接一屁股坐倒在地 不 不 别这样 啊 见对方离自己越来越近 夏马尔脸上写满了绝望 看着他的拳头落下 更是被吓出了尖叫声 好在就在这时 秦怀翼突然从侧边冲出 一头将楚风状飞了出去 随即一手拉起夏马尔 转身便跑 等下我近战牵制他 你凝聚神火 尽量将其一举烧死 不然我俩谁都活不了 夏马尔急忙点头 侧头看了秦怀翼一眼 脑中顿时闪过一道金光 楚风有一种类似反击的能力 你不是融合了他的基因吗 你有吗 秦怀翼听得一愣 反击 似乎并没有 夏马尔又分析道 按理来说 你和他能力相同 但你并没有将其全部发挥出来 你看楚风 他现在是处于暴怒状态 打法更是拼命 完全失去理智 没有躲闪 全靠蛮力 我猜想 是不是只有你也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 才能激发潜能 秦怀翼眉头微皱 放下所有顾虑 以命拨命 但是 夏马尔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别但是了 你刚才被安在地上打了那么久 不也没事吗 秦先生 现在只有放手一搏了 你要想好 我还可以施展身法顿逃 但是你不行 之前的事情已经败露 无论你逃到天涯海角 楚风都不可能放过你的 既然有着同样的力量 那又何必怕他 秦怀翼脸色越发凝重 瞅了夏马尔一眼之后 突然停下脚步 转身看着快速追来的楚风 咬牙道 啪 我秦怀翼从生下来到现在 就不知道怕为何物 秦怀翼思索一番 眼中顿时多出几分力气 对 既然我和他具备一样的力量 和不灭的躯体 那我又有何畏惧 说完 秦怀翼想着楚风就冲了出去 楚风挥出一拳 他便咬牙抗住 同时给予反击 可谓拳拳倒肉 打得不可开交 一边的夏马尔也深受鼓舞 一脸狂热地看着战斗的二人 眼中战意重燃 对 就是这样 楚风并不强大 吹起了抗争罢了 我可是至高神 只要我用尽全力 怎么可能打不过一个凡人 秦先生 我来助你 说完 夏马尔静止就冲了上去 可还没冲出两步 却突然停了下来 只见秦怀翼扭身一拳 砸向楚风的面门 力道之大 竟是刮出一道禁风 这拳要是落实 即便是城墙都得被打穿 可是发狂的楚风非但躲避 反而张口就咬向了秦怀翼的拳头 锐利的牙齿 瞬间撕破秦怀翼的皮肤 用力一甩头 竟是将其整只手臂都撕了下来 秦怀翼虽是不死之身 但那剧痛感是无法避免的 当即就捂着 胳膊肘痛嚎 啊 你个畜生 此时的楚风 已然犹如绝世大胸一般 双眸漆黑无光 咧嘴一笑 黑血沿着森白的牙齿缝 不断一出 吼 听到秦怀翼的咒骂后 再次发生一声怒吼 一记冲拳正中秦怀翼的胸膛 眼中只剩惊骇 话语间 黑血不断从口中涌出 还不等他说话 楚风便一把掐住了他的脑袋 愣生生地将其从手臂上撕了下来 按在地上 就是一顿豹彩 啊 放手 别打了 啊 随着楚风的大脚不断落下 秦怀翼终于体会到了真正的痛苦 在融合了楚风的基因之后 他确实可以做到 近乎不死不灭的状态 无论受到多严重的伤 转瞬间便可愈合 然而就是这不死的能力 让他痛不欲生 伤势不断愈合 心伤又不断落下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真真切切地痛绝 不断传入大脑 秦怀翼近乎崩溃地大喊道 夏马尔 你他妈还愣着做什么 帮老子啊 啊 夏马尔早已被吓得一脸惨白 哪里还敢上前帮忙 听到秦怀翼的求救后 转身便向后逃走 去尼玛的尊严 去尼玛的至高神 老子不完了 我要回家 看着夏马尔远去的背影 秦怀翼眼中只剩绝望 给老子打了一枪鸡血 结果自己跑了 渐渐地 秦怀翼也放弃了挣扎 如同一滩烂泥般趴在地上 随着楚风拳头不断落下 眼神也逐渐涣散 见状 楚风脸上也多出一抹嫌弃 一脚将秦怀翼的身子踢飞后 愤怒未见 又环视了周围一圈 与之目光交错的所有人都为之一颤 不自觉低下了头 就怕一个眼神 惹得这个凶神不悦 引火烧身 任何生命体的存在 看到人群之后 嘴角顿时勾勒出一个争鸣的笑容 下一刻就静止冲出 鬼弟顿时面色一沉 不行 他的杀戮完全停不下来 姓靴的 让他们赶紧逃 不等鬼弟说完 薛红便已经带着人群撤离 可是在楚风极致的速度面前 眨眼便会被追上 见势不妙 薛红更是焦急 索性就留在了人群后方 该死的 你快醒醒 风哥 醒醒啊 可是楚风完全没有停留的动作 看到薛红后 抬手一拳 便砸向了他的脑袋 就在这时 一道巨大的冰墓 拦住了他的跟前 强行拦住了他的去路 鬼弟突然出现在冰墓后方 一脸冰冷道 现在的他 已经失去了理智 赶紧逃 我来缠住他 呃 话音未落 却见楚风攻下身子 如同一辆坦克一般 撞在冰墓上 哄 冰墓应声倒塌 带冰屑散去 楚风魁梧的身子 已将薛红和鬼弟 笼罩在他的阴影之下 笑容鬼弟竟是感觉心头一紧 见楚风抱拳砸下 急忙调动体内的 极恶之寒 准备抵抗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怯懦的声音 突然传来 唱 唱长 放火烧 你那个家伙跑了 楚风面色一沉 侧头一看 竟是虚狗 虚狗也被那凛冽的眼神 吓了一跳 牵强地挤出一抹微笑 随即指着下马尔逃走的方向 怯声声说道 就那个所谓的制高神 老厉害了 就是从那个方向逃走的 再不追就晚了 楚风顺着虚狗手指的方向看去 突然想起了什么 顿时发出一声怒吼 转头便冲了出去 见其离开 虚狗才看向鬼弟 信心说道 遇到风哥抱走不要慌 转移话题才是正解 千万不要想着硬刚 看着他那略带调侃的眼神 鬼弟直接唤出冰山地狱 掉出铁锁 将虚狗和秦怀翼一起关了进去 此时的下马尔 已然化为一道流光 不断向华夏边境逃走 在目睹了楚风和秦怀翼的战斗之后 他总算知道了 自己和楚风的差距 什么信仰 什么报复 全都被他抛之脑后 现在的他 就只有一个想法 逃离华夏 从此不再踏足这片土地 当远远看见戒杯时 下马尔激动的眼泪都要掉了下来 可就在这时 地面却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颤动 下马尔本能地回头看去 当看到楚风那 争名道扭曲的面容时 险些被吓得 眼泪都掉了下来 此时的楚风 完全如同一只野兽一般 四肢着地 急速狂奔 一双漆黑的毛子 更是死死地锁定了 他逃跑的方向 该死的家伙 怎么那么快 不行 只能拼了 说完 夏马尔更是咬牙狂奔 好在戒杯这边的士兵 和百姓之前 都被他蛊惑成为信徒 所以 没人能够阻挡他的脚步 而戒杯的那头 便是白相国 也刚好在这时 白相国派出的大军 也聚集在了边境 五百辆摩托 整齐地排列在一起 每一辆摩托车上 都承载了一个连的兵力 五百辆摩托 竟然累计五万人 他们每一个 都是摩托车绝活个 时而摆出孔雀开平的姿势 时而立成天梯状 五花八门 应有尽有 再加之一脸严肃的表情 不可谓不强 得知夏马尔一路畅通无阻 并将沿途的百姓 都化为信徒后 白相国也不会放弃 这么好的一个进军机会 可就当他们做好 一切准备的时候 却见夏马尔向他们的方向跑来 为首的白相国将领 皱眉道 真神 他怎么回来了 见状 夏马尔更是大喜 他不指望这些白相士兵 能帮他拦下楚风 但是这些家伙都是活人 只要楚风冲进去 必然会花费时间去杀戮一番 而这段时间 已经足够他逃走了 似及此 夏马尔更是加快了脚步 但没想到 楚风的速度却更快 好 听到身后传来的怒吼 夏马尔回头 便看见 楚风抱拳向他身后砸下 四 夏马尔顿时倒吸一口力量 无奈之下 只能打开神眼 神眼喷出 正中楚风面门 与此同时 楚风的反击再次触发 一记百拳 直接将夏马尔的身子 打了道飞出去 夏马尔急忙扭过身子 将剩余两柄神兵挡在身前 咔擦 两把神兵应声而碎 而夏马尔也成功借助反阵的力量 道飞出近百米的距离 心中大喜的同时 爬起来就施展顿法 再次将距离拉开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 终于冲过了边界线 这一刻 夏马尔总算体验到了一种 劫后余生的快感 但此时的他也并未停歇 咬牙便冲汇聚于此的 白相士兵们怒合道 都愣着做什么 赶紧拦住他 不然这家伙要是过境 免不了一场浩劫 说完 继续狂奔 将领早已就看到了 夏马尔身后的楚风 再一听他的话 心中更是恼怒不已 知道会有浩劫 还在往这里待 这就是传说中的真神 可即便如此 夏马尔在白相国的超然地位 也让他敢怒不敢言 只能下令到 所有人 准备应敌 一时间 摩托车上的士兵们 纷纷掏出兵器 对准了狂奔而来的楚风 可随着楚风的不断靠近 白相国士兵们焦黄的脸 也纷纷变得惨白 地面不断颤动 周身鬼气翻涌 再看那如同野兽一般的嗜血眼神 这家伙真的是个人 好 一声怒吼爆起 吓得几个摩托车绝活哥 直接从人墙上吊了下来 白相将领心中同样畏惧 但还是鼓起勇气上前 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楚风 这里是两国交界 我劝你立刻返回 如若不然 我 操 楚风远远就看见了 这群奇怪的生物 可是此时的他 眼里只有夏马尔 直接化为一道黑光冲过人群 碰 恐怖的撞击之下 再强大的绝活哥 也握不住手中的龙头 一时间 无数白相士兵 和破碎的摩托车零件 被撞了冲天起 惨叫连连 凡人已经无法阻拦楚风的脚步 当夏马尔看到追来的楚风时 更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眼看两人之间的距离 被不断拉近 夏马尔再次顾忌重施 睁开神眼 白色神火再次喷出 但这次不同的是 楚风见其睁眼之际 眼中再次胸光大方 双腿如同紧绷的弹簧一般猛然蹬出 瞬间便出现在夏马尔的眼前 抬起右手 尖锐的指甲 直接刺破夏马尔眉心的皮肤 死死扣住神眼 啊 楚风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求你了 放开我 夏马尔绝望的哀嚎 并未获得楚风的怜悯 只见楚风嘴角露出一个圣人的笑容 随即猛地一拉 一颗不满血丝的眼球愣声声 被他扯了下来 啊 夏马尔倒在地上 抱着血肉模糊的脸不断打断 发出一声声哀嚎 被剥夺了神眼之后 他身上的神力也一丝不剩 此时的他 已然变成了一个普通人 连续两次被剥夺神力 这让夏马尔心中的悲痛远超身上的痛楚 但很快 楚风就帮他解脱了 咔嚓 猛地一脚踏出 骨骼碎裂的声音随之传开 白象国志高神 就此陨落 楚风又左右环视了一圈 发现没有生命体后 证明的表情也逐渐缓和 就在这时 手心中却传来一阵灼痛 摊开手心一看 只见神眼表面的血迹 已经被纯净的火焰烧成了灰烬 夏马尔虽死 但是神眼中蕴含的力量却没有消失 楚风眼中顿时闪过一抹力气 手心一握就想将其捏碎 可就在这时 他却又迟疑了一下 看着掌中的神眼 嘴角还带着一抹若隐若现的笑容 渐渐地 他眼中的黑光渐渐消散 立于原地 看着神眼睡了过去 没过多久 之前被冲散的白象国士兵就赶了过来 当看到楚风脚下的夏马尔时 众人皆是怒目缘争 白象国是一个极度信奉神灵的国度 而师婆更是其中的至高神 师婆神被图 顿时激发了他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怒火 即便是楚风也不能原谅 该死的东西 全军都有 瞄准楚风 准备射击 就在这时 楚风也醒了过来 当回头看见无数摩托绝活哥 用枪管对准自己时 不由微微一愣 再看了看夏马尔的尸体 也就释然了 感情是追这家伙 追到白象国境内了吗 楚风笑着摇了摇头 随即看向白象国的军官 面不改色道 都把枪放下 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白象国军官戏血一笑 咬牙道 楚风 我承认你确实强大 但是你今天杀了我们的至高神 即便我们全部阵亡 也不会让你好受 我们早已调查过你的所有资料 在面对普通人攻击时 你的防御力 并没有面对神鬼神那么夸张 只要我一声令下 他们都会扣动扳机 我就不幸在如此密集的火力覆盖之下 你还能活下来 楚风听得一愣 随即咧嘴笑道 没想到你们分析得还挺透彻 文言 白象国军官更是肯定了自己的判断 表情也更加得意 我劝你放下手中的神眼 主动投降 在你们国家给予足够的赔付后 我兴许还能饶你一命 不等他话音落下 只见一根漆黑的枪管 已经处在了他的脑门上 楚风从轮回之门的准心里 看着他惊恐的小眼神 嘴角一扬 露出一排森白的牙齿 我也不知道 你们开枪能不能打死我 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 我这一枪下来 绝对能把你天灵盖先吠 对于他的话 白象国军官深信不疑 但即便如此 他依旧不肯妥协 不要管我 开火 碰 话音刚落 一声枪响顿时炸开 不过开枪的却是楚风 看着军官的头盖骨冲天起 红白之物顿时洒了一地 楚风耸了耸肩 一脸无辜道 你们也看见了 机会给他了 他自己不珍惜 既然谈崩了 我先开枪 也是情理之中 对吧 白象国士兵们顿时红了眼 大家不要慌 他只有一人 只要我们全部开火 他必定命丧于此 楚风眉梢巍巍一挑 似笑非笑道 感情 你们是以多妻少呗 文言 众爵活歌 皆是戏谑一笑 知道就好 大家听我号令 预备 楚风无奈摇了摇头 看见不远处 正好有一个破落的村子后 嘴角不自觉上扬道 以多妻少 我也正有此意 狗系统 将我旗下员工都调过来 说完 楚风抬手一扬 一道恐怖的鬼气 顿时在村落中炸开 形成一道黑柱 直冲天际 不过片刻功夫 鬼气便全部散去 村庄还是原来的村庄 但细细看去 却又有不同 周围的植被全部枯萎 房屋和围墙上 积满了灰尘 其中死寂一片 阴气森森 白象国士兵 顿时心头一颤 楚风在进化昭和岛的时候 就使用过这样的诡异手段 将巾国神社 变成了一个鬼屋 随后其中便冲出无数的恶鬼 看着他们惊恐的小眼神 楚风嘴角不自觉上扬 楚氏集团白象分部 正式成立 都特么愣着做什么 出来接客了 话音刚落 鬼村之中 顿时传出无数凄厉的哀嚎 就在白象国士兵们 还在惊魂未定之际 无数恶鬼 如同爆米花炸锅一般 从那破落的村子中涌出 数量之庞大 但是他们身上的鬼气 飘至上空 就已经在天上 形成一块巨大的黑暗天幕 无数凄厉的嘶喊 响彻于天地间 引得周围的气温都为之俱降 白象国士兵 皆是愣在了原地 这 这是有多少鬼啊 楚风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别慌 也就一亿多点 文言 白象国士兵全部傻眼了 也就一亿多 这家伙为了打个群架 竟然把整个招合的恶鬼 都招过来了 那可是一亿多恶鬼 就算用摩托车来拉 也得上百万辆啊 这样庞大的数量 别说是 他们这五万人 真要是放出去 就算是整个白象国 也会被瞬间淹没 就在这时 一个士官急忙怒吼道 还愣着做什么 开枪啊 只有杀了楚风 我们才有希望活下去 众人这时才回过神来 急忙抬起了枪 而就在这时 他们的身后 却传来一声 中气十足的怒吼 放下无戒 不然 老子把你们头都拧下来 众人皆是一愣 回头一看 竟是一个身着练功夫的老头 薛老 他是华夏最具权力的四人之一 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就在众人错愕之际 鬼巢已经压了过来 啊呀 救我 救我呀 我投降 啊 吼 无数哀嚎 与恶鬼们的嘶吼混杂在一起 眨眼间 五万绝活哥 就化作恶鬼们腹中的食物 恶鬼们似乎还不满足 竟向薛老冲了过去 看见乌鸦鸦的恶鬼们 向自己扑来 薛老也是背脊发凉 正要说话 就听楚风一声怒喝传开 那特么是自己人 都给我滚回去 恶鬼们急忙停下了脚步 浩浩荡荡地退回村内 薛老也总算松了口气 你小子 没事了吧 没事就回家了 楚风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回家 就怕我祸害了这片土地吗 行 我这就回去 薛老深深地看了楚风一眼 没让你回昭和 跟我一起回上京吧 也是到今天 秦华一的丑陋面目才被揭穿 楚风 之前的事是老头子错了 要是我早点站在你这边 你也不至于远走昭和 我希望你能原谅 不等他说完 楚风就咧了咧嘴 别说了 打住 薛老一脸诚恳道 不行 今天要是不说完 我心里也难受得慌 楚风无奈叹了口气 过去了就过去了 注意自己的身份 薛老摇了摇头道 我们之前就是太过 注意身份这种东西 身居高位 就是放不下这块脸向你道歉 这段时间 你受委屈了 楚风面色一沉 星浩 知道我不爽你还说 真当我不会打人 几十岁的人了 您老真顶不住 薛老复杂地看了楚风一眼 也不再说话 见楚风向着原路返回 就默然走在了他的边上 两人一路无话 看着楚风那一脸淡然的模样 薛老更是吃不准他现在的想法 这家伙到底是生气 还是真的释然了 唉 也怪我们因为秦老太的一个预言 就把他放在了队里面 如今看来 那狗屁预言 真的是害人不浅 算了 无论他开出什么条件 我也会尽量想办法满足他 就在这时 楚风淡然的声音 将薛老拉回了现实 谢谢 薛老微微一愣 什么 楚风咧嘴笑道 谢谢你能重新接纳我 说实话 那昭和住着 虽然确实舒服 但我还是想回华夏 文言 薛老面色更是复杂 难道你就没有一点怨言吗 毕竟我们之前 楚风笑着摇了摇头 什么叫你们之前 干坏事的是秦怀义 与你们有什么关系 至于不帮我 那也大可不必 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地方 我身上确实有太多不稳定因素 我拿着也头疼 虽然极力克制 但也难免会爆发 换作是我 也不可能把宝压在一颗炸弹身上 看着楚风一脸诚恳的模样 薛老反而更是自责 最终还是做出了一个决定 楚风 我希望你能接替秦怀义的位置 带领华夏 继续走下去 楚风像是看神经病一样 看着薛老 疯了 让我接替秦怀义的位置 薛老一脸严肃道 你没有听错 其实我知道 你这小子 虽然看着没有个正形 但内心的责任感 却是极强的 只要你肩负这样的重担 你也会更加努力地克制自己 不是吗 楚风无奈地叹了口气 黄土都没过头顶的人了 说话怎么就那么不靠谱呢 我不是那块料 而且也不想那么累 还努力克制 万一那天就爆发了呢 谁能控制住我 再失手杀掉两个高层 那不玩独子 薛老沉吟了片刻 沉声道 其实你内心也想接替秦怀义的位置 只是在担心 秦老太的预言对不对 文言 楚风脚下微微一顿 却没有多说什么 埋头继续向前走去 看着他的背影 薛老心头不由窃喜 现在秦怀义的真实面目被揭开 虽是痛心 但其实也算是一件好事 若是秦老太也参与了他的计划 那他所谓的预言 很可能就是假的 没了秦家 却获得了楚风 这是看起来怎么也是赚的 而当务之急 便是从秦怀义嘴里得知真相 相信楚风想的也是一样 二人一路无话 很快就回到了边城 薛老更是迫不及待地 让鬼帝打开了冰山地狱 亲自审讯秦怀义 秦怀义在获得了楚风的力量之后 肉身不死不灭 且力量非凡 冰山地狱 无疑是关押他最好的地方 两条铁锁 洞穿了秦怀义的腰部 将其死死拴在冰山之上 稍稍一动 恐怖的痛觉 便会让他痛不欲生 寒风刮过 其中伴随的雪花 竟是如同刀片一般 不断划破秦怀义的皮肤 可下一秒 那恐怖的愈合力 就会恢复如初 秦怀义的眉毛和头发上 都结出了一层厚厚的霜 眼神更是空洞无比 他本就向往着绝对的自由 将他囚禁起来 无疑比杀了他还难受 在见到楚风一行人 走进来冰山地狱之后 秦怀义的脸 顿时变得争鸣起来 该死的东西 放我出去 薛老 之前不是说了 我们要一起对抗楚风的吗 还不快点救我 我母亲预言的华夏末日 即将降临 而你 还在跟这个罪魁祸首 凑在一起 薛老面色复杂地看了他一眼 随即叹息道 秦怀义 别演了 真相早已水落石出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安心在这里 反省你自己的罪行 秦怀义似乎早就预料到 会得到这样的答复 深深地看了薛老一眼后 反而安静了下来 那你还来这里做什么 想看我出丑吗 薛老惋惜道 我们两家是世交 你也是我看着长大的 在我的眼里 你就是我的晚辈 怎么可能想看你出丑 秦怀义不屑地咧了咧嘴 那就是有事想问我 哼 感情还就不用打了 无论你们想知道什么 我都不会开口的 反正 你们也杀不死我 无非就是在这里困着罢了 我熬得起 兴许哪里 把这冰山熬化 我就可以再次出去 到了那时候 我就看看 谁还能阻拦我 薛老正要说话 却见楚风已经独自走到了 秦怀义的面前 无论如何 都 不会开口 秦怀义仰视着楚风 脸上没有一丝巨异 怎么 想对我用刑 啊 死了那条心吧 之前被你打成肉泥 我都能撑住 所谓的用刑 对我来说 就是一场笑话 楚风没有认同他的话 也没有反驳 而是仔细地上下 打量了他一圈 时不时地还点下头 那眼神 就像是看一件货品一样 秦怀义被看得 有些毛骨悚然 你看什么 楚风这才看了他一眼 与众心肠道 别紧张 既然你都说了 用刑对你没用 那我也不会费那个功夫 不过我也不养闲人 所以得仔细想一下 如何让你发挥身上的光和热 没想你都四十多岁的人了 身材还那么壮硕 长得也还凑合 要是把你卖给那些 有特殊癖好的老大爷消遣 收个三五百块一次 应该还是有市场的吧 文言 一边的薛老都不由眉梢一条 见楚风对自己实眼色时 也只能咬牙附和道 呃 哦 是有那么一个圈子 就喜欢这个色的 不过他们手段都偏粗暴 但小秦应该能扛下来 毕竟不死不灭嘛 小楚 回头我就帮你联系 听着两人的虎狼之刺 秦怀一直感觉局部发凉 咬牙道 你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特么的是秦怀 秦家的组长 薛老微微皱眉 压低声音说道 呃 这么一说 确实有些不妥 小楚 他之前好歹也是四大家族的组长 楚风也被一语惊醒 深以为然地点了点 对 都忘记你有这个身份了 给加钱 看着楚风一本正经的模样 秦怀一知道 这家伙绝对没有撒谎 一时间 眼神也变得有些躲闪了起来 你们 想知道什么 为了测试真实性 秦怀一率先问道 一 那个夏马尔身上发生了什么 他之前明明被碎掉了佛像精身 而且身受重创 按理来说 应该变成了一个废人 可是他反而获得了更强大的力量 这也是你们造神计划的杰作 文言 秦怀一不由戏谑一笑 怎么 想要我把造神计划交给你们 那可是我一辈子的心血 既然都为了他失去了自由 我又有什么理由告诉你们 薛老咒没到 秦怀一 你体内流淌的是滑下的血液 历代享受着超然的待遇 难道你不该贡献出来吗 贡献 哼 秦怀一不屑地笑了笑 正要说话 却被楚风直接打断 对 我就欣赏你这狂傲不羁的小表情 继续 要是我再听见没用的消息 我跟你保证 今晚就会把你的钉贡献出去 而且宾客络绎不绝 全年无休 你 秦怀一面色一白 却只是能咬牙低下头 夏马尔确实使用了基因融合技术 但是神力都是他自己找的 那家伙所在的寺庙中 所有僧侣都蕴含着佛性 而且 每人带修出了佛门三十六项中的一项 夏马尔把他们全部杀光 随后让我帮他融合 没想到三十六项全部融合之后 竟觉醒了师婆神的力量 我知道的 也只有这些 文言 楚风眉头不由微微皱 且 一个双手沾满同门鲜血的家伙 竟然成为了神圣无比不可侵犯的至高神 而且还深受爱戴 真是讽刺 说完 薛老便接着问道 还有一个问题 秦老太生前 知道这些事吗 秦怀一摇了摇头道 你是想问这一切 是不是他指示的吧 若是我妈参与进来 所谓的四大家族 现在肯定只剩我们秦家了 也不会有那么多事了 说完 秦怀一又看向楚风 调侃道 我知道 你们想问的是 预言的是对吧 嘿 我实话告诉你们 预言是真的 而且 距离实现的日子 只剩一天的时间了 不对 现在外面应该是晚上了吧 准确地说 好像只有几个小时了 薛老头 我若是你 现在就会想尽一切办法 控制住楚风 而不是跟他抱成一团 文言 楚风眼中明显闪过一抹落寞 他深爱这个国度 根本不可能忍心在这片土地上 展开杀戮 楚风不确定地看了一眼鬼地 想得知秦怀异话语中的真实性 鬼地一直仇视人类 理想便是将所有人都杀光 但是在看到楚风眼中那抹落寞时 却是高兴不起来 柳眉紧锁 无奈点了点头 见状 楚风不自觉低下了头 转身便准备离开 可没走两步 却听身后传来薛老中气十足的声音 即便失机如山 血流成河 那又如何 现在我宣布废除四大家秦家地位 由楚风接管你们的一切 听着这底气十足的声音 楚风身子也不由微微一僵 只听薛老继续说道 若是没有楚风 今日 你秦怀异和那白象妖僧 也会慢慢将我们蚕食殆尽 之前的八旗大蛇 也会让这片大地生灵涂炭 千疮百孔 是他凭一己之力挽回了一切 我相信 他以后也会拼尽全力守护华夏 就在这时 薛老也缓缓回过头来 一脸凝重地看着楚风 楚风 不要再推脱了 像一个男人一样 担当起一切 最后 再来这一次 另外 今天的任命 是我之前就带头提出的 叶家和孟家都已经赞同 你只需尽力控制即可 若是真出现了预言中的一幕 那也是我们三家的责任 无论是 我们成为千古罪人也好 一或者其他任何罪名 都有我们担长 与你无关 薛老越说越是激动 到最后 眼眶都有些发红 与之对视的一瞬间 楚风都不由微微一愣 薛老以自己家族的命运 和整个华夏的将来再赌 把所有一切都压在了 他这颗定时炸弹上 这老头是真的疯了吗 滚犊子 这老家伙 是把所有压力都推给我了啊 罢了 既然你们敢赌 那我又有何惧 想着想着 楚风脸上的阴霾渐渐散去 露出那一脸标准的凝笑 这活 我接了 看着那坚毅的笑容 薛老不由欣慰地点了点头 可就在这时 一个焦急的声音 却突然从鬼域外传来 薛老 不好了 就在刚才 诸国同时向我们发起了战书 所有人都没想到 离师婆神死后 不到半天的时间内 漂亮国就连同诸国一起 向华夏发难 楚风的存在 已让整个漂亮国高层 感到了不安 若是再不将其抹杀 那他们的霸主地位 也将不复存在 战书中还给予了一个选项 那就是交出楚风 如若不然 一个小时之后 战火便会被点燃 上京会议大厅内 夜市气急败坏道 若是现在把楚风交出去 我们就完全失去 抵御超凡觉醒者的资格 到了那时候 他们也会找其他的理由 向我们开战 这一战 我们还不得不接 马德 这些家伙 难道就没有一点顾忌吗 真要把我们逼急了 直接引爆所有核武 我就看一下 那些所谓的 神能顶住这样的冲击吗 薛老低着头 面沉如水 兵来降挡 水来土掩 夜夫人切勿自乱阵脚 别急 文言 夜市更是美好气地摇了摇头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不接 要调动核武 就得趁早了 那可是八大主神 加上一百个超凡觉醒者 就算是楚风再强 那他也 薛老显然不满对方的态度 正要说话 却听一边的薛红说道 夜组长 其实没有用的 我们现在要做的 是做好各地不防工作 而不是动不动就核武 现在漂亮国联合七国一起发难 若是我们引爆所有核武 那就成了所有人类的公敌 这会逼得之前那些 不想加入漂亮国阵营的国家 也会被迫出手的 而且他们既然敢明目张胆地 发起战书 那就肯定有了应对核武的方法 很有可能就是某个 超凡觉醒者的力量 接着 薛红就讲出了一个 粗略的应对计划 从各地不防到如何反制 都有了基本的概括 说完之后 薛红就环视了众人一圈 发现所有人 都有些意外地看着他 怎么都盯着我看 是有什么问题吗 看着薛红有条不紊的分析 和一脸稳重的模样 楚风都不由有些 另眼相看的感觉 没想到你这家伙除了装笔以外 还是有点其他本事的吗 得到这突然而来的赞许 薛红身版不自觉挺直了一些 僵硬地将英俊的侧脸 转到聚光灯下 强忍心中的喜悦 嘴角不自觉上扬 看你说这话 人家本来就很优秀的好吧 好歹也是大家族子弟 哪有你想的那么不堪 对了 风哥 说正经的 刚才的各项战术 都是以你为中心安排的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楚风咧了咧嘴 啥战术 我都没听进去几个字 文言 薛红顿时板起了脸 心头发酸 在楚风战具昭和期间 他就用心苦学各种治国之道 其中就包括战略部署 没想到现在就用上了 本想在楚风眼前炫耀一番 谁料人家都没认真听 这可是我辛辛苦苦 才想出来的战术 讲得那么细致 就算你听不懂 那你起码也要尊重一下我行吗 楚风莫名其妙地 瞥了他一眼 杀笔八 我需要战术那种东西 好了 这些事情你们商量就行了 该怎么做 我听安排就是 厂里还有点事 我先走 说完 楚风就静止向外走了出去 看着薛红目光死死地 锁定着楚风离开的方向 一边的薛老不由叹了口气 好了 这家伙虽然说得不中听 但他确实有那个实力 小红 不要气 说着说着 薛老就见自己这孙子 全身都有些颤抖 双拳更是紧握 探头一看 却见这家伙 居然是在一脸激动地笑 喂 你这是咋了 薛红有些失控地笑道 嘿爷爷 他刚才夸我了 你听见了吗 那家伙真的夸我了 嘎嘎嘎 多长时间了 他终于认可我的才华了 众人皆是一脸复杂地看着他 不自觉摇了摇头 造念 出了会议厅之后 楚风坐上了专车 静止来到一处老宅外 这是薛老林时给他的一处老宅 当作在上京的落脚点 在取代秦怀翼的位置后 待遇也直线飙升 才下车 楚风就看见鬼帝就站在大门边上 再等我 鬼帝点了点头 我查过那八个主神的资料 没一个省油的灯 这次的事 很棘手 楚风没烧一条 至今为止 华夏都还没有提供那八个主神的资料 没想到鬼帝居然用自己的手段搞到了 进去再说 我有点事正想问你 说着 楚风直接将大门推开 静止走了进去 却见鬼帝依旧站在原地 似乎都没有要进来的意思 还愣着做什么 进来啊 鬼帝一脸复杂地看了看门头 又瞅了一眼楚风 你想骗我进去采缝任接 文言 楚风不由叹了口气 有多一点真诚好吗 我现在旗下员工上意 不缺你一个 你上次说 要织好萧色皮 必须要一份完整的神格 我手里有一个 你看一下是不是 说着 楚风就从怀中 掏出了下马尔的神眼 看着那泛着白光的眼球 鬼帝眉梢不由微微一条 你怎么把这东西给抠下来了 不过神格确实封存在里面 楚风 你对那小鬼 真的很上心啊 还真被你找到了 楚风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随即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不是我给的 是那个黑鬼给的 鬼帝眼中 不由闪过一抹狐疑 暴怒下的楚风 完全就是一台 只知道杀戮的机器 没想到在那样的情况下 还能把神眼留给萧色皮 我需要你的帮助 拜托了 看着楚风那真挚的眼神 鬼帝眼中不由闪过一丝不满 静止走了进去 没出现 楚风也没多说什么 把门一关 静止跟了上去 萧色皮 还是那副呆呆傻傻的模样 蹲坐在沙发上 把玩着自己的眼珠子 啊吧啊吧 鬼帝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随即就从楚风手中 拿过神眼 下一刻 他体表就泛起一道细微的鬼气 在半空中汇聚成一只虚幻的小手 直接探入神眼之中 用力拉扯 想将其中神格生生拽出 神眼开始剧烈地晃动 似乎是在努力抵抗 那鬼手的力量 最终 只见那虚幻的鬼手 直接将一团刺眼的光运 从神眼中拉出 静止塞进萧色皮的脑中 而神眼也迅速干扁 完全失去了动静 在神格进入体内之后 萧色皮立刻瞪大了眼睛 露出一脸痛苦的表情 双手紧舞自己的脑袋 在地上不断打滚 呃 楚风急忙将萧色皮搂在怀疑 却感觉这家伙身上竟然滚烫 这是怎么回事 这家伙可是鬼 怎么会有那么高的温度 鬼地柳眉微皱 那毕竟是至高神的神格 其中力量太过强大 若是能扛过去 他也会获得那个师婆神的力量 闻言 楚风双眼顿时瞪得如同同龄一般 若是能抗过去 那特蒙要是抗不过去呢 他是不是就会被那力量冲散 鬼地不悦地点了点头 嗯 楚风很想发火 但是最终还是强忍了下来 因为他知道 这兴许就是唯一能救萧色皮的办法 好在没过多久 怀中的萧色皮就停止了挣扎 呼吸逐渐平稳 体表的高温也渐渐退去 最终朦胧地睁开眼 风哥 看到萧色皮那清澈的眼神 楚风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好了 还来我怀里搞忙 滚 萧色皮却是不舍地摇了摇头 一脸感激地看着楚风 风哥 谢谢 楚风欣慰地笑了笑 轻轻将萧色皮放在地上 随即一脸慈爱地指着角落里摆放的 一台迷你款缝纫机 客气啥 身为你们的老板 一切都是应该的 醒了就好 醒了就好 萧色皮 快看 那是我为你准备的缝纫机 你快去踩两脚 看一下合部 萧色皮顿时泪流满面 风哥 你对我真好 不过我这才恢复 能不能让我休息两天 楚风笑容逐渐凝固 眼神也越发凛冽 星浩 怎么 你是想辜负我一番好意啊 看着那猙獰的嘴脸 又看了看为自己量身定做的缝纫机 萧色皮最终 还是一步三回头地走到了工位上 尝试着蹬了一下 别说 还挺合脚的 之前总不知道 为什么大人们会说 做人不能太聪明 现在总算知道了 好怀念当傻子的时光啊 下滑线 在吸收了诗婆的神格之后 萧色皮的样子 也明显发生了变化 提表的皮肤 不再像之前那样苍白僵硬 提表还散发着淡淡的光韵 给人一种虚幻的感觉 就连眼泪 也变成了清澈的泪珠 看着他一边工作 一边流泪的模样 楚风不由欣慰地点了点头 你别说 这家伙在吸收了神格之后 似乎比之前强了不少啊 鬼弟一脸复杂地摇了摇头 好不容易用之高神的神格 才救回的小鬼 就是为了采缝刃机 还得是你啊 他现在的实力 已经不弱于成龙了 形态也应该是神的模样 楚风点了点头 随即看向鬼弟 要不先聊一下 那八大主神的是吧 文言 鬼弟眼中也不由出现一抹凝重 他们来自三个不同的神话体系 分别是 堕落天使路西法 天使长加百炼 法老王拉姆 太阳神拉 死神阿鲁比斯 神王宙斯 明王哈迪斯 海神波赛东 鬼弟一脸凝重到 这八个家伙能力各不相同 而且每一个的实力 都不亚于夏马尔 在同时面对八个的话 胜负真的难说 楚风摇头苦笑 他们要是真的能一起上就好了 他不知道 同时面对那八个家伙 会有多少胜算 但他知道 这些家伙都具备毁灭世界的力量 而他只能镇守一个地方 若是这些家伙 从华夏不同的地方发起攻击的话 他根本不来集支援 很可能一场战斗结束 世界就变得破碎不堪 鬼弟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柳眉紧锁 低头不语 漂亮国那些家伙 说着是维护正义 但明眼人都知道 他们就是想找个借口入侵罢了 和楚风比起来 他们更在意这片广阔的大地 其实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你瞬间击杀他们其中一个 到时候再赶往别地支援就行 楚风眉梢一条 说说 鬼弟一脸正色道 你暴走的时候 会获得无穷的力量 以这份力量 你就可以轻松碾压之前的下马尔 楚风无奈摇头 那种状态下确实强 但并不具备秒杀这些至高神的程度 而且那时候的我是没有意识的 只会凭借本能杀戮 我并不想请老太阳言中的一幕发声 不等他话音落下 鬼弟便摇了摇头 那并不是你完整 得力量 楚风眉头微皱 你是说 其余几种状态之中 还有更强大的 鬼弟默然摇了摇头 直言道 我不知道哪一种是最强大的 但是之前 紫鼠曾进入过你的神石之中 发现其中除了七个神石之外 还有一个隐藏的更深的家伙 竟是他的一声怒喝 便吓得那七个神石不敢开口 更是将紫鼠直接震退 楚风听得一愣 之前和黄德亨讨论过 基本可以认定他体内就是七宗罪 而且已经苏醒过暴怒 暴食 欲望 贪婪和懒惰 就差傲慢和极度之罪 还没有出现过 却没想到 竟然还有一个 意思里面还有一个更强大的东西 鬼弟点了点 认真分析道 那家伙被关在最深处 紫鼠曾跟我说过 前面的七道神石 就像是一道门 若是将它们同时解开 兴许就能释放那个家伙 若是你拥有了他的能力 那些所谓的至高神 在你面也不过是草芥罢了 楚风眉头紧锁 思索片刻后 问道 紫鼠可以释放那七个神石吗 鬼弟嘴角微微上扬 眼中尽是自信 之前的他肯定不行 但要是由我给他补充鬼气 那必定能将它们一一解开 闻言 楚风本能地摇了摇头 但是苏醒一个神石 就会造成恐怖的破坏 要是全部放出 那局面根本无法长 空 见楚风久久不说话 鬼弟便皱眉道 你还在犹豫 要是没到最后一步 绝不可能唤醒他 楚风坚定地点了点头 随即转移话题问道 话说 你那十二个鬼使 是什么情况 成龙本身就是龙 并不是后天觉醒的能力 我想 其他十一个也是一样 他们是什么 真的十二生肖吗 鬼弟知道 楚风是在担心什么 不满地瞥了他一眼之后 语气也多出一分不满 他们十二个 虽然都被鬼气感染 但是体内都还蕴含着 某种神秘的力量 若是我猜得没错 他们就是本土的神 但至今为止 每一个觉醒自己应有的能力 楚风又接着问道 那你呢 怎么又有一层冰山地狱 鬼弟皱眉道 我怎么知道 我就是在冰山地狱中 郁郁而出的 从珊瑚体内出来的时候 就突然有了 闻言 楚风再次皱眉 可还不等他说话 电话却突然响了起来 套马干地汉子 你威武雄壮 奔驰的骏马 像飓风一样 喂 电话那头 很快传来薛红焦急的声音 风哥 我们在第一时间就派人 在暗中盯着那八个家伙 可是就在刚才 他们同时消失了 其中觉醒了 阿努比斯力量的家伙 已经出现在了南疆 那边的觉醒者部队 根本无法抵抗 希望你能前去支援 知道了 楚风挂断电话 静止向外走去 鬼弟急忙跟上 他们已经开始了 楚风 你现在的犹豫 很可能会带给华夏 遭受更大的灾难 要是再不 话音未落 楚风突然回过头 怒目道 不要再想利用我 帮你杀人了 好吗 鬼弟背后得一愣 却又清冷地 将头转向一边 狗咬吕动兵 楚风复杂地看了他一眼 转身便走 临近大门时 才突然停下脚步 若是我应付不过来 我希望你帮我 照顾一下灵江 我知道你做得到 看着楚风离开的背影 鬼弟更是目光冰冷到 自以为是的家伙 当我是你的婢女吗 还敢对我呼来喝去 现在又让我帮你 做梦去吧 就在这时 身后却突然传来一声浅笑 呵呵 鬼弟眼角顿时闪过一抹寒光 侧头立刻到 谁在那里 只见珊瑚笑呵呵地走了出来 别紧张 是我 鬼弟一脸紧张地侧过头去 显然是还不知道 怎么面对珊瑚 他们长得一模一样 更是同出一体 心性却又截然不同 怎么 是你 珊瑚并未多言 看了他一眼后 便侧头看向楚风离开的方向 嘴上说着不要 但你 又会按他说的做 就如同你喜欢那种 不容拒绝的霸道一样 鬼弟眼中闪过一丝傲然 气 别用你那样世俗的眼光看我 我跟你 不一样 就凭你说的这句话 我就不可能帮他 珊瑚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别狡辩了 我知道 出了这个门 你就会去临江 鬼弟轻蔑地笑了笑 我说了 我俩不一样 我可以拒绝他任何请求 而他下次还会来找我 因为他需要我的能力 而你 只能无条件讨好他 他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 随即便走到了大门处 那你就真的只能留在这里采缝刃机了 鬼弟顿时瞪大了眼睛 喂 你要做什么 他说过不会把我关在这里的 珊瑚深深地看了鬼弟一眼 眼神之后 不自觉流露出一抹同情 但他跟我说的是 要是你们没谈拢 就让我把你关着 别惊讶 你应该知道 恶棍的话 不能全信的 鬼弟顿时倒吸一口一口凉气 这哪是不能全信啊 那家伙嘴里的标点符号 都是假的吧 想到这里 鬼弟又气愤地瞅了珊瑚一眼 随即便一把打开了他的手 直接走了出去 珊瑚靠在门柱边 笑着不断冲鬼弟挥手 妹妹 带我向临江的父老乡亲们问好啊 鬼弟回头瞅了他一眼 直接化为一道鬼气 消失在了原地 萧瑟皮皱眉问道 珊瑚姐 这就放他走了呀 万一他不去怎么办 珊瑚看着鬼弟消失的方向 嘴角挂着一丝淡淡的笑容 放心 除非他死了 不然灵江不会破 萧瑟皮一脸插一道 他会那么守信的 珊瑚笑着摇了摇头 这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这丫头对风哥的感情 绝对不比我们少 就算是死 也不想看他失望 之前的一切 无非是想找个台阶下把了 虽是鬼弟 但心智却跟个情斗初开的小女孩一样 一眼就看透了 华夏 南江 烈日当空 黄沙漫天 枪声和嘶吼不绝于耳 无数的木乃伊 如同浪潮一般 冲过戒杯 踏进了华夏的土地 驻守的觉醒者们和士兵 还在艰难地抵抗着木乃伊们的冲击 一处沙丘背后 不行啊队长 那些家伙根本杀之不尽啊 反倒是我们不断检员 是啊 关键的是 我们连那阿努比斯长什么样 都没还没看见 队长快想想办法吧 要是再这样下去 我们只能撤 啪 一个身形壮硕 穿着黑色背心的男人 一耳光 就将眼前的一个觉醒者 打倒在地 我们身后就是万家灯火 你的家人也在其中 你特么现在跟我说要撤 挨打的觉醒者 紧紧地捂着脸 一脸羞愧地低下头 队长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想说 我们得先回撤再不防 不是你还说个毛 都特么打起精神 再敢说出那样的话 老子现在就宰了你 在木乃伊们身后五公里的位置 站着一个精瘦的身影 狗头人身 身高近两米 全身皮肤灰白 身上佩戴着大量纯金饰品 正是死神阿努比斯 听到抵抗者中 不断传出撤退等字眼时 他的眼中更是得意 他是至高神 远处这些抵抗者 和他根本不是一个量级 之所以迟迟没有让手下突破防线 要的就是吸引楚风来辞 只待楚风现身 那他们的计划 便可以顺利展开 就这时 一道刺眼的反光 突然晃了一下他的眼睛 皱眉看去 只见一道光影 正在从滑下境内向他冲来 细细一看 是个光头 蹭亮的脑门 将阳光折射后撒向地面 晃得所有人都不由眯起了眼 光头 是楚风吗 他好了 若是他的话 这些家伙 必定片甲不留 呃 不对 虽然同是光头 但这家伙 头皮明显白净不少 根本没有风格那种 盛气凛人的感觉 容我瞅瞅 擦 是薛红那个雕毛 随着那道身影飞速靠近 人们也渐渐看清了他的尊容 脸上细皮嫩肉 周身散发着淡淡的光韵 就连赶路都不忘把自己的侧脸 正对焦阳 眼中虽是傲然 可上扬的嘴角又略显猥琐 可不正是薛红的招牌笑容 见状 觉醒者们皆是一片哀嚎 天老爷位 怎么会是这个雕毛 还嫌我们不够乱吗 难道祖国 已经放弃我们了吗 来的是薛红 不是风格 不要碧脸 你们看 我们都把他骂成这样了 这笔还在笑 他还在撞 各种不堪的话语 如同尖刀一般 不断刺痛薛红的内心 你们特么是不是有病啊 不是处风 就不是人了对吧 我特么也是来救你们的呀 不过他们 也把我和风格做比较了 也算是一种另类的认可吧 思及此 薛红脸上笑容更是灿烂 身子直接化为一道流光 冲过觉醒者部队的头顶 惊起一串气浪 叫我靓仔 闻言 两个心态不稳的觉醒者妹子 当场就吐了出来 本想继续吐槽 却见薛红的身影已经冲到木乃伊军团的上空 看着一眼望不到头的木乃伊大军 薛红也不由有些紧张 但更多的 还是兴奋 曾经 他也站在临江城门 正面硬刚十万恶鬼 而眼下这些木乃伊的数量 比那晚怕是只多不少 让小爷看看你们这些家伙 可有那晚鬼朝来的汹涌 一声怒吓传开 周围的阳光 顿时化为道道光束 不断凝聚在他的身上 使其身上的光芒越发刺眼 在这样高温的天气下 他觉醒的光束性技能也得到了加强 感受到那光运中的灼热气息后 下方的木乃伊们也本能地感应到了危机 发出一声声沙哑的嘶吼 纷纷向他的方向涌去 吼吼吼 木乃伊们如同野兽一般汇聚在一起 不断踩着同类的身体 扑向半空的薛红 只是片刻功夫 就堆积起数十丈的高度 如同一张巨兽的大嘴一般 直接将薛红包裹其中 觉醒者们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装你马呢 一步都有 听我号令 一起上前营救 众人心中都不知道 问候到薛红祖宗多少代了 但听到号令那一刻 也只能咬牙向前冲 远处的阿努比斯 就一脸戏血 看着这场闹剧 他第一眼就认出了薛红 并知道这家伙和处风关系匪浅 可本以为他能掀起多大的风浪 却没想仅是一个照面的功夫 就被拉进狮巢之中 这就是所谓四大家族的精英吗 没想 智商比实力还弱 嗯 话音未落 阿努比斯的眉头 却突然皱了起来 抬头看去 只见由木乃伊大军汇聚成的巨兽嘴里 竟是冒出阵阵黑烟 紧着 一道道光束 就从木乃伊们身体的缝隙中渗出 神光 随着薛红的怒喝再次响起 灼热的光芒 顿时在尸巢中爆开 顶部的木乃伊们 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就被炸飞 待落地时 已然只剩白骨 薛红如同天神般立于半空 周身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抬手一砸 空中便砸下一道巨大的光柱 从木乃伊大军中一扫而过 哦 大量木乃伊 发出痛苦嘶吼的同时 身上的布条也开始剧烈燃烧 眨眼就变为一堆堆枯骨倒落在地 剑一击剿灭了近三分之一的木乃伊大军 薛红也不由松了口气 这神光虽然消耗巨大 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阳光能够不断补充他体内的灵力 只要再坚持几次 这木乃伊大军就将全部被消灭 想到这里 薛红急忙侧头看向身后的觉醒者部队 都愣着做什么 反击呀 给我争取凝聚神光的事件 觉醒者们纷纷回过神来 向着木乃伊大军就反扑了过去 薛红也不再多言 再次凝聚神光 可就在这时 阿努比斯眼中也闪过一抹争鸣 张口便发出一声沉重的嘀吼 死亡不闻 一道看似微弱的无形力量 以阿努比斯为中心散开 如同一阵威风一般 只能带起点点黄沙 薛红起初还不以为意 可是当那微风临近时才发现 这波纹锁过之处 周围的绿植 瞬间就变成了枯臭 见状 薛红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死 跑 是死亡的力量 前面的人 赶紧回来 前排的觉醒者 已经和木乃伊交上了手 根本听不到薛红的提醒 而就在这时 死亡波纹已经透过了他们的身体 碰 碰 前一秒 还在生龙火虎的觉醒者们 瞬间被收割掉生命 纷纷摊倒在地 肌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溃烂 不过片刻便只剩一堆白骨 而更恐怖的是 当死亡波纹掠过之后 之前那些已经被烧成枯骨的木乃伊 竟然重新站了起来 静止扑向觉醒者人群 细细看去 这些骷髅体表 竟然多了一层黑灰色的光 而且比之前更加凶悍 错步激方之下 觉醒者部队再次损失惨重 听到薛红的怒吼 只能撤退 薛红也不再犹豫 将刚凝聚出的神光 砸向前排的木乃伊大军 准备为觉醒者们 争取更多的撤离时间 但让薛红没想到的是 这次木乃伊大军 竟然直接冲过了神光 非但没有受伤倒下 反而被神光激发了凶性 静止扑向人群 薛红心头顿时大惊 这次凝聚的神光 虽然没有上次的强大 但要对付这些CD级的木乃伊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才对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啊 救我 一声惨叫 让薛红回过神了 不得已之下 只能冲到人群帮忙撤离 薛红又尝试了两次近距离攻击 可是依旧无法造成有效的伤害 退 全部人往来的方向退 好在这些骷髅和木乃伊虽然刀枪不入 但速度并不是太快 在全速撤离下 觉醒者部队便将他们远远甩在了身后 阿努比斯看着众人逃离的方向 眼中细血之意更是浓郁 他只是将体内的死亡之力 分发到每一个部下的体内 便让他们拥有了堪比SSS级的防御力 以这些普通觉醒者的力量根本无法对他们造成任何伤害 原本只是想引来处风 却没想到你们居然那么孱弱 那就只能加大影响力了 追 随着阿努比斯一声令下 木乃伊大军再次前进 他们速度虽然不快 但体能近乎无限 不过多时又再次看见了觉醒者部队的身影 而就在他们的前方就有一座县城 在薛红的带领下 觉醒者部队全部退到了县城内 这座县城不大 而且防守力量极其薄弱 城门早已腐蚀 仿佛只要轻轻一推便会倒塌 阿努比斯咧嘴一笑 愚蠢的东西 你这样的行为 只会让这个城市的人为你陪葬 话音落下之际 前方的木乃伊已经将城门撞碎 阿努比斯也随着大军一起走了进去 城市内黄沙漫天 一条街道便贯穿整个县城 而前面逃走的觉醒者部队 竟然没有继续逃跑 而是站在了街道的另一头 一脸愤然地看着他们 仔细看去 他们的背后 还有两个用黑布盖着的大箱子 阿努比斯一脸细血地 看着人群前方的薛弘 调侃道 准备和我拼命吗 可惜了 你们连我手下最弱的仆从都杀不死 你们身后是什么 大炮 还是火箭弹 哈哈 凭那些东西 可以对付我吗 薛弘淡淡一笑 错了 是音响 阿努比斯眉头微皱 音响 薛弘也不多解释 嘴角上扬 大手一拉 箱子上的黑布就哗的一声落下 一左一右两个高三米的大音响 呈现在众人身后 阿努比斯实在想不通 这音响能干啥 可就在这时却发现 对方的觉醒者们 非但没有做出什么攻击姿态 反而还戴上了耳机 这是什么东西 知 就在阿努比斯错愕之际 音响中突然传出一阵刺耳的杂音 紧接着就从中传出一个浑厚的声音 四四嗨嗨 好久没唱歌了 我竟然还有点小激动呢 当音响中传出楚风的声音那一刻 薛红已经带领觉醒者们戴上了耳机 阿努比斯眼中不由闪过一丝不屑 他们在进入华夏前 就已经研究过楚风的所有资料 其中自然包括了楚风的镇魂曲 当时那个唱歌虽然邪惑 但是那两个招和人却没有死 说明那样的攻击 对S级强者就没用 在我的死亡之力加持下 我的部下至少具备了 SS级以上的防御力 若是只用声波 就想抵抗我们前进的步伐 那也太不尊重我了 上 一个不留 好 随着阿努比斯的话音落下 木乃伊们统统发出一声淒厉的嘶吼 集体就向觉醒者部队冲了上去 眼看大军压境 众觉醒者一脸惨白地后退了两步 而就在这时 沉默的音响终于炸响 Fi 零星号 刀 怒斩雪一雕 山 豪迈冲云霄 火 翻腾在燃烧 海 掀起万丈高 声音传开之际 天空顿时乌云龙聚 无数道子雷从天而降 静止砸在木乃伊大军之中 惊雷乍响 紫电在大军中狂窜 地面黄沙 碎骨四处飞溅 吓得觉醒者们都睁不开眼 随着最后一道闪电落下 空中的乌云也快速散去 等待了片刻之后 薛红便试探着 看向了街道的那一头 可眼下的一幕 却让他顿时皱紧了眉头 那一头的街道 已经被子雷劈成了废墟 房屋垮塌 断幕已被烧焦 生起屡屡黑烟 可即便如此 那些木乃伊 依旧完好无损地站在原地 他们每一个的身上 都多出了泛着黑光的名闻 似乎就是那东西 帮助他们抵抗了雷电 木乃伊大军中的阿鲁比斯 同样眉头紧锁 天上降下的子雷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那声音本身 那已经不能称都是歌曲了 完全就特么是 侮辱艺术 是乱叫啊 这些木乃伊 就像是傀儡一样 不具备灵智 每一个都有需要他心中默念口诀 用死亡之力控制 可是就在楚风的声音响起时 他竟然忘辞了 为了防止夜长梦多 阿鲁比斯再次发起了进攻 而这次的首选目标 就是那两个大音响 看着木乃伊大军再次扑来 薛红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也正是在这时 楚风的电话也打了过来 怎么样 心学的喊卖 可以吧 听着那满怀期待的声音 薛红只能昧着良心说道 可以 风歌 唱得好 天籁之音 不绝于耳 楚风沉音片刻 星号 我怎么感觉你在骂我 嗯 我都很卖力了 但是这镇魂曲效果就只翻了八倍 是哥没选好吗 眼看那木乃伊大军 如同潮水一般卷来 薛红急的眼泪都要出来了 他不知道镇魂曲是啥 但是他知道 楚风要是再不开口 那他和这些觉醒者们 都得交代在这里 别磨蹭了 快呀 楚风深吸了口气 年轻人 注意你的语气 一个木乃伊 已经冲到了薛红跟前 尖锐的爪子 照着脑袋就拍了下来 薛红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向后一躲 贴着音响 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含着泪就歇斯底里的吼道 风哥 我想听你飙高音 我要听你唱浮夸 听到浮夸二字时 电话那头的楚风声音 都不由有些激动 你 你怎么知道 我最拿手的 就是这首 撤 快撤 薛红一把将身后的 几个觉醒者推走 一边组织撤离 一边对电话吼道 哥 你是我亲哥 别磨叽了 快呀 也就是在这时 前排的几个木乃伊 已经将一个音响撕碎 照着另一个 就挥动着鼓爪冲了上去 薛红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想也没想 直接化为一道棱光 挡在了音响前 看着那盖向自己的 无数鼓爪 薛红心脏都跳到了嗓子眼 他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抗下这次冲击 但他知道 若是仅剩的这个音响被摧毁 那之前的计划都将被打乱 该死的 你别坑我啊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楚风的嘶吼声 终于在音响中乍响 啊 哦 没有前奏 只有最高音 这就是楚风独有的韵律 只见一道无形的声波 从音响中喷尸而出 卷起地面黄沙 如同沙尘暴一般 冲向木乃伊军团 声波透过木乃伊的身体 白骨瞬间碎裂 化为漫天骨灰碎扎射出 直接将现成的城墙都撞塌 白色骨灰散出树宫里 愣是在这沙漠中 划出一条白骨大道 阿鲁比斯一脸错愕地 站在原地 显然没有回过神来 那是歌曲 不可能的 那就是最恐怖的凶兽在嘶吼 那根本不是 属于人类该有的声音 那恐怖的穿透里 竟让这个站在世界顶端的 至高神感到惊骇 看着眼前的白骨大道 薛红同样一脸猛逼地 站在原地 这一嗓子豪出 木乃伊大军被解决不说 连自家觉醒者 都被震晕一大片 就连他自己 耳边也是一片嗡鸣 怎么样 得劲吧 你说话呀 喂 薛红一脸呆滞地站在原地 唱得好 下次别唱了 星号 你说啥 薛红被那冰冷的话语 下了一机灵 正要说话 却见阿鲁比斯 突然消失在原地 眨眼就出现在他的面前 一脸猙獰的高举一把黄金权杖 罩着他的脑袋 就戳了下来 回我大军 我只有将你们 炼制成我的仆丛了 这一刻 薛红感觉时间都变慢了一般 看着权杖末端 缓缓戳向自己的额头 却无法做出任何反应 只能咬牙闭上眼睛 无助地接受死亡 而就在权杖离他的脑门 不足一寸的距离时 对方却突然停了下来 久久没有感觉到 痛楚传来的薛红 试探性地睁开眼 抬头看去 只见一根漆黑的枪管 正顶在阿鲁比斯的狗头上 侧头一看 枪管的另一头 来自天际 根本看不到头 就在薛红不知所措之际 电话中突然传出 楚风低沉的声音 把电话给他 薛红深吸了口气 随即将眼前的权杖一把拍开 将电话递了上去 阿鲁比斯接过电话 沉声道 楚风 你毁了我的木乃伊大军 无论你怎么哀求 这个城镇里的人都得死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吃笑 哀求 来 我让你知道 什么是哀求 跪下求我饶你狗命 或者我现在就一枪 打爆你的脑袋 自己选 阿鲁比斯故作镇定地笑了笑 我调查过 你使用的这把武器 根本不可能对我造成任何伤害 而我 杀这些家伙 只在瞬息 话音刚落 枪管就轻轻戳了两下他的头颅 那你还犹豫什么 来 咱俩试试 你和他的脑瓜子 谁更硬 文言 阿鲁比斯顿时皱紧了眉头 一脸凶光地看向薛红 薛红心中大害 瞬间就把楚风祖宗十八代 都问候了一个遍 但即便如此 脸上却是不露分毫 故作疯狂地笑道 拿我的命 换一个至高神的命 老子血转 不过 狗子 你也别投铁 上一个不相信自己会死的 连神格都被生生包下来了 信我 你们这些所谓的至高神 真没那么难杀 阿鲁比斯眼睛都眯了起来 至高神的尊严 让他恨不得 现在就将薛红撕碎 但谁也不知道 这一枪下来 他到底能不能抗得住 他掌握的死亡之力 可以将一切物体化为灰烬 所以 在和楚风对话的时候 他就尝试用死亡之力 将这枪管摧毁 可是根本没有一点效果 这枪 显然没有资料中 显示的那么简单 可现在怎么办 妥协 不行 至高神的尊严 不允许他妥协 杀了眼前这家伙 那万一这枪 真的能要他狗命怎么办 就在他犹豫之际 电话中 还传出了楚风诡异的笑声 接接接接 很难选吗 来 我帮你 我倒数三个数 你要是不妥协 咱们就一起动手如何 三 一 阿鲁比斯顿时心头一紧 毫不犹豫地将权杖丢在了地上 别 别这样 求 求你 看着权杖落地 薛红颤抖的双腿 再也支持不住他的身体 一个不稳 就坐在了地上 此时 冷汗已经浸透了他的后背 大风掠过 格外冰凉 草 真特么刺激 待阿鲁比斯放下权杖之后 电话那头又传来了楚风冰冷的声音 不是说 一共有八个主神吗 还有一百多个超凡觉醒者 人呢 阿鲁比斯眉头紧锁 沉思了半想之后 才试探着问道 楚先生 你有把握取得最后的胜利吗 楚风轻声一笑 枪管却又戳在了阿鲁比斯的脑门上 不知道 但我保证你再不回答我的问题 你的脑袋马上就会开花 阿鲁比斯看着眼前漆黑的枪管 强忍心中的怒火道 在上京 他们要我进入边境 把你吸引过来 然后用神识通知他们 他们就对你们的高层动手 楚先生 我从未想过与华夏为敌 都是他们逼我的 现在我已经把我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你了 我 可以离开了吗 楚风戏谑一笑 别急着走 告诉他们 你已经在边境上和我动手了 阿鲁比斯顿时面露难色 这 要是他们发现我欺骗了他们 那我和我所属的国家都得遭殃啊 楚风的声音又冰冷了几个度 想想昭和再回答我的问题 文言 阿鲁比斯面色更是复杂 沉默片刻之后 还是硬了下来 我已经通知他们了 我可以走了吗 楚风的声音依旧冰冷 别急 再等等 没过多久 电话那头突然传出一阵急切的声音 风哥 城南城北同时出现大量入侵者 请求支援 好的 知道了 楚先生 我不想参与你们之间的斗争 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 再见 不等楚风回话 阿鲁比斯直接化为一道黑光 就消失在了原地 毫不拖泥带水 这一幕刚好被醒过来的觉醒者们看见 一个个脸上都露出雀跃的表情 这就是主神吗 被风哥两句话就逼退了 屁话 神也怕死的好吧 以风哥的性子 只要阿鲁比斯敢说个不字 压得绝对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所以说 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信任风哥 他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 美主神又如何 我们有楚风 风哥牛逼 看着雀跃的众人 薛红也不由松了口气 随即又板起脸 对众人严肃说道 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 敌人都在上京 全员都有 赶紧登基 随我一起回去救援 可就在这时 电话那头却突然传来 楚风冰冷的声音 别乱动 都在原地待命 薛红听得一愣 不解道 什么意思 不需要我们支援吗 那狗东西说 话音未落 就被楚风打断 假的 如果他真的不想与我们为敌 那就不可能动手杀人 他们分析过我的所有资料 应该知道 在我的眼里 杀我们一个人和一万人 都得付出同样的代价 这家伙 显然演得太过了 薛红听得一愣 仔细想想 似乎一切确实太过顺利了 那你为什么要放他走 楚风略微无奈道 不放能怎么办 让他杀了你 还是你觉得我真能一枪崩了他 文言 薛红顿时瞪大了眼睛 语气中近视不满 你那枪真的崩不死他 操 你在拿我的命跟他赌 楚风似乎是在赶路 声音也有些急促 不赌能怎么办 我直接去边境杀阿卢比斯 然后让上京所有人 替你去死吗 两人都沉默了许久 过了半晌 楚风才说到 别想太多 起码你现在还活着 原地待命 等我先看看外边的情况再说 电话已经被挂断 可薛红还是皱眉看了手机半上 马德 看不起谁 上京 城北 大量房屋倒塌 硝烟在残烟断壁中 缓缓飘至上空 几十具尸体 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 黑血沿着青石板路 流出数百米 他们都是敌国的超凡觉醒者 并早已潜入上京 在得到阿卢比斯的命令后 直接对周围的建筑发起了攻击 可是奇怪地发现 这些房子里都没有人 就在他们感觉事情不对劲的时候 楚风独自扛着鬼哭神豪走来了 巨大的实力差距之下 仅仅过去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之前还勇猛异常地超凡觉醒者们 就变成了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此时 一个灵异局的队长 总算带人赶到打扫现场 看见楚风正在皱眉 审视着地上的尸体时 不由震惊道 风哥 这都是你一个人干的 这 这也太强了 嗯 风哥 咱们守战告捷 您怎么还不高兴啊 楚风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随即转身离开 如今看来 那阿鲁比斯确实是说谎了 这些超凡觉醒者 全部都是炮灰 那八个主神 依旧躲在暗处 迪亚我明 这让楚风始终感觉心乱如麻 这些狗东西 到底在哪呢 一百多个超凡觉醒者 被当作炮灰来送 这手笔未必也太大了些 那这些家伙 到底想干什么 想到这里 楚风心中突然多出一个不好的预感 难道是临江 不对 临江那狗屁地方 只是一个三线城市 离上京还远 就算攻陷那里 对他们也不会有一点好处 不会的 绝对不会 楚风不断安慰着自己 可是面色却越发凝重 急忙掏出电话 准备问薛老情况 可没想到 对方却先打了过来 喂 薛老的话语有些沉重 楚风 有一件事跟你说一下 临江好像出现问题了 上空被大量轨气覆盖 我们的卫星 无法继续侦测那里的情况 整个城市都处于失联的状态 我们已经派出侦察部队前往 你不要紧张 不等薛老说完 楚风直接挂断了电话 脸色更是猙獰 马德 真是怕傻来傻 上空被鬼气覆盖 是他 该死的 你可以一定要撑撞 为了确保能第一时间赶到临江 楚风直接拨通了叶渊的电话 这种时刻 只能让他在自己一城了 随后 楚风又急忙拨通了珊瑚电话 喂 你没事吧 珊瑚正在集团分部 听到楚风焦急的话后 反问道 我在工厂里面能有什么事啊 是怎么了吗 听到珊瑚无恙后 楚风总算松了口气 没事 之前你不是说过 鬼地如果受伤 也会映射在你的身上吗 我就随便问问 没事就好 先挂了 喂 嘟嘟嘟 听着电话挂断的声音 珊瑚只能无奈地挂掉了电话 此时的他 脸色苍白 嘴角还有一丝残留的血子 一边的消色皮 一脸担忧地看着他 皱眉问道 珊瑚姐 你明明已经受伤了 证明鬼地也快撑不住了 为什么不告诉风哥呢 珊瑚苦笑着摇了摇头 也是在一分钟前 他身上才出现了异样 正要提醒楚风 却没想电话 就先打过来了 这种事时候告诉他 只会让他更加焦急 起不到的一点作用的 风哥和鬼地看似不对付 其实他们都在对方心中 占着极大的比重 若是知道鬼地受伤 他很可能再上京就会暴走 说完 珊瑚又站起身 看向萧瑟皮和他身后的恶鬼们 各位 现在临江大威 我求你们能助风哥一臂之力 去了之后一定要记住 不要和那些主神正面对抗 只要救出里面被困的市民就行 这样也能让风哥少一些后顾之忧 原本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去 但我 众鬼护士一眼 皆是咧嘴笑了起来 嗨 说句不好听的 您就去了 也只起不到一点作用 大家都懂 珊瑚姐不必多说了 什么求不求的 华夏又不是风哥一个人的华夏 我们还能看着那些掉毛撒也不成 老板娘放心 咱们又不是傻子 哪能去惹那些主神呢 说起来 咱们也好久没回临江了 珊瑚姐 您也别担心 风哥何等人物 哪是几个掉毛主神能招惹的 等我们走了 你就好好睡一觉 不然风哥回来看到了 又得心疼了 信不信 都不用风哥出手 老夫一套五连鞭 就叫他们有来无回 老牛估计也在老大的身边 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快开门吧 文言 众鬼皆是板脸看向了四舌 你这说的啥话呢 就不能盼你们家那口子一点好吗 有老大在 他能出啥事 晦气 快呸呸呸 四舌牵强地挤出一抹微笑 这倒是 是我多心了 看着众鬼一脸叹笑的模样 珊瑚不自觉就红了眼眶 在场没有一个鬼 是傻子 相反 死后多年 他们看似比谁都看得透彻 面对主神 此去 九死一生 珊瑚深吸了口气 随即走到大门处 将大门打开 那就拜托各位了 众鬼走出大门 脸上的笑容也变得凌冽 一个个周身力气翻涌 化为一道巨大的黑云 向着临江的方向滚滚而去 珊瑚看着众鬼离去的方向 眼中的泪光再次绷不住了 化为点点晶莹落下 记得 都要活着回来 就在这时 一个曼妙的身影 才缓缓从工厂中走出来 站在了他的旁边 终于要来了吗 珊瑚侧头一看 竟是打击 他和其余恶鬼之前装出的轻松不同 仔细看去 媚眼含笑 薄唇清敏 嘴角微微上扬 眼神之中尽是期待 什么 打击看了珊瑚一眼 笑着摇了摇头 并未多说一言 直接化为一道残影 消失在了原地 看着打击离开的方向 珊瑚柳眉紧锁 心中略感不安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他能感觉到 打击是真的高兴 夜渊和楚风的速度极快 时间只过去二十多分钟 两人就已经来到了临江城外 上空乌云盖顶 城门崩塌 硝烟弥漫 大量市民尸体 扑倒在残垣断壁中 城内更是不断穿出 阵阵凄厉的嘶吼 其中迸发出的能量冲击 引得大地不断震战 见状 夜渊心中顿时一紧 就怕楚风当场暴走 可当他侧头看向楚风时 却发现对方的脸色 竟然异常平静 楚风扛着狼牙棒 头也没回地说道 送我到这里就可以了 回去吧 这不是你能参与的战斗 夜渊眼中闪过一丝不满 不试试 怎么知道 放心 以我的速度 没人能奈何我 再不接 我也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不怕 楚风上下打量了他一圈 随即皱眉 看向夜渊的身后 那你先解决了 你身后这些杂鱼 再来支援吧 夜渊眉梢烧一条 立刻回头看去 当看到身后空无一物时 心中顿感不妙 紧接着就试着颈部 传来一阵剧痛 巨大的力量 直接将其身子带飞十多米远 两眼一黑 直接晕了过去 这特么都什么时候了 老子 还有功夫和你煽情 楚风瞥了夜渊的一眼 随即取下鬼哭神嚎 静止冲向了临江城 看着一具具尸体躺在两侧 楚风的目光也越发地冰冷 浑身肌肉如同线条一般扭曲如动 紧咬的牙关 更是不断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这些尸体多数都是光头 致死 脸上都保持着凶悍的表情 竟有半数都死不瞑目 看着他们凄惨的模样 楚风不忍地低下了头 眼角更是第一次出现泪光 那一双双眼睛 就像是在瞪着他 问他为何久久没有出现一般 一个个废物 这特么是你们能对抗的存在吗 打不过还不知道逃吗 马德 人都死了 现在瞅着老子有个屁用啊 好 喜欢看就看着吧 我会让那些家伙 付出千倍 万倍的代价 都特么给我看好了 此时 一双眼睛 已经早已将楚风的动作看在眼底 阿鲁比斯就躲在坍塌的城门后面 用神识注视着楚风的一举一动 在离开边境之后 他便直接来到了临江 而他要做的 就是拖住楚风 让其余主神将城内杀光途径 碰 碰 碰 听着楚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阿鲁比斯眼角的细血 也更加浓郁 手中的权杖也握得更紧一分 就是现在 听到楚风的声音 已至转角处时 阿鲁比斯突然冲出 手中的权杖更是迸发出恐怖的死亡之力 照着楚风的脑袋就戳了下去 给我死 好 就在这时 楚风突然抬起了头 映入眼帘的 正是一对漆黑的毛子 他脸上的肌肉 如同一条条细舌一般隆起 原本平整的32颗牙齿 竟然如同尖刀一般泛着寒光 眼中只剩暴力与愤怒 周身力气翻涌 如同猛鬼出笼 死 恐怖的尊荣 让这外国的死神 都倒吸一口凉起 他看到过楚风暴走时的资料 他可以保证 这一次 楚风呈现出的暴走状态 比之前都要凶悍 从进入临江那一刻起 楚风的情绪便已彻底失控 在见到阿鲁比斯之后 面部已经扭曲得像野兽一般 惊慌之下 阿鲁比斯也是咬牙 将权杖的末端 直接插向楚风的脑门 刺 权杖的末端 刺入楚风的头皮 但也就仅此而已 阿鲁比斯不可置信地 看着那楚风那蹭亮的脑门 他很想直接将楚风的脑袋戳穿 可是在权杖触碰到 对方头盖骨的时候 就像是戳在寒铁上一般 无论他怎么用力 权杖也无法在末路分毫 好 圣人的怒吼再次乍响 这一击非但没对楚风 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反而激发了他的凶性 就在阿鲁比斯准备回撤时 鬼哭神嚎 已经砸在了他喉咙处 嗯 阿鲁比斯整个人倒飞了出去 连续撞穿几栋大楼后 才倒在一间屋子内 牵强地站起身时 脖子处的骨骼已经全部碎裂 阿鲁比斯急忙使用死亡之力 恢复了伤势 在看到墙上被自己撞出的 一个个大洞时 也不由心生余悸 这家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若不是我有不死之身 但是这一棒子 就得让我允命 不行 我必须快速和他们会合才行 嗯 垮垮垮 阿鲁比斯正要准备离开 却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异响 回头一看 顿时瞪大了狗眼 只见一双大手 突然扣住破墙的一脚 用力一拉 正面墙壁瞬间坍塌 溅起阵阵灰尘 还不等阿鲁比斯做出任何反应 一只大手就从尘灰冲出 巨大的手掌 如同老虎钳一般 死死掐住了他的面门 哼 惊慌之下 阿鲁比斯也开始疯狂地挣扎 食指长出锋利的指甲 如同发狂的猫一般 疯狂划在楚风的胸口 呲呲呲 指甲如同采指刀一般 不断切割楚风胸前的血肉 只是转瞬间 便将他的胸口 生生刨出一大个血洞 吼 楚风一声嘶吼再次乍响 屋内所有的玻璃制品 顿时应声而碎 而手中的握力却再次加强 阿鲁比斯的脸 都被彻底捏变形 更恐怖的是 他竟能清晰地听到 颧骨被捏碎的声音 就在脑袋都要被捏碎之余 楚风却突然面色一变 握着阿鲁比斯脑袋的大手 也为之一松 阿鲁比斯看准时间 手中寒光闪过 锐利的指甲 直接切断了楚风的手巾 随即弹地而起 双脚如同炮弹一般 轰在楚风的胸前 直接将其踹飞出去 四五米远 楚风很快从地上爬起 低头看向自己的胸口时 嗜血的眼神中 竟多出一抹疑惑 胸膛血肉模糊不说 那一大块的肌肉 竟是一片惨白 就像是长时间 泡在水里一般 阿鲁比斯大口地 喘着了两口粗气 待调整好呼吸后 脸上堆满了得逞的笑容 嘿嘿嘿 傻子 在切割你皮肤的同时 我也将死亡之气 注入了你的体内 不过片刻的功夫 你体内的所有器官 都被会带走活力 而你也将会变成一个尸体 可就在这时 楚风的嘴角却再次上扬 头皮下的青筋条条隆起 漆黑的眸中 竟是兴奋 结结结结结 痛 真痛 见状 阿鲁比斯顿时感觉背脊发凉 他深知被死亡之气 吞噬会经历怎么样的痛楚 但这家伙 怎么还笑得出来 而就在下一刻 楚风的动作 更是让其倒吸一口凉气 只见他抬起右手 随即将五指扣进胸膛的碎肉中 用力一拉 竟愣生生将右半边的肋骨 连同被腐蚀的血肉 一同撕了丢在地上 撕 阿鲁比斯瞪大眼睛 看着楚风那颗暴露在空气中 还在强有力振动的心脏 完全愣在了原地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怪物 怎么对自己 也能下如此狠手 而更恐怖的是 楚风的伤势 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条条鲜红的肉丝和血管 像是藤腕样 不断扭曲交错 只是片刻间 就再次长出全新的肌肉组织 仿佛从来就没受伤过一般 看着阿鲁比斯眼中的惊骇 楚风脸上的笑容更是扭曲 漆黑的眸中 只剩视血的胸光 结结结结结 到你了 虫子 吼 阿鲁比斯心头一颤 转身就准备逃走 可下一秒 楚风那如同坦克一般的身子 就狠狠地撞在了他的后背 吼 阿鲁比斯只感觉自己眼前一黑 身体似乎是撞碎了墙壁 一直处于腾空状态漂浮着 始终没有落地 他的感觉完全正确 但之所以一直没有落地 并不是被打到了太空 而是在他落地之前 楚风就会出现在他的身边捕上一击 浑身上下传来的剧痛 让他险些崩溃 但细细看去 他肿胀的嘴角竟带着一丝笑意 我可是死神 无论遭受怎样的攻击 我都不会死 永生不灭 嘿嘿 打吧 继续打 别停 让我看看 我先被你打死 还是你活活累死 饿呀 话音未落 阿鲁比斯突然就发出一声尖叫 睁眼一看 只见楚风竟然一口咬下 他右肩的一大块肉 碰 阿鲁比斯总算落地 在地上连滚十多圈后 总算停了下来 急忙捂着肩膀站起 抬头看去 却见楚风并没有追击 反而站在原地 咀嚼口中的肉块 血水连同死亡之气 不断从其嘴角溢出 而他的脸上 竟是欣喜 阿鲁比斯只感觉心头一寒 W 我 R I M 你 M 怎么打击了还咬人啊 不过也好 我体内的死亡之气 足以是神 你却敢验尽腹中 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呀 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直到楚风将那一大块肉 全部咽下 也没有出现任何一样 反而是胸前一抖 打了个响歌 歌 神力 是神力 嘻嘻嘻 是神力啊 超补的呀 阿鲁比斯听得一愣 这声色虽然是楚风无疑 但是声调却尖锐了不少 就像是指甲 刮在玻璃上的声音一样 让人毛骨悚然 再次看去 只见楚风的眼睛 竟然变成了墨绿色 而眼球表面 还泛着灰白色的光韵 在看阿鲁比斯时 就像是一个即将饿死之人 看见了世间最美味的食物一般 口水都流了出来 阿鲁比斯 这次是真的怕了 捂着肩膀转身就逃 这 这家伙其他人格 也一起苏醒了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还没跑出两步 阿鲁比斯就感觉背部一沉 侧头一看 只见楚风那巨大的身子 竟如同一个大马猴一般 挂在他的后背 一双眼睛 正死死盯着他肩上的伤口 口中更是传出三个不同的声音 快吃 快咬他 呃 我饿啊 哦 一 哦闭嘴 我要撕碎他 撕碎他 好 噓 噓 别吵别吵 我们直接把他砸碎了 生吃不就行了吗 对了 听说还有其他七个 和他一样的呢 一个也别放跑哟 如今的临江城 只有北城区 还没有受到战火的洗礼 幸存的市民都聚集于此 远远地看着一个 正在和主神奋战的渺小身影 风哥真的抛弃我了吗 为什么他还不来救我们 我们曾经那么信任他 闭嘴 风哥不是那样的人 这特么所有信号都被切断了 他怎么知道这里的情况 不行 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兄弟们 随我一起支援嫂子 跟那几个畜生拼了 都停下 你们上去只会添乱 可是 再这样下去 他会死的 我真没想到 拼死救我们的 竟然是一个鬼 呼 呼 鬼弟就站在众人身前几百米的位置 此时的他状态极差 连续遭受了诛神的攻击之后 身上鬼蛋了不少 肩部还有一处在不断灼烧的伤痕 这是那个阴手人身的家伙 留下的杰作 这个火焰的强度 比之前情怀一纳火莲夜火 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时七个主神皆是立于上空 用高傲的眼神 俯视着场中的鬼弟 身材高大的壮硕老者 既是神王宙斯 左手持盾 右手持枪 细细看去 那长枪竟是由雷电汇聚而成 其中不断有蓝色电光穿梭 哈迪斯身穿黑甲 周身黑气飘渺 就连脸部也有一层黑雾笼罩 根本看不到他的面相 波赛东背负三叉戟 双手交叉于胸前 眼中竟是傲慢于轻面 法老王手持舌头全杖 身上只有几块碎布 挡住了关键部位 但又佩戴了大量的黄金饰品 就连脸上也带着一个黄金面具 眼中竟是漠然 拉舅站在法老王的旁边 一双鹰眼死死地盯着下方的鬼弟 似乎在找他的破绽 另一侧 则是两个天使 露西法和加百莲 加百莲面相俊朗 身后长有六翼 上面的每一片羽毛都泛着神圣的白光 手持赤火长剑 腰间还既有一个号角 加百莲的天使长 天生就与邪恶势不两立 所以在面对鬼弟时 眼中始终保持着凝重 与之相比 一边的露西法则显得十分轻松 脸上挂着玩世不恭的笑容 眼中还有一些倦意 时不时地看看鬼弟 又看看周围众神 无奈摇头 实在无聊的时候 又拨弄一下自己的黑色羽毛 鬼弟仰视着诛神 眼中只剩怨毒雨不干 这些家伙每一个的实力 和他都在伯仲之间 全部联手攻击 他根本无法招架 之所以能撑到现在 完全是靠不断凝结身子拖延时间 最终 鬼弟将目光放在了露西法身上 这家伙是七个主神中 唯一一个还没对他出手的 而且从他的眼里 根本看不到一丝战意 当鬼弟看向他时 得到的也只有一个玩味的笑容 见状 鬼弟表情更是凝重 不知为何 他心中竟感觉最危险就是露西法 这家伙应该是在隐藏实力 在等待着什么 就在鬼弟沉思之余 拉得双眼突然一凝 双臂迸发出赤红色的火焰 就准备动手 可就在这时 一根权杖却挡在了他的眼前 侧头一看 只见法老王指着身后的废墟说道 停下 那边突然多出一个强大的气息 应该是楚风来了 闻言 众神皆是不自觉回头 看向他手指的方向 他们的脸上有凝重 有不屑 但只有露西法嘴角 挂着一抹若隐若现的笑容 呵呵 终于来了吗 真是期待啊 就在这时 一声惨叫突然传来 救我 救我 只见阿鲁比斯 突然从街道转角处跑出 脚下一个踉呛 便摔倒在地 而他的背上 竟还挂着一个楚风 此时的阿鲁比斯 浑身是血 可楚风的食指 还是如同钢筋一般 死死地扣在他双肩的骨骼上 双脚踩在他的腰间 趁着对方摔倒之际 又一口咬下 用力一撕 竟是将阿鲁比斯的整条右臂 都扯了下来 两人身高虽然相仿 但楚风的身材 却比阿鲁比斯强壮太多 两人冲出的一时间 乍一看 就像是一只大猩猩 挂在一根竹子上一般 咯吱 咯吱 咀嚼骨骼的声音传出 在吞下整条手臂后 楚风脸上 再次浮现出圣人的笑容 好 好吃 嘿嘿嘿 猪神皆是感觉背脊发凉 差点没从半空掉了下去 他们无疑不是一方主宰 可是在楚风面前 竟然变成了食物 和阿鲁比斯同属一个神话体系的拉 第一个看不下去了 周身迸发出赤红火焰 在半空划出一道红壶 瞬间出现在楚风的面前 照着他的面门 便是一拳轰出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楚风非但没有躲闪 反而是露出两排森白的牙齿 一脸狂热地咬向了他的拳头 看到楚风那血盆大嘴咬来 拉心中顿感不妙 愣是赶在楚风牙齿闭合之前 生生将右拳收回 左手荡起一阵赤眼 扫在楚风的腰间 吼 楚风倒退两步 口中发出一声幕吼 拉眼角顿时闪过一抹喜色 但他也知道 不可与楚风肉搏 随即抓住阿鲁比斯的脖子 化为一道红光 窜向天空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眨眼便回到了法老王的眼前 这一击不仅击退楚风 还成功救下阿鲁比斯 一击得手 这让拉顿时信心爆棚 将阿鲁比斯丢给法老王的同时 嘴角还洋溢出一抹细血 帮他恢复一下伤势就行 这楚风 似乎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呢 强自还未出口 却见法老王眼中 突然出现一抹震惊 小心 拉心头顿时一紧 这才发现自己被一团阴影罩住 本能地回头一看 只见楚风那高大的身影 就在他的身后 卑微的虫子 给我死 楚风的反击实在太快 瞬间出现在拉的身后 双手抱拳 重重砸在拉的脑门上 碰 拉根本来不及 做出任何反应 就两眼一黑 如同流星一般 从高空重重地砸在地上 愣是将地面砸出一个深坑 落地之后的拉 更是感觉天旋地转 牵抢站起身 张口就吐出一口黑血 此时的他 阴慧都被砸断 天灵盖凹陷 显得五官都变得扭曲 蹊跷还在不断向外溢出鲜血 哪里还有 之前那副神圣庄严的模样 见鬼 不是说这家伙不通数法吗 那他怎么 会突然出现在 近千米的高空 而且速度还那么夸张 这也是蛮例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so 就在拉分神之余 却听见上空传来一阵诡异的声音 抬头看去 只见楚风那魁梧的身子 如同陨石一般 抱着双拳就砸了下来 恐怖的力量 让空气都为之嘶吼 待拉回过神之时 楚风的拳头 离他的脑门 已经不足十米的距离 4 拉惊恐地瞪大眼睛 只感觉气都只有静的 没有出的 这一拳要是落实 即便是神 估计也得进ICU 看着楚风的身影急速降落 拉心中的恐慌 正在疯狂蔓延 在那猙獰的双眼之下 愣是被吓猛在了原地 忘记了逃走 可就在楚风将要得手之际 只见宙斯的身子 突然化为一道闪电 出现在两人中间 举起手中的盾牌 就挡在了拉的前面 碰 一声巨响传开 即便强如宙斯 也愣是被这恐怖的力量 压了不自觉蹲下身泄力 眼看他就要整个地压在拉身上之时 却突然化为一道闪电 连同拉一起消失在了原地 见状 楚风眼中更是凶光大放 该死的虫子 逃了 他竟然逃了 我的食物没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我实在太饿了 要不 要不先让我吃点一块吧 没有逃 他们就在上面 嘻嘻嘻 不过比起他们的神力 我似乎发现了更有意思的东西 楚风仰着头 双眼死死盯着宙斯手中的盾牌 眼中绿光闪烁 那个 也是我的 话音刚落 一道黑影突然出现在楚风的身后 手中力气猛地刺出 直接洞穿了楚风的胸膛 露出一个血淋淋的叉头 出手的正是冥王哈迪斯 而那看似不起眼的叉子 却是神力气 双骨叉 见一击得手 哈迪斯不由传出一声轻笑 用力一举 愣是将楚风庞大的身子挑至半空 光头恶棍 也不过如此 嗯 就在哈迪斯得意之际 却见背对自己的楚风 竟然不顾疼痛 愣生生地将头转了过来 食物 食物 我求你了 别跑 卑微地砸碎 竟敢偷袭我 好 可以洞穿楚风身体的神兵 这个也是我的 吸吸吸 一张脸上同时出现三种不同的表情 让那原本就不俊朗的面容 更显扭曲 双手还死死抓住洞穿他身体的双骨叉 这诡异的一幕 让哈迪斯都心头一颤 可还不等他回过神 却见楚风反手便一拳砸在了他的太阳穴上 碰 这一拳并不是太重 哈迪斯只是亮枪退出了两步 在看见楚风像是恶鬼一般扑来时 急忙调动神力消失在了原地 哈迪斯刚回到上空 就见拉摆出一副兴师问罪的模样 力声质问道 你不是说他不通数法吗 刚才那下是怎么回事 我可不信有任何一个物种 能凭空跳起近千米的高度 哈迪斯丝毫没有搭理他的意思 而是一脸凝重地看着下方的楚风 立即发动的反击 恐怖的愈合 惊人的力量 这家伙 还真是个无解的怪物 被无视的拉 更是恼怒不已 正要发火 却被一边的法老王出手拦住 反击 那是一种什么力量 我从未听有人觉醒过这种属性 哈迪斯陈生说道 简而言之 就是他在遭受攻击时 便会自动给予还击 加上他恐怖的力量和愈合能力 如果正面对拼的话 他几乎是个无敌的存在 这家伙身上诡异的地方太多 我们这一战并不轻松 甚至稍有不慎 还会落个全军覆没的下场 文言 拉不屑地咧了咧嘴 回来稍作调整后 他的阴晦又长了出来 脸上的伤势也恢复如初 可别灭自己威风 长他人稚气 我们都是神 不死不灭的存在 何来全军覆没 哈迪斯还会说话 一边的波赛东就忍不住嘲笑道 嘴长好了 又开始狂了 你是恢复了 不过阿鲁比斯就没那么幸运了 小子 注意你的语气 他的手部也长出来了 拉眉心一束 可回头看向阿鲁比斯时 眼中却出现一抹错愕 阿鲁比斯的伤势 看起来确实恢复了 就连手臂也重新长了出来 但是细细看去 新长出的手臂表面 却是死灰色 就像是石膏一般 没有一点活力 阿鲁比斯 默然低下了头 对 在被他吃掉手臂之后 我的神格也受损了 这条手臂上的神力全部散失 根本无法活动 若是我们真被他吃掉 那 那可能真的会死 文言 众神皆是沉默了下来 除了强悍的力量外 他们最大的依仗 就是不死之躯 可当这一点都受到威胁时 所有人都不禁重新考虑 这次任务的必要性了 他们虽然觉醒了神力 但终究还是人 他们远比普通人更怕死 波赛东率先红着脸 倾壳了两声 你们说 我们要是现在离开 这是能停息吗 此话一出 众神都随之附和 应该没问题 华夏是个离之邦 他们有个成语 就叫西式宁人 趁着现在事情 还没有闹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咱们现在退 应该还来得及 那还等什么 咱们现在就撤啊 等楚风冷静下来 应该也不会追责的 实在不济 我们做出一些相应的补偿 也是可以的 而就在这时 之前一直没有作声的露西法 却是笑着摇了摇头 哼 撤 你们在开玩笑吗 众神顿时一愣 随即就板起了脸 你还有脸说话 露西法 从始至终 你都没有出过手 你在等什么 说起这个 你和加百列 才是漂亮国的代表啊 矛盾是你们两国产生的 我们可是在你们的号召下才来的 即便追责 楚风第一个找的也是你 别总是一副 嬉皮笑脸的模样 我可是和你们上帝 一个级别的主神 说话给我客气点 面对众神的斥责 露西法突然一改往常的笑脸 眼角一寒 凛冽的目光扫过众神 你们 有意义 被那冰冷的目光扫过 众神 这家伙明明什么都没有做 但无形中透露出的威压 却让他们心底不由发寒 宙斯率先回过神 同样眯起眼角 质问道 怎么 你还想威胁我们 露西法 你是不是有些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了 露西法目光冰冷地看着宙斯 可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又恢复之前那样吊锅当的模样 说笑了 大家都是盟友 可别内讧 其实我也是为你们考虑 宙斯 你仔细看 现在的楚风 可是一直盯着你的盾 和哈迪斯先生的双骨叉看 你觉得他会放你们离开吗 宙斯和哈迪斯 皆是眉头一皱 低头看去 虽然相隔千米 但依旧能感受到 楚风那贪婪的目光 他想干嘛 还想抢我们的神兵不成 就在这时 一边加百列也说道 不用紧张 他虽然近乎无敌 但是并不会任何神迹 只要我们站在半空 他拿我们也没办法 当务之急 是想出一个杀他的办法 文言 众神纷纷开始商讨了起来 最终得出一个决定 由众神轮番 使用试探性的攻击 对付楚风 不用伤到他 只求找到他的破绽 随后大家一起发动 最强一击 将其一招抹杀 对此所有人都表示赞同 毕竟即便是神 也会有破绽 可就在这时 原本已经被打怕了的 阿鲁比斯的一句话 却让众神再次沉默下来 办法是可行 我们会不会试着试着 就被打死了 阿鲁比斯的一句话 让众神再次陷入沉默 唯独路西法不懈地笑了笑 如果我猜得没错 他反击的力量 和他遭受的伤害 是成正比的 遭受越强的攻击 他的反击越是猛烈 我们尽量控制好 力道就行 众神皆是嗤之以鼻 才 路西法 你是想让我们用生命 去验证你的猜想吗 不如 你先试试 对 说白了 这是你们漂亮国挑起的争端 就应该你上 路西法瞥了众人一眼 无奈地耸了耸肩 既然你们都那么怕死 也只有我先来了 说完 路西法目光一鸣 从翅膀上取下一片黑色的羽毛 立于指尖 轻轻弹了出去 嗖 羽毛离手 直接化为一道黑光 从楚风脸上划过 刮出一道浅浅的擦痕 见状 众神皆是不自觉地退开两步 生怕殃及于迟 下一刻 楚风的身子突然从原地消失 直接抱拳出现在路西法的面前 而路西法也早就做好了准备 快速将六翼挡在身前 碰 一声闷响传开 路西法被震了 退出三四米 而楚风则从千米高空落下 硬生生将地面震出一个深坑 众神皆是不自觉地观察着路西法 还真就发现 他的翅膀竟然完好如初 路西法细血地笑了笑 怎么样 各位 还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你们担心 这种攻击都会威胁到你们的生命 那你们就可以离开了 但先说好 这次的胜利果实 你们就无权享用了 众神瞥了他一眼 显然是不满他说话的态度 但是非寻常 也没人再多说什么 以此发起试探性的攻击 果不其然 楚风每一次都会触发反击 但是那样的攻击 根本不可能对他们造成任何伤害 反倒是他自己被弃了 暴跳如雷 此时 到阿鲁比斯了 只见他一脸怨毒地站了出来 抬手就凝聚出一团死亡之力 该死东西 之前把我打得那么惨 看我现在怎么玩弄你 死亡之气在楚风面前炸开 下一秒楚风就出现在他的面前 可和别人不同的是 楚风并没有用拳头攻击 而是巨手一挥 一把就捏住了阿鲁比斯的狗嘴 该死的虫子 你怎么敢 阿鲁比斯顿时瞪大了双眼 根本不知道为何一到自己这里就变了 还不等他做出反应 楚风就像是一条八爪鱼一般 缠在了他的身上 一同下坠 看着那张怨毒而又贪婪的嘴脸 阿鲁比斯完全慌了神 不用怀疑 要是两人一同落地 那他绝对要被包皮拆骨 吞噬殆尽 嗯 放开 放开我 啊 还不等阿鲁比斯挣脱 楚风的牙齿就陷进了他的脖子 恐怖的痛觉 顿时激起他一身鸡皮疙瘩 就在阿鲁比斯 就要放弃抵抗之际 拉再次出现在楚风的身后 一记神火砸在他的腰间 受到攻击的楚风 这才松开了阿鲁比斯 对拉发起反击 阿鲁比斯急忙升空 一脸精神未定 不是 为什么一到我这就变了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对此 路西法也只能摇头道 估计是你更欠揍吧 但你也没受到实质性的伤害不是 你 阿鲁比斯正要发火 却见路西法又摆了白手道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 当有人发起攻击的时候 我们其他人就负责保护 这样就不会出问题了 于是 无休止的攻击再次展开 而且在渐渐定位了 自己能承受的力量后 众神也加大了攻击的强度 开始试探性地使用神器攻击了 一时间 雷电 神光 狂杀 神火等神技 不断落在楚风的身上 下方的楚风 更是暴跳如雷 虽然没有受伤 但始终无法对他们 造成有效的伤害 感觉就像是 被荡猴耍了一般 还敢笑 还敢笑 我要撕了你们 我要撕碎你们 好 别跳了 好饿啊 要不等我先吃点什么东西好吗 我真要顶不住了呀 神盾 号角 神戒 天啊 那都是我的呀 那么多强大的神器 你们竟然只能发挥到这种程度 来 让我教你如何使用 给我动起来 话音刚落 楚风眼中幽光大放 抬手便须 抓向众神的方向 一股无形的力量随之散开 众神也注意到的 楚风诡异的动作 而此时正好到宙斯发动攻击 只见他眼角一寒 便将神器雷霆握于手中 一脸轻蔑俯视着下方 故弄玄虚的家伙 就让你见识一下我雷霆之力的力 嗨 话音未落 宙斯突然感觉 手臂传来一阵苏码 低头一看 只见手中的雷霆 竟然化为数百道紫色雷龙散于周围 就在他出神之际 天空已被乌云笼罩 无数雷龙穿梭其中 闷雷不断乍响 引得天地不断颤抖 宛如世界末日降临 剑壮 其余众神皆是一脸震惊地看着他 不愧是神王 这般恐怖的雷电 竟引得我神格都为之站立 呃 不是说试探性攻击吗 怎么突然就发大招了 难道宙斯大人 已经找到了楚风的弱点 要给他致命一击了 雷电都快凝聚成近乎实质的龙了 而且足有上百条 宙斯大人太强了 不过 我怎么感觉那些雷龙在瞄着我们呢 态度还有点不友善 最猛逼的还是宙斯 他明明还没有催动神器 可是这东西居然自己启动了 而且比主动催动的威力 强了不下十倍 这特么到底是啥情况 就在这时 下方突然传出楚风的一声宁笑 这才是神器该有的样子啊 给我炸 众神皆是一愣 低头一看 只见楚风双眼泛着绿光 须抓的掌心 也握成了拳头 与此同时 云层中潜藏的雷龙全部冲出 将原本漆黑无光的大地 照出一片惨白 数百雷龙从云层中翻涌而来 电光让众神惊恐的表情 更显惨白 啊 宙斯 这是什么情况 你为何要攻击我们 怎么可能是我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雷霆自己就开启了 我想起来了 是楚风 他在对战八旗大蛇时 就施展过这样的预期术 先别说了 各位先施展最强手段 挡下这次攻击再说 躲在我身后 让我来 化阳 拉一脸凝重地 冲到众神前方 身体顿时泛出刺眼的红光 随即周身开始自然 如同一轮太阳般耀眼 然而就在这时 数十道雷龙 瞬息便没入他的体内 这时 拉本想用太阳神火 抵抗雷龙 却没想到 这些东西没入体内之后 无数道恐怖的电流 便在体内传开 剧烈的痛疼 顿时让其发出一声淒厉的嘶吼 啊 众神心头顿时一紧 细细看去 只见拉锁化的太阳内部 竟然出现无数道黑色的裂纹 仿佛下一刻就要爆开 见状 宙斯只能咬牙冲到拉的前方 准备用手中的 盾来抵御雷龙的侵袭 盾牌名叫埃鬼斯 乃是由上古独眼巨人 用山羊皮打造 其中充满无尽的魔力 即便是他的雷霆 也无法突破其防御 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时 当他举起手中盾牌时 却发现自己 根本无法催动里面的魔力 可偏偏哀鬼斯的表演 又爆发出刺眼的蓝光 显然也是被处风操控了 就在宙斯惊恐之际 只见一只巨大的黑色山羊的虚影 从盾牌表面冲出 抬起一只蹄子 照着他的脑袋就踏了下来 啊 宙斯心头顿时一紧 右手凝聚神力 一拳就迎了上去黑山羊的蹄子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荧幕 再次出现 只见黑山羊虚影的蹄子 直接透过了宙斯的拳头 一踢就踩在了宙斯的脑门上 巨大的力量直接将其撞飞 见状 众神只能急速撤退 一边的波赛东则是身形一闪 堪堪接住了宙斯 在看到他脑门上那个凹陷的提应时 更是焦急问道 这是你的神器 你就没有可以让他们停下来的办法吗 看着自己方向不断袭来的雷龙 和毫发无伤的黑山羊虚影 宙斯的脸上只剩茫然 没有办法 楚风不仅可以隔空催动神器中的技能 更是唤醒了神器原本的意识 这样的手段 比我强出太多 根本无法阻止 而且这些雷龙有一个特性 在未达目的之前 绝不可能凭空消散 众神暂时只能疯狂撤退 可那数百雷龙和黑山羊虚影 也是不死不休 紧跟其后不说 距离还被不断拉近 阿鲁比斯由于之前就已经负伤 所以一直落在后方 而就在这时 一道雷龙已经撞在了他的背上 啊 闻言 众神急忙回头看去 只见阿鲁比斯周身皮肤 已经变得焦黑 而那只后面长出的右臂 由于缺乏神力支撑 直接被炸得血肉模糊 更恐怖的是 那数百道雷龙 已在这时 全部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不用怀疑 若是那数百雷龙 同时涌入他体内 那瞬间就可以 把他撕扯碎片 看到身后亮起的惨白电光 阿鲁比斯的脸 都扭曲成了一片 救我 地面的楚风 始终一脸窃喜地 看着狼狈逃窜的众神 见到阿鲁比斯的惨状时 眼睛都笑成了一条线 嘻嘻嘻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强 等把那些家伙 都炸成碎片之后 我再把这些神器 喂给那根大黑棒子 不要把它炸成碎片好不好 你答应过我的 你说过 会让我吃了它们的 闭嘴 现在就给我炸死它们 一个也不准放跑 让它们知道 戏弄我的代价 就在楚风面部 疯狂扭曲之际 空中却突然出现 诡异的一幕 只见原本位于前段的哈迪斯 突然挡在了 阿鲁比斯的身前 手中双骨插一挥 竟在眼前 划出一道空间裂缝 一股黑风从裂缝中涌出 其中更是发出 无数凄厉的哀嚎 向着雷龙群呼啸而去 轰隆 碰 只见所有雷龙 在接触到黑风之后 便直接炸开 惨白的电光 映出了黑风中无数鬼影 待最后一条雷龙消失 众神才松了口气 这是哈迪斯的神迹 鸣和 以神力撕开鸣界大门 将由无数鬼魂 汇聚而成的鸣和放出 让这些鬼魂 挡住了雷龙的冲击 不过哈迪斯虽然成功 挡下了这次雷龙冲击 可这也让整条鸣和之中的 鬼魂死伤进半 身为冥王的哈迪斯 一直把这些鬼魂 当作自己的子民 这一下损失进半 心里怎能咽下这口气 而就在这时 他的眼角余光 却刚好看到了 远处观战的临江市民们 虽然 哪里无可奈何 但总有人来平息 本神心中的怒火 不是吗 嘿嘿嘿嘿 待哈迪斯音森的笑声传出之后 随即就将双骨叉 指向了临江市民们 所在的方向 下一刻 空间再次被撕出一刀裂缝 鸣和再次涌出 看见活人之后 鸣和之中的万千鬼魂们 顿时沸腾起来 眼中迸发出嗜血的凶光 发出一声声亢奋的嘶吼 带着不可阻挡之势 疯狂奔涌 吼 无数嘶吼声汇聚在一起 震得人耳根生疼 再看那密密麻麻冲来的鬼魂 只让人背脊发凉 市民们顿时惊慌不已 风哥 救救我们 该死的 别让风哥分心 不就特么恶鬼吗 拼了 然而 这次楚风却是头也没回忆下 双眼始终盯着空中众神 似乎并没有出手相救的意思 而就在这时 那鸣和中的恶鬼 离他们已只有数丈的距离 就在众人准备奋死衣脖之际 一道曼妙的身影 突然出现在众人的上方 是鬼爹 在楚风对战八个制高神的时候 他也在借机恢复伤势 如今虽然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 但眼下的情况 已经不容他继续调整了 鸣和中的鬼魂 看见他周身缭绕的鬼气之后 表情变得更加疯狂 吃了他 我们都将获得强大的力量 只见鬼地眼角 突然闪过一抹寒芒 袖拳一挥 半生鬼玉大门 顿时出现在半空 砸毛小鬼 也敢搬门弄斧 开 话音刚落 鬼玉大门轰的一声打开 冰山地狱再次问世 冰冷的寒气从中一出 绝对的寒冷 竟让那鸣和之中的鬼魂们 都感到胆寒 特别是前排的鬼魂们 已然感觉到了一丝不妙 然而 还不等他们做出任何反应 鬼地冰冷的话音便已传出 全部拖进去 话音刚落 缠绕在冰山上的所有铁锁 纷纷化为数十道寒芒 直接扎进了鸣和之中 无数鬼魂还来不及逃走 就被冲出的铁锁 洞穿了魂体 像是糖葫芦一般 被穿成一条直线 这是什么东西 我的腿 哈迪斯大人 救我 只是瞬间 便有近千的鬼魂 被拉进冰山地狱 化为冰山一角 见状 下方的临江市民们 脸上也总算露出一抹 劫后余生的笑容 等 挡住了 牛皮 嫂子牛皮 我要和你生猴子 朋友 这话可不心说啊 可就在这时 上方的鬼地 却突然发出一声利和 都还愣着做什么 快滚啊 虽然瞬间便解决了 近千的鬼魂 但铭河中的鬼魂数量 实在太多 即便是鬼地 也同样吃力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 就有十多个鬼魂 直接从他身边掠过 禁止向下方的市民们冲去 哈哈 是活人 真是活人啊 都给我死 嗯 侥幸冲进人群的 十多个鬼魂 笑着笑着 就愣在了原地 因为这些光头们 似乎并没有那么害怕他们 看向他们的表情 也从开始的警惕 变成了愤怒 还从身后掏出棍棒 板砖等武器 细细看去 那些武器上 还泛着淡淡的光韵 显然是用灵气加持过了 马德 吓老子一跳 我还以为是多大的脚 这造型 最高也就C级吧 就这还赶来凌江混 打不过至高神 还不打不过 你们这群狗犊子 兄弟们 超家伙 好好让这些洋鬼子 领略一下 咱们临江的风土人情 你他妈瞅啥 兄弟们 那逼瞅我 干 看着数百个蹭亮的光头 向几方走来 十多个鬼魂 不自觉就聚拢在一起 脸上的猙獰 也变成了担忧 不是 这些华夏人 难道都不怕鬼的吗 别慌 他们都在虚张声势 咱们是鬼 该怕的是他们 跟我一起冲 哇 嗯 一个鬼魂露出一口疗牙 就冲了出去 可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钢管敲在了嘴上 一头倒地 顿时感觉脑瓜子 嗡嗡嗡地响得不停 好不容易清醒过来 低头一看 牙都碎了一地 而就在这时 几双大脚也出现在了他的跟前 抬头一看 眼神都变得呆滞了 月光撒在一排排 蹭亮的脑门上 阴影中 还露出一张张争鸣的笑脸 就你他妈是鬼呗 鬼魂不自觉咽了咽口水 Oh my God 光头们一拥而上 手中家伙是 捂得那叫一个虎虎生风 看着同伴们不断倒下 一个鬼魂显然被吓猛了 转身就想逃走 可还没跑出两步 就见一个光头 一把薅住了他的头发 愣声声给他拉回人群之中 啊 别扯了 我的头发 哎呦 别打脸啊 我认输 啊 法克 敢不敢单挑 啊 听着下方传来的痛呼 鬼递不自觉就回头看了一下 见一堆光头 把人家摁在地上打时 眼神也不由变得复杂起来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嫂子 别怕 可以多放几个下来的 一个市民恰好抬头与鬼递对视 感受到对方的目光后 急忙挤出一脸参笑 鬼递淡淡瞥了他一眼 轮不到你说话 可就在这时 市民却突然面色一改 一脸惊惧地 看向鬼递身后的位置 嫂子 小心 鬼递心中顿时一紧 回头之余 只见一道闪电 伴随着熊熊烈火 已至跟前 根本来不及闪避 只能抬手 换出一道冰墙阻挡 啪 猝不及防之下 冰墙瞬间破碎 而闪电和烈火 并未停息 鬼递本想利用 不死之躯 硬抗下这次攻击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闪电和烈火 直接掠过他的身子 直接冲入冰山地狱之中 鬼递心中顿时大惊 他可以不断重塑身躯 但若是半生鬼欲受损 他也将受到致命的伤害 不等鬼递回过神 擦的一声脆响便已传开 急忙回头看去 正好印上 秦怀义那怨毒的双眼 宙斯和拉早就 看到了冰山地狱中的秦怀义 于是决定将其放出 一起对抗处风 秦家组长 我们已经斩断了 束缚你的铁锁 出来吧 我们祝你追寻你要的自由 秦怀义显然也明白了什么 嘴角上扬道扭曲 露出一排森白的牙齿 嘿嘿嘿 我说过 总有一天 我会重获自由 糟糕 鬼帝顿时心感不妙 抬手一鸣 冰山上的两条铁锁 顿时向秦怀义袭去 可这次 秦怀义却没有丝毫躲闪 而是抬起右手 一拳就砸在身后的冰山地狱上 哼 巨大的力量 让整座冰山都为之一颤 表面的冰层 瞬间就它下一层 冰层破开之后 原本被封印在里面的恶鬼 也渐渐苏醒了过来 呃 这 我自由了 吴已被封印无数岁月 没想 还有重新问世的一天 让吴看看 这世间又变成了何等模样 死 我闻到了活人的气息 是活人啊 哈哈哈哈 一个个恶鬼破冰而出 还有不少身上 都散发着强大的远古气息 他们并不全是 鬼帝封印进冰山地狱中的 甚至在鬼帝出现之前 他们就已经被封在了 冰山地狱之中 若是将这些上古恶鬼放出 人间必将遭受荼毒 见状 秦怀一的笑容更是扭曲 在被囚禁的这段时间内 他感应到了冰山地狱中 还被关押着大量强大的存在 各种邪念不断侵蚀他的神识 让他的心理变得更加扭曲 现在的他已经不再追求自由 他只想报复所有人 最好让这个世界毁灭 这才能解他心头之恨 就在这时 两道铁锁已经席至他的跟前 秦怀一眼角一寒 抬手换出一道红莲夜火轰出 然而没想到的是 还不等火焰触碰到铁锁 一个浑身皮包骨的老头 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前 退 老头的声音沙哑至极 只见其两手轻轻一拦 那两道铁锁就失去了动力 哗的一声倒在地上 今日你帮老夫脱困 老夫也让你免受束缚 你我之间算是两清了 秦怀一不懈吃笑道 即便不用你 这铁锁也困不住我 倒是外面 这女鬼有些本事 就是他将我们束缚于此 各位该怎么做 不容我多说了吧 闻言 所有恶鬼同时回头 一脸怨毒地 看向了站在入口处的鬼地 就这女鬼 她还没有分我的能耐 不过既然她是现在的狱主 那也不可能放她活着 嘻嘻嘻 那么浓郁的鬼气 购老夫好好扑扑身子了 冲出去 一个不留 好 不过片刻间 便有数百恶鬼脱困 凄厉的嘶吼一出 吓得外面的鸣盒 都随之倒流 鸣盒之中的鬼魂 虽然数量极多 但是实力却都十分雷弱 跟里面冰山地狱之中的家伙们 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见状 八个之高神脸上 都出现一丝警惕 这里面的家伙身上 戾气都很深重 若是全部放出来 他们会听命于我们吗 不好说 虽然目前还未发现 有比我们强大的存在 但身上的气息 似乎比我们还要古老 还有 别忘了 他们已经被封印多年 若是恢复到最强的阶段 别担心 实在不行 等灭掉楚风和那女鬼之后 我们就出手杀了他们就行 在这之前 我们安心看戏就行 就在众神议论之际 冰山地狱中的恶鬼 已经全部冲向鬼地 一个个戾气滔天 面露争鸣 恨不得要将鬼地生死了一半 鬼地一脸凝重 周身鬼气翻涌 显然是打算殊死一搏 而就在这时 一个壮硕的身影 却突然挡在了她的前方 看着那蹭亮的后脑勺 鬼地也不由暗暗松了口气 可是一听对方的话 却让她心底一沉 结结结结结 那么多强大的力量 都是我的 楚风的出现 让冰山地狱中的恶鬼们 都不自觉停下了脚步 这家伙又是谁 为什么只是与之对视一眼 便让我有了心机的感觉 传闻山海中 有一艺兽 名曰山霄 四肢健硕 奇丑无比 周身漆黑 力大无穷 说的似乎就是她 管她是什么 只要敢阻拦我们的道路 那她就得死 话音刚落 数百恶鬼静止冲出 反倒是秦怀义 不露声色地站在原地 一看到楚风 往日的一幕幕 就不自觉浮现在脑海 她怕了 她是真的被打怕了 相比面对那无休止的爆锤 这冰山地狱 似乎也还不错 看着恶鬼们向自己冲来时 楚风激动得 身子都开始微微颤抖 来吧 全部一起来 结结结结结 剑状 鬼地反倒是担忧了起来 冰山地狱 虽是她的半生鬼狱 但是她也并未了解通透 而且她也知道 里面封印着很多强大的家伙 即便是她在路过冰山时 都感应到 有强大的精神力量 进入她的脑海 不断发迷惑她的心智 现在的楚风 处于完全暴走的状态 就怕她吃掉这些家伙后 一时也受到影响 别 然而话音未落 楚风已然冲出 只见她抬手一拧 搜一声破空声 便从远处传来 侧头一看 正是鬼哭神嚎 鬼哭神嚎入手后 楚风毫不犹豫地 将其顺手抛出 来吧 我的奴仆们 将这些饲料吃光吃尽 一个不留 鬼哭神嚎 在空中不断撕裂 一个个漆黑的庞然大雾 从中冲出 一声声凄厉的嘶吼 更是让整个冰山地狱 都为之颤动 吼 远古惊魂 哈哈 小鬼 你是我的了 那命来 冰山地狱中的恶鬼 虽然都是大凶大恶的 上古厉鬼 但也没见过这种架势 还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就见一个恶鬼 被一只浑身漆黑的巨蟒 用尾巴缠至半空 一口就咽了下去 啊 进食的感觉 舒服啊 哈哈哈哈 见状 恶鬼们哪里还敢造次 拼命就向冰山地狱逃去 可是他们的速度 在鬼哭神嚎 里面这些鬼神面前 显得是那么的迟缓 不过片刻功夫就被赶上 传出一声声哀嚎 救命 恶 我不出去了 我不出去了 很快 破冰而出的恶鬼 就被吃光殆尽 而鬼哭神嚎中的鬼神们 竟然围成一圈 将秦怀翼围在了中央 面对如此多强大的鬼神 秦怀翼被吓了头 都不敢抬一下 恐怖的含义 从脚心直冲天灵盖 一滴滴冷汗 沿着病脚就流了下来 这一刻 他总算知道了 自己和楚风之间的差距 有楚风的细胞 可能确实不会死 但要是 落入这些鬼神的口中 他的余生 估计只能在直肠中度过了 就在这时 楚风的脸色 又开始不断变化 那个畜生 怎么还活着 我要撕碎他 好 不行 这个得交给我了 我求求你们了 我还没有吃东西啊 我要饿死了呀 他是我的 你们不准抢 都别愣着了 快吃了他 我快拦不住这两家伙了 三个神识发生分歧 诡异的一幕再次出现 只见他右手刚一探出 又被左手给摁住 右脚踏出 又被左脚给踢倒 可下一秒 却又像是大蚯蚓一般 向着情怀意的方向 就挪动了过去 见状 鬼弟急忙上前准备阻拦 可是手还没碰到楚风 却见他突然回过头来 该死的家伙 给我滚原点 不然 我现在就吃了你 看着那张过分扭曲的脸 鬼弟也不知所措地 愣在了原地 与此同时 鬼与外的八个之高神的表情 也开始不自然了 不行 那家伙的武器 在吞噬了里面的鬼魂之后 还完美继承了对方的能力 若是再放任他继续吃下去 别说楚风了 到最后我们很可能 连那根棒子都打不过 现在该怎么办 现在发动吊动 所有神力发动最强一击 可若是杀不掉他 那他的反击 会马上要了我们的命 这 我们现在走 还来得及吗 就在众神一筹莫展之际 家伙劣却站了出来 用静咒封印他吧 众神纷纷向他看去 脸上全是不解 封印术 我们倒是会 但神力 消耗巨大 而且也未必对他有用啊 最怕的是 被他打破封印 我们也会被反噬 到时候 就只能任由他宰割了 家伙劣只是自信地笑了笑 随即将妖间的真理号角拿出 仅凭我们的力量确实不行 但主可以 文言 众神皆是侧头看向了家伙劣 能被他称为主的人 那就只有上帝了 上帝可是创世神 光明与力量的象征 实力自然高于在场众神 没想到他本体没有觉醒 反倒是家伙劣 能使用真理号角唤醒他 如果具备了上帝的力量 那家伙劣的实力 也将凌驾在众神之上 在众神的眼中 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尤其是一边的路西法 听到了家伙劣的话后 眼中顿时就出现一抹厌恶 家伙劣斯毫不在意别人的眼光 直接吹响了号角 五 高亢沉重的声音 顿时响彻天地 紧接着 一股神圣且灼热的圣光 从天而降 直接将鬼气汇聚而成的乌云 撕出一小刀裂缝 在感受到那股神圣的力量之后 所有阴邪都感觉到了明显不适 明河中的恶鬼们 还不来即发出嘶吼 就在圣光中化为黑烟散去 就连路西法和阿鲁比斯 这样阴暗面的神灵 也皱紧了眉头 紧接着 天空中的裂缝越来越大 细细看去 乌云就像是遇到天敌一般 急速散开 光明重照大地 空气中更是被灌满了神圣的气息 更让人震惊的是 加百列深厚的天际 竟然出现一个泛着金光的巨大虚影 虚影高万丈 始终紧闭着眼睛 头上还有一个圣洁的光环 巨大的轮廓 占据了半个天空 浑身上下都透露着强大的气息 仿佛只要他睁眼 这世界就会呈现另一种面貌 见状 加百列忍不住心中的狂喜 直接单膝跪在了原地 一脸虔诚地张开双臂道 敬爱的天父 感谢您回应了我的呼唤 感谢您与我同在 请接受我最虔诚的颂扬 文言 虚影的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一抹慈祥的笑容 我始终与你同在 我的孩子 话音刚落落 空气中又凭空多出一股强大的生命力 只见原本碎裂的大地 顿时恢复如初 上面的枯枝断叶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长 开始生长 无论人神 都被这一幕震撼住了 只是一句话的力量 便可以让满地疮痍的大地 顺息恢复如初 这就是创世的力量吗 就在众人错愕之际 上帝虚影 眉头却微微皱起 露西法 我的孩子 见到我 为何不跪 还有你们 略带不满的声音 让几个至高神心头一紧 上帝虚影明明是闭着眼睛的 但是几个至高神却感觉有一双眼睛 就映在了他们的脑海之中 目光凌冽地瞪着他们 仿佛只要不跪下 那下一刻 他们就将彻底被抹除一般 文言 几个神皆是跪了下去 上帝虚影脸上 再次恢复了慈祥的笑容 加百列 我的孩子 唤醒我 事有何事 看着其余七个神脸上惊恶的表情 加百列更是感觉面上有光 急忙说道 希望我主能赐予我力量 让我封印这世间最邪恶的存在 文言 虚影嘴角再次上扬 邪恶本是这世间不该有的存在 直接磨灭便可 那最邪恶的存在 是谁 加百列迫不及待地站起身 指向冰山地狱的方向 那个恶魔 就在那鬼域之中 文言 上帝虚影便微微点头 可当其意识扫过处风时 脸上表情却突然一僵 就是你吗 不对 铁锁冰山 这 这是华夏 那错愕的声音 让众神都为之一愣 细细看去 虚影脸上的表情 都显得有些僵硬 而且就在他窥测处风的时候 处风也在看着他 这一刻 他脑中的三个神石 似乎再次站在了统一战线上 一脸诡异地 看着半空中的巨大虚影 眼中净是贪婪 神 为什么我一听这个字眼 就感觉如此恶心 来 让我把你撕碎 好 那么大 应该给我吃一顿了 那灼热的气息 神圣的光运 无时不刻在勾起我的味蕾 好纯净的力量 我的 你是我的了 吸吸吸 该死的东西 不忙着跪拜就算了 你还胆敢 对我天父不敬 天父 我请求您 听到处风大逆不道的话语后 加百列顿时怒火中烧 可是回头一看 却见上帝虚影脸上 非但没有一丝怒意 反而是一脸愁容地扫射着所有 像是在提防什么一般 天父 是有什么问题吗 上帝虚影顿时怒道 华夏乃是神明禁地 你再次唤醒我 到底居心何在 文言 不仅是加百列猛了 其余七个神也梦了 大家都是神 怎么就从来没听过 神明禁地这个说法 而且上帝虚影的话语中 竟是满是忌惮和不安 这什么情况 大家都是神 为什么我就从来没听过 神明禁地这个说法 难道是 我们的级别不够 但上帝可是创世神 连他如此忌惮 不应该啊 看到众神的神色变化之后 加百列便急忙问道 天父 神明禁地这个说法 到底从何而来 实不相瞒 为了承接这个恶徒 我们已经对华夏动用了武力 除了这个处风之外 并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阻拦我们 宁可是无所不能的天父 根本没人能够忤逆你的神意 文言 上帝虚影 更是恨铁不成钢道 这里哪有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当年我才踏上这片土地 就被树到强大的意念锁定 若不是我撤离得快 后面飞来的一把斧头 就险些让我殒灭当场 而至始至终 我都没有看清 是谁动的手 好在他们不懈追究 不然我们的文明 瞬间就会崩塌 文言 众神脸上 皆是一脸不可置信 连创世神都被吓成这样 那之前华夏的力量 到底有多恐怖 就在这时 一个不协调的声音 却懒洋洋地响起 您可是高高在上的天父大人啊 怎么会被吓成这样 就这点胆识 真不配受我的跪拜之礼 说着 路西法便站起身 眼神之中 尽是调侃与戏谑 他本就和上帝不对付 在听出对方不敢在这里动手后 心中的忌惮 更是消除了大半 路西法 捏 加百列顿时大怒 随即又回头看向上帝虚颖说道 天父大人 从我们踏足华夏到现在 至今都没有出现过 您口中的恐怖存在 兴许 那些家伙 早已成为历史了 我向您保证 只要磨灭了这个邪恶的家伙 这片大地将不满您的信徒 上帝虚颖沉默了片刻 最终还是硬了下来 确实是还未出现 甚至我也没感应到他们的存在 不过 算了 虽然他邪恶不堪 但我也心怀不忍 还是先行封印好了 闻言 路西法更是忍不住笑出了声 之前还说 邪恶的东西本不该存留于世 现在又心怀不忍了 能把心中怯懦表述得如此慷慨 还得是您啊 我的天父大人 上帝心中虽然大怒 但脸上却不露声色道 路西法 我本就是仁慈的代表 你却还想把我的思想引上歧途 别忘了 连你都是我创造的 我知道你的心思 就在这时 一声怒吓 将众神的目光收回 马德 一群恶心人的东西 都给我死 好 只见楚风阵壁一呼 一条百丈黑蛇 顿时将其托起 带着一百多个鬼神 冲天起 见到这般场景 空中众神 皆是心头一紧 之前他们还能利用 玉空的法门 保证自己的安全 可没想到 这家伙在唤醒 鬼窟神壕中的鬼神后 这唯一的优势 也将荡然无存 而就在这时 上帝虚影也睁开了双眼 真言 光明之下 一切阴晦都将散去 风 话音刚落 只见散播在空气中的 神圣力量 迅速向楚风一行的 方向聚拢 楚风一行上升的 速度越来越慢 而身边的鬼神 也变得焦躁不安 纷纷站立起来 发出一声声不甘的嘶吼 呃 这都是些什么 恶心人的东西 给我滚啊 楚风用力拍打四周 可凭借蛮力 根本无法驱散 这些神圣的力量 鬼神们开始化为 阵阵黑烟 凝聚在楚风脚下的 黑蛇上似乎在凝聚鬼神之力 抵抗那股神圣的力量 可最终 黑蛇也发出一声 痛苦的嘶吼 直接变成了 鬼哭神嚎原本的模样 从空中自然落下 砸裂地面 溅起一地尘灰 可诡异的是 楚风却并未落下 而是被一个 泛着金光的透明正方体 困在了半空 楚风开始疯狂挣扎 可是现在的他 却像是深陷大海一般 无论怎么用力 都碰不到那正方体的边缘 每一拳轰出 都像砸在水里 根本掀不起一点波澜 该死的东西 你都对我做了什么 放我出去 看着楚风被成功封印之后 脸上也恢复了从容的笑容 可当他回头 看向上帝虚影时 却发现虚影 竟然比之前暗淡了不少 天父 您 此时的上帝虚影 就像是玻璃上的倒影一般 仿佛轻轻一碰就会破碎 脸上没了之前的慈祥 反而是一脸的疲惫 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为了封印他 竟然要动用我全部审理 一个不起眼的家伙 也会让我那么费力 罢了 封印已经完成 剩下的事 我不再参合 说完 虚影逐渐透明 直至消失 见状 众神脸上的敬畏 也一扫而光 在转头看向楚风时 笑容也逐渐变得扭曲起来 在确定楚风无法动弹之后 哈迪斯第一个就站了出来 一脸怨毒地看着楚风说道 我名和万千幽魂 都被你吞噬殆尽 那可是我的子民啊 楚风 接下来 我会让你亲身体验一下 这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阿鲁比斯就缓缓走出 可别全部杀光了 我还得用这些家伙 来补充我的木乃伊大军呢 话音刚落 两人抬手一挥 便换出两团黑色光球 砸向人群 好 楚风眼中黑光大作 可是无论他怎么挣扎 都无法破除上帝设下的封印 鬼帝也急忙换出一道巨大的冰墙 准备抗下那两团黑色光球 可让人想不到的是 光球竟然直接透过了冰墙 砸在人群之中 嗡 光球炸开 直接将地面炸出一个树杖深的大洞 巨大的能量冲击 让两旁的建筑瞬间崩塌 人群更是死伤近半 还有不少受到光波冲击的人 身上开始大面积的腐蚀 啊 我的孩子 天杀的畜生 我要杀你们 我的胳膊 我的胳膊没了 呃 楚风也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原本暴躁的他 竟是愣在了原地 就在这时 众神已经站在了他的两侧 哈哈 楚风 这才只是开始 你可得好好地看 认真地欣赏 这是我们占据华夏的第一步 必须要让他们胆寒 此地必将寸草不生 这就是你毁灭我神器的代价 说完 众神奇出 唯独露西法 一直停留在楚风的身边 呵呵 看到自己的子民遭受荼毒 你就不想做些什么 楚风猛然回过头 一脸怨毒地抓向露西法 可手却无法伸出风意 卑劣的虫子 我要撕了你 我会把你的每一块骨头捏碎 让你尝遍这世间最痛苦的折磨 露西法笑着摇了摇头 随即低头看向下方 算了 现在的你 完全就是一只失控的野兽 等你冷静下来 我们再继续沟通 与此同时 其余七神已经站在了地上 看着立于众人前方的鬼地时 眼神也逐渐变得玩味起来 走吧 仅凭你一人 是不可能阻拦我们的 让开吧 我们的神力 只想花在有用的地方 鬼地抬头看了一眼楚风 脸上第一次浮现出一抹笑容 说来也是可笑 我堂堂一个鬼地 竟然为了你的一句话 死守一群人类 笑容苦涩 美眸微红 看着那若不经风的身影 楚风心头再次一颤 该死的家伙 你要干什么 送死吗 滚啊 抱歉 这一次 我不想听你的了 鬼地欣然一笑 再次看七个至高神时 目光再次变得冰冷无情 说完 鬼地身上顿时爆发出海量鬼气 周围空气瞬间降温 阴风大作 吹得他一声一百花花作响 即便是死 我也会拖着你们一起下地狱 闻言 众神顿时勃然大怒 冥丸不灵 话音刚落 众神同时凝聚神力轰出 滔天洪水 惨白惊雷 死气呼啸 神火漫天 其中任何一项攻击 都可以轻松 将一个城市抹平 鬼地在这样的攻势之下 显得是那么的渺小 只见他眼神寒光闪烁 抬手一挥 便在身前换出一道百丈高的冰木 啪 冰木硬生而碎 而众神的攻势却为化解 反倒是在冰木破碎后 鬼地立刻遭到反噬 喉咙一甜 张口就喷出一口黑血 看着像自己用来的攻击 鬼地眼角只剩绝望 就这样了吗 嗯 呼 就在这时 一道浓厚的鬼气 顿时在他身前冲天起 形成一道气墙 直接将众神的攻击冲散 一群荒蚁小神 竟然把我夫君困在封印中 找死 草 所谓的神 也玩以多其少 真特么就不要脸了呗 看看 把我们灵将都造成什么样了 对面那几个吊毛 你们摊上大事了 老大 你没事吧 不是我说你 打架这种事 您还是招呼一声啊 怎么自己就来了 鬼气渐渐散去 蕴含其中的身影 也逐渐清晰 萧瑟皮手持西瓜刀 一脸坏笑地看着对面的至高神 而他的身后 就是以成龙为首的生肖恶鬼 和打击为首的纺织场中鬼 一个不少 齐齐现身 见状 七个至高神 皆是眉头微皱 抛开 其余恶鬼不说 在那提着西瓜刀的小鬼 和那狐妖身上 他们竟然感受到了神力 阿鲁比斯 一脸阴寒地站了出来 鬼龙不过半神 真正能对我们造成威胁的 也就那小鬼和狐妖 即便再加一个体力不支的女鬼 你们依旧不是我们的对手 话音刚落 地面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晃动 紧接着 七根黑色石柱破土而出 立于恶鬼们的前方 那再加上我们呢 风歌坊之场 应战 两边势力各聚一方 一边盛光笼罩 一边鬼气飘渺 而更讽刺的是 原本象征仁慈的神灵们 正在想尽办法 杀掉临江所剩的市民 反倒是这些恶鬼 在守护着人类 萧瑟皮手持西瓜刀 稚嫩的脸上满是战意 看着眼前的众神 浑身都激动得有些颤抖 记住珊瑚姐临走前说的 尽量都活着回去 实力不济的 都退回去疏散民众 这里有我顶着 文言 众鬼皆是戏谑一笑 真要是怕死 我特么还不如留在场里采缝刃鸡呢 爷爷杀人无数 是神 这还真是第一次呢 嗯 达姐 你在看什么呢 众鬼回头看去 只见达姐正仰头 看着半空的露西法 嘴角还挂着一抹 若隐若现的微笑 审视一下对手们的实力罢了 诸位 小女子先献丑了 话音刚落 达姐体内顿时迸发出 强大的妖力 吹得一身一百疯狂百动 与此同时 指甲变长 双眼变成赤红色 背后长出九尾 只见达姐抬手指向 最前方的阿鲁比斯 随即用力虚握 陨落 阿鲁比斯顿时心头一紧 浑身死亡之力散开 却突然感觉到 一股无形的力量 将其死死锁住 与此同时 天空突然传来一阵轰鸣 轰隆隆 场中众人皆是抬头看去 只见一颗燃着熊熊烈火的陨石 从天而降 陨石大概有一个足球场大小 巨大的冲击 让空气都为之嘶吼 若是落实 估计整个临江市 都得化为废墟 见状 阿鲁比斯顿时发出一声尖叫 救我 一旁的拉眼中 顿时爆发一抹凶光 手持权杖冲天起 竟是想将整块陨石击碎 而就在这时 萧瑟皮瘦小的身影 却突然出现在他的上方 反手就将西瓜刀 劈向他的脑门 看到那把平平无奇的西瓜刀后 拉得眼角 顿时闪过一抹细血 举着权杖就顶了上去 可就在这时 萧瑟皮的嘴角 却勾勒出一抹得逞的笑容 鬼神之火 就在立合传开之际 西瓜刀上顿时燃起一道 诡异的火焰 最后竟然变成了绿色 如同一道长鞭一般砸了下来 当 权杖和西瓜刀撞在一起 西瓜刀硬生而碎 然而上面带出的鬼神之火 却直接透过了拉的身体 从颈至腿 将其撕成两半 呃 拉的惨叫 顿时响彻整个天际 身体也静止落下 萧瑟皮也被震得虎口崩裂 然而此时的他 却像是没有痛觉一般 一脸怨毒地看着坠下的拉 大喝道 神 不过如此 连我一个六岁孩童 都敢对神举刀 你们还在等什么 来 站啊 瘦弱的身子立于半空 张狂的话语 却引得众鬼齐名 吼 撕碎他们 刺刺刺 紫鼠眼中绿光闪烁 猴中再次发出诡异的声音 使得众鬼眼神凶光爆起 全部冲向众神的方向 陈龙猛地踏出两步 凌空一跃 随即化身千丈长龙 冲向拉坠落的方向 法老王刚想唤起土墙阻止 却突然感觉 腰间传来一阵刺痛 侧头一看 只见四蛇不知何时 已经来到他的身后 在其腰间留下一个蛇吻 竟敢对我下毒 找死 感受到腰间传来的苏玛感后 法老王顿时怒火中烧 全杖一挥 四蛇脚下的地面 顿时伸出一只 由泥土凝聚成的大手 一把便将四蛇捏至半空 死 四蛇吃痛 发出一声嘶鸣 而就在法老王 准备直接将其捏死之际 一个巨大的身影 却将其笼罩在下方 抬头一看 正好对上丑牛那灯笼似的双眼 敢伤我老婆 老子弄死你 此时的丑牛声高近十丈 抬起铁蹄 照着法老王就踩了下去 法老王轻蔑一笑 手中全杖当的一声 就戳在了丑牛的铁蹄上 仅是身子微微颤动了一下 便愣生生让丑牛的蹄子 无法下沉一分 一群不入流的恶鬼 也敢与神为敌 我 话音未落 法老王却突然听见 前方传来一阵破空之声 低头一看 一只长棍伴随着燃烧的鬼火 就静止捅向他的两腿肩 啪 长棍正中十环 立刻传出一阵淡碎的声音 呃 法老王顿时战红了脸 手中一松 就被丑牛一脚踩了 陷进地面 放眼看去 而其余几个至高神的处境 也没好到哪里去 恶鬼们虽然实力不如他们 但胜在数量多 配合默契 手段诡异 比如波赛东一唤醒水元素 马大师就急忙施展闪电五连鞭 咒丝唤醒闪电 皮糙落后的亥珠 就会挡在重轨之前 再加上楚仪 紫鼠和卫阳的精神攻击 愣是让其不落下风 半空的楚风 始终俯视着下方的一举一动 看着看着 眼中异色便渐渐散去 这群家伙 我倒是低估你们了 就在这时 耳边却突然传出 露西法调侃的笑声 哼 楚风 你低估的 显然是这些神的力量 相信我不到关键时刻 这些家伙都不愿暴露实力的 等着看吧 真把他们打击了 你这些属下就惨了 露西法话音刚落 场上局势再次反转 就在陈龙即将赶到拉的位置时 突然听到下方出来一声高亢的嘶鸣 吃 陈龙低头一看 只见拉的两截身子 突然化为滚烫的岩浆 下一刻便从中刺出一只火红的爪子 错不及防之下 陈龙被利爪一把扣住咽喉 反手一砸 愣是将那千丈长的巨大身躯猛地砸在地上 碰 陈龙坠地 巨大的冲击 引得地面发出一阵剧烈的晃动 巨石飞溅 大地军裂 吃 尖锐的嘶鸣响起 尘埃也随之散去 再次看去 只见此时的拉 已经化为一只 全身散发着赤红火焰的烈鸟 而他找下的陈龙 已经没了动静 卑劣的畜生 就你 也敢与神相争 现在 就在神火之中 痛苦死去吧 说话 拉口中 顿时喷出一条巨大的火柱 瞬间 将陈龙的身子覆盖 吼 陈龙发出一声淒厉的哀嚎 身上龙铃瞬间被烧了道卷过来 黑血瓣 随着鬼气不断一出 刚抬起龙爪准备反击 却被拉得另一只爪子 死死按在地上 看那架势 竟是想将其活活烧死 老五 见状 萧瑟皮眼角一寒 双手凝聚出鬼神之火 静止冲出 可就在这时 他脑袋上方的空间却突然扭曲了一下 下一刻 哈迪斯突然现身 手持双骨叉 照着萧瑟皮的脑袋就戳了下 萧瑟皮本能感觉到一丝不安 急忙加速 却是被双骨叉从后颈洞穿 接着就被哈迪斯双脚踩在肩上 一同坠地 呃 萧瑟皮吃痛 很想反击 去 被哈迪斯一脚将脑袋踩了 紧紧贴在地面 狗东西 我早已获得神格 你也杀不了 啊 话音未落 一股强大的死亡之气 便通过双骨叉 涌进萧瑟皮的体内 死亡之气 不断摧毁着萧瑟皮体内的血肉 恐怖的痛觉 不断清洗他的脑海 简直让人崩溃 哈迪斯一脸得意地笑着 将头戴的隐身头盔扶正 随后轻轻低下身 细血道 不不不 我也没有想过要杀你 你会知道 这样的情况下 活着反而是一种折磨 哈哈哈哈 说完 又一股死亡之气 涌进他的体内 剧痛传来 让那弱小的身子不自觉僵直颤抖 一生生痛苦 让人心计不已 杂碎 你怎么下得了手 丑牛顿时暴怒 可话音刚落 突然感觉脚下净传来一阵剧烈的颤抖 就在这时 一座巨大的金字塔破土而出 直接将其掀翻 而站在金字塔下方的 就是法老王 此时的他 周身皮肤变成了灰白色 手中全杖一灰 金字塔冲天起 静止冲向天际坠下的陨石 碰 金字塔与陨石撞在一起 两者同时碎裂 化为流星火雨 砸向地面 看着落下的碎石 鬼帝心头顿时一紧 急忙挡在临江市民的身前 唤出一道巨大的兵墓 可就在这时 阿鲁比斯也挣脱了束缚 突然出现在鬼帝的身后 权杖猛的一挥 直接将他的身子 砸成一滩碎兵 鬼帝再次凝聚出身子 可刚一出现 阿鲁比斯的攻击也立马赶到 让他根本无法保护身后的市民 打击眼中 顿时闪过一抹凝重 抬手一挥 只见半空中的巨石 全部定在了原地 然而就在这时 波赛东和加百烈 同时出现在他的跟前 与之站在一起 打断了他的施法 下一刻 半空中的巨石 再次失控落下 见状 恶鬼们纷纷向人群冲去 准备强行扛下 这些巨石的冲击 然而就在这时 一声惊雷袭来 侧头一看 只见宙斯将一道 紧口粗的闪电链挥了出来 老药 顶住 亥珠从一开始 便一直注意着宙斯的一举一动 见其出手后 壮瘦的身体 直接挡在了重轨前方 然而 这一次的闪电 远飞之前的攻击能笔 触碰到亥珠那一刻 直接将其电晕 而紫电却并未停息 不断在恶鬼群中穿梭 瞬间击倒一片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就在落石 即将砸中人群时 七根石柱突然出现在人群外围 结出一个诡异阵法 升起一道黑色光幕 将市民们围在中央 砰砰砰 巨石不断砸在光幕之上 恐怖的冲击 引得地面不断震动 吓得里面的市民 都惊恐地闭上了眼 待震动停止 此时的灵江 也彻底沦为了废墟 建筑都被落石摧毁 四处弥漫着硝烟 敲尽一片 只有镇中时不时传出两声 诱而惊恐的哭泣声 战场的一角 紫鼠倒在地上 侧头看着窗衣的大地 眼中只剩空洞 巨大的实力差距之下 战局瞬间逆转 这就是至高神的力量吗 可就在这时 鬼帝的声音 却在他的脑中响起 别磨蹭了 进入楚风的脑海 解开所有神识 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听到鬼帝的话后 紫鼠不自觉就想到了 那日进入楚风脑海中的场景 忐忑道 老大 先不说我能否将他们唤醒 我担心的是 唤醒之后 还能不能将他请回去啊 如果到时候 风格彻底失控 造成的伤害 绝对比现在更加恐怖 而且你相信我 我当时 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 绝对比其余几个 都要强大无数倍 到时候 不等他说完 鬼帝恼怒的声音 再次传来 你怎么还在犹豫 若是让这些神继续胡来 整个华夏都将覆灭 而他们也会让楚风 亲眼见证这个过程 不断折磨他的内心 他 承受不住的 紫鼠 你若是怕 唤醒以后 我会想尽办法让你顿走 但是现在 你必须立刻 唤醒他的所有神识 紫鼠低下头 咬牙道 我怕 老大 跟了你那么多年 你还不了解我 我若是怕 我能出现在这里 说着 紫鼠却又无奈道 你也可以认为是我怕 但我怕的是 到时候楚风的意识 被其余神识抹出 彻底变为另一个人 到时候的楚风 就不是你喜欢的那个楚风了 鬼帝微微一愣 下一刻 眼神中便流露出一抹落寞 我现在要做得很简单 只是减少他目前 所承受的痛苦 仅此而已 至于以后 以后再说吧 闻言 紫鼠不由 深深叹了口气 我知道了 那就请老大 尽量拖着这几个家伙 我先尝试 进入风哥的脑海 说完 紫鼠便瘫倒在地 神识化为一丝 微弱的鬼气 缓缓靠近半空中的楚风 神识脱离身体 这会让紫鼠的感受 提升无数倍 但同时 现在的他也十分脆弱 若是被这些 至高神发现的话 不费吹灰之力 便可将其彻底抹杀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 紫鼠也越发谨慎 始终一脸警惕地 注意着露西法的一举一动 但对方感应力 似乎并不强大 直到他飘到风印边上 也没被发现 见状 紫鼠不由窃喜 可就在他碰到风印时 意外发生 肮脏的灵魂 也敢触碰我的意证 一声怒吓 如同惊雷般 在他的脑海中炸响 而这声音 并不是露西法发出的 而是来自风印里面 那声音 竟是之前假装离开的上帝 这家伙根本没有离开 反而将自身化为风印 一直藏匿于此 那他之前为何又要假装离开 还不等紫鼠细想 那声音中蕴含的恐怖力量 就险些将其神石撕碎 风印表面更是神光闪烁 灼热的力量 顿时让他感觉到了致命的威胁 马德 完了 而可就在这时 一边的露西法 却突然伸了下懒腰 同时漫不经心地扇了一下翅膀 一片羽毛落下 上面附着的诡异力量 竟将那无解的风印 刮出一道细小的裂缝 同时 羽毛也化为黑烟散去 见状 紫鼠心中顿时大喜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沿着裂缝就窜了进去 直至成功进入楚风的脑海中 耳边还传来上帝的咒骂声 该死的东西 你给我等着 或许下次就没那么好运了 露西法 又是你坏我好事 这账 我给你记下了 进入楚风的神石空间后 紫鼠也不由庆幸地松了口气 但眼中却竟是疑惑 还好那家伙关键时刻犯困 才让我找到了空挡进来 不然我估计都死在外面了 不过他既然有着能打开封印的能力 那说明他的实力 并不比上帝虚影弱才对 那样的强度 不应该没有发现我才对 但若是他发现了我 为什么非但不阻止 反而我帮我进来了呢 还来不及多想 几个诡异的声音就同时传来 哟 让我看看这是谁 上次的大老鼠 哈哈 小耗子 快过来 让我们好好的看看你 还愣着做什么 滚过来 快 幽闭黑暗的空间内 阵龙发聩的声音不断回响 吓得紫鼠双腿忍不住的哆嗦 只能低着头 不断向里面走去 很快 几个巨大的身影 就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也是紫鼠第一次亲眼见到 这几道神石的真容 他们每一个都和楚风长得一样 身上的气息却全然不同 身高近千丈 巨大的身子立在原地 如同山岳 紫鼠抬头仰望 这才发现他们 每一个的四周 都有一道暗红色的光运 将其锁在其中 应该是一种封印 使他们不能擅自离开 细细看去 又有五道封印 明显比其余两道要暗淡一些 应该就是之前出现过的 五种人格 见状 紫鼠毫不犹豫地跪在了地上 恳请各位出手 与诸神一战 听到紫鼠的笑声 幽闭的空间 顿时回荡起一阵刺耳的轰笑声 哈哈 外面那些杂碎 不过土鸡娃狗罢了 也配称之为神 若不是楚风一直压制着我等 随便出去一个 也能让他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哎 话是如此 但我们凭什么要帮他 压制我们那么长时间 现在打不过了 反倒是来求我们了 笑话 小耗子 来跟我们说说 若是我们灭了那些东西 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恐怖的威压降下 吓得紫鼠浑身不自觉颤抖 颤威威道 并非是风哥让我来的 只是我个人的恳求 若是你们能解决掉诸神 让我付出任何代价都可以 你 右边的神石突然攻下身子 用那冒着绿光的眼睛 仔细审视着紫鼠 呦 到时候我小看你这小老鼠了 体内居然还有一个残破的神格 这样 我可以出手 但代价嘛 则是你体内的神格和鬼气 来自补我的神石 闻言 紫鼠顿时忐忑地低下了头 若是全部贡献出去 那他就会被彻底抹杀了 这 就在这时 一声怒和乍响开来 恶心人的东西 那些家伙都将处风封印了 这你们还能忍 罢了 老子先去 不过话先说好了 小耗子 虽然在我们苏醒的时候 处风的意识会沉睡 但这家伙的潜意识 也一直压制着我们 单凭我一己之力 只能保证 没人能伤害他的肉身 并不能破除封印 说完 暴怒神石前方的封印 亮起一阵刺眼的红光 随即就消失在了远处 无脑的家伙 绿色的神石咧了咧嘴 接着问道 小耗子 我说与你的条件 你可想好了 紫鼠咽了咽口水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嘻嘻嘻 见状 绿色神石也发出一阵窃笑 随即消失在了原地 那我们回头见 紫鼠松了口气 再次抬头 看向圣余的五个神格 若是我猜的没错 你们就是隐藏在 人间的七宗罪 对吧 在绿色和黑色人格离开后 圣余人格似乎 对子鼠都不感兴趣 过了半想 也只有棕色的人格说道 你说得对 人类恶行 皆由我们二生 但提醒你一句 现在的你已经承诺 把所有东西都交给贪婪了 那你就没资格和我们继续谈判了 出去吧 我喜欢安静 文言 紫鼠心中也有了些许底气 那若是我猜的没错 您就是懒多事吧 之前 您曾在昭和现身过 那样的强大 在下着实佩服 棕色人格瞥了他一眼 戴然道 最后跟你说一遍 出去 别打扰我睡觉 只是被淡淡的一瞥 紫鼠就感觉一股衰败的力量 瞬间笼罩了自己 不自觉间 全身汗毛都立了起来 罢了 反正之前我也会被那绿油油的东西 横竖都是死 还不如放手一搏 想到这里 紫鼠顿时鼓起勇气说道 大人 我无意打扰您的清修 可若是处风无法破除封印的话 它迟早会被众神折磨至死 虽然不知道 您会随着它一起消失 还是独自释放出去 对你而言 今后都无法再落得清闲了 说着说着 那衰败的力量 已经如同水泥一般 将紫鼠紧紧包裹住 只要再用力一小点 紫鼠便会被彻底腐蚀 可紫鼠却是紧咬牙关 焦急道 我说的都是真的 您一定要三思啊 除了风格 还有谁的躯体 能承受您这样强大的力量 就在紫鼠感觉快要窒息之际 那束缚他的力量 却突然一松 抬头看去 只见棕色人格 一脸嫌弃地瞅了他一眼 若不是 是怕你死了 贪婪那家伙一天念叨 我真想现在就宰了你 罢了 我会出手 但就这一次 文言 紫鼠终于庆幸地松了口气 谢 话音未落 懒惰人格也消失在了原地 紫鼠又看向红色的欲望 和灰色的暴食 可没想到 事情竟然比自己想象的还要简单 我心爱的美人 在外面被欺负了 我要是再躲下去 也太有失风度了 走了 等我 我要吃光那些神 我还要吃了黑色和绿色 上次就是他们阻拦我进食 封印再次松动 两个人格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最后 紫鼠又看向了 仅剩的两个人格 紫色的极度和金色的贪婪 这两个神石之前从未在楚风身上出现过 体表的封印更是暗红色 想要解开 绝非易事 不等紫鼠说话 金色的傲慢率先开口了 那几个家伙固然强大 但现在的楚风被封印着 他们的力量根本无法释放出来 仅凭他们还是解决不了你们眼下的危机 文言 紫鼠不由牵强地笑道 大人既然这么说 那想必是有破除封印的办法 对吧 傲慢高傲地瞥了他一眼 细写道 那是自然 世间数法万千 我皆烂数于心 即便是在封印之中 我也能将外面那些家伙 玩弄于鼓掌之中 但让我平白无故 去拯救一群背信弃义的贱民 显然是不可能的 紫鼠眼中 不由闪过一抹复杂 按理来说 楚风一直都在守护人类 看见临江的惨状后 更是控制不住直接暴走 即便是暴露觉醒 也始终没有对人类出手 这说明 他潜意识还是在乎人类的 突然听到傲慢说一声贱民 反倒是让他有些不习惯 而且听这个意思 他之前还遭到过人类的背叛 这又是什么时候的事 心中虽然不解 但紫鼠还是不露声色地问道 若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地方 大人尽可直言 你 帮我 傲慢轻蔑地瞥了他一眼 摇头道 七 罢了 算起来也是帮助 我只有一个条件 只要你答应 我现在就可以出去 紫鼠心中顿时狂喜 还请大人明示 傲慢眼中突然闪过一抹寒芒 随即沉声道 事成之后 帮我一同灭了楚风的神石 啊 紫鼠瞪大了眼睛 不可置信地问道 大人 您和楚风共用一体 也算是同根同源 怎么会想杀了他 如果他的神石死亡的话 估计对您也会有影响 这么做 得不偿失啊 况且 只要您出去过一次 封印就会松动 将来有的是机会出去啊 您这么做 闭嘴 不等他说完 傲慢便一声立鹤 将其打断 随即一脸癫狂道 只要他能死 别说是会对我有影响 就算是 我也随之消亡 也在所不惜 紫鼠一脸忐忑道 这 这是为什么啊 只见傲慢仰头 看向无尽的虚空 一脸阴狠道 大丈夫生于天地间 岂能郁郁久居人下 这样的感觉 我受够了 所以 我要他死 这样 就没人能够凌驾于我之上 哈哈哈哈 癫狂的笑声 在幽逼的环境内不断回响 紫鼠只是仰头 看了一眼他疯狂的表情 便感觉后背发凉 这家伙完全就是个疯子 真正的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小耗子 条件我已经开出来了 你也不用担心 自己能否做到 只需回答我 行 还是不行 紫鼠眉头都皱成了穿字 若是不答应 那眼前的危机便无法解决 可若是答应 管他妈的 这几个家伙 没一个正常的 反正到时候 贪婪也还要吃了我的 想那么多搓球 思来想去 紫鼠最终还是咬牙印了下来 好 可您本身的封印都还未解除 我们还是先想办法 把您弄出来吧 文言 傲慢便不屑一笑 随即缓缓抬手 轻轻地点在了身前的封印上 我说过 世间万千数法 我皆烂熟于心 我若想走 没人能留 话音刚落 只见一股无形的力量 从其指尖散出 再触碰到那暗红色的印记之后 整个空间都开始发生剧烈摇晃 轰鸣声不绝于耳 如同天塌地线一般 啪 在维持了数秒之后 封印顿时发出一声脆响 直接化为流光散去 而傲慢也同时消失在了原地 见状 紫鼠不由松了口气 可就在他转头 看向最后一个神识时 却发现对方也在看着他 和之前那些疯狂的神识不同 极度的眼神很平淡 不喜不怒 相对正常很多 而且自始至终 他也始终没有开口说过话 大人 不等他开口 极度却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痴人说梦 紫鼠听得一愣 随即挤出一脸讨好的笑容道 大人 我知道是有些突兀 不过 我不会让您白帮忙的 要什么条件 您说 极度眉头微皱道 我不是说你 我说的是傲慢那家伙 竟然想着杀掉楚风的主人格 简直是异想天开 紫鼠眨巴着眼睛 一脸疑惑道 您的意思是说 楚风的本体人格 比你们都要强 但是我感觉 极度笑着摇了摇头 它的强大 远非你们能够想象 不信 你自己看 说完 极度笑着指了指自己的上方 紫鼠皱眉看去 待看清那一抹轮廓之后 顿时愣在了原地 顺着极度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那无垠的黑暗上空 竟有一处泛着黑色的光泽 像是什么金属的光滑表面 而且就在紫鼠看得出神时 那东西竟然动了一下 里面似乎还包裹着什么东西在蠕动 就在紫鼠错愕之际 那东西似乎也感受到了紫鼠的目光 再次动了一下 随即从中裂开 露出一颗巨大的眼球 紫鼠也是在这时候才回过神来 那就是一只眼睛 而就在那眼睛睁开之际 整个精神领域 也突然降下诡异的红光 将楚风的整个精神世界照亮 也将那巨大的身影 完全展示了出来 不对 那身影已经不能用巨大来形容 完全就是高入天际 亦或者 这家伙就是这个精神领域的天 前面的七个人格 已经高过千丈 如同七座大山 可在后面 这个家伙的身前 就像是大楼前的七棵小树 一般渺小 同时还可以看见 之前七个神石锁在位置的后方 都有一根铁锁连向半空 仅是被那目光扫过 紫鼠就双腿一软 直接跪在了地上 好在那个人格并未注意到他 眨巴了两下眼睛后 又继续沉睡了 看着瑟瑟发抖的紫鼠 极度不由咧嘴一笑 怎么样 我说的没错吧 紫鼠试探着睁开眼 发现那诡异的红光消失后 才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这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他才是楚风的主人格 极度点了点头道 对 不过他的人格同样受到了封印 而我们七个 就是封印他的枷锁 若是我们全部解开了封印 那他的主人格就会彻底苏醒 现在 你还想让我出去吗 紫鼠本能地摇了摇头 他虽然不知道 楚风的主人格到底有多强 但是他能猜想到 要动用七宗最来封印的东西 必定会比他们七个加起来还要邪恶 还要强大 这个人格若是苏醒 那必将掀起这个世界 都无法承受的浩劫 不 不了 我 我先走了 说完 紫鼠慌不择路地逃出了楚风的精神领域 直至回到自己体内 都还有些惊魂未定 就在这时 一声力喝 顿时将他拉回了现实 不死不灭又如何 一声怪力又如何 不通数法 你永远无法阻拦我们的脚步 这就是你和神之间的差距 现在知道痛苦了 哈哈 楚风 快睁开你的眼睛看看 你的子民们是如何惨死 在你的面前的 紫鼠急忙回头 只见鬼地身上的鬼气 又衰减了不少 萧瑟皮更是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颈部还留着触目惊心的伤口 打击同样肩部倾斜 一脸惨白 恶鬼们皆是奄奄一息 而临江市民们 更是又倒下了一大半 七个至高神 就飘在临江市民们的上空 手中凝聚着各自的神通 对准下方的市民 一脸挑衅地看着楚风 似乎想在他的眼里捕捉到一丝痛苦 此时的楚风 确实是一脸痛苦的模样 紧闭双眼 因为人格的融合 脸上表情不断抽搐 时怒时笑 显得格外扭曲猙獰 露西法清晰地感受着 他体内的能量波动 一脸期待到 不错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强大 就在这时 楚风终于松了口气 侧头看了过来 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也配与我并肩 露西法眉头顿时紧锁 可是在对上那流光闪现的眼眸时 心头也是微微一颤 双眼之中 六色闪烁 金光最盛 目光中充满怨毒 却又一脸傲然 仿佛眼前身为至高神的露西法 在他眼里就是世间最卑贱的东西一般 你 好 很好 远处的七个至高神 显然没有注意到 楚风身上的气息变换 反倒是在捕捉到他眼里的 愤怒之后欣喜若狂 愤怒 这就对了 就要用你那充满愤怒的双眼 目送你的子民去死 来啊 从那封印中走出来 杀了我们 不然我们的杀落 就会继续下去了 对于众神的挑衅 楚风仿佛置若未闻一般 而是将手轻轻地触碰在 风印的边缘 仔细地感受着其中的奥秘 见状 加百列不由戏学道 蠢货 主亲自布下的风印 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理 无论人神 都无法误逆 你 话音未落 只见楚风体内 顿时爆发出一股狂暴的力量 引得周围的空间 开始剧烈颤动 包裹他的风印疯狂扭曲 同时更是传出 上帝凄厉的一声痛嚎 啊 放开我 啊 下一刻 风印直接被那狂暴力量撕碎 而藏匿其中的上帝虚影 直接化为一道道灼热的力量 汇聚于楚风的掌心 形成一个近乎实质的 橙色透明光球 还不等众神回过神 只见楚风眼中 突然闪过一抹灰色 随即就将其一口吞下 咳吱 咳吱 咀嚼的声音 让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 那可是上帝虚影 无所不能的创世神 可现在 就那么被吃了 咳 进食完毕后 楚风还满足地打了个宝格 随即转头看向加百列 见对方脸上凝固的笑容 不由玩味一笑 抱歉 从现在开始 我才是真理 说完 嘴角又上扬了几分 勾勒出一个残忍的弧度 呃 对了 之前是谁求着我出来 杀了你们来着 现在我出来了 嗯 可以开始了吗 见状 众神皆是心头一紧 一个个不自觉地后退了半步 唯独阿鲁比斯 还站在原地 楚风看着阿鲁比斯 细血一笑 玩味问道 就是你吗 你们 阿鲁比斯急忙看向左右 见队友们都退到身后时 也是咬牙道 是我又如何 别以为能吞噬掉上帝的一丝残留神石 便可以吻赢我们 楚风微微一笑 嘴唇微微张合 缩地成寸 话音刚落 楚风瞬间便出现在阿鲁比斯的身前 吼 一声怒喝乍响的同时 双眼已然变得漆黑一片 一记百拳 带着撕裂空间的声音 精准地砸在阿鲁比斯的胸口上 下一刻 阿鲁比斯的身子直接化为一道流光飞出 而更恐怖的是 就在阿鲁比斯飞出之后 他的血肉连同一身的皮都还留在原地 飞出去的赫然是一具骨头架子 之所以会变成这样 是因为阿鲁比斯的血肉都承受不住这样的冲击 就在他倒飞出去时 血肉直接被那巨大的冲击力生生剥离了下来 见状 众神皆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再次看向楚风时 眼中已然只剩惊恐 抛开力量不说 那术法同样诡异非凡 到了至高神的境界 他们都可以通过意念锁定别人的气息 可就在刚才那一瞬间 楚风的气息竟是凭空消失了一般 再次出现 已然站在了阿鲁比斯的身前 在这样的速度面前 根本没人可以顿逃 而且 现在的他 竟然会调动人格了 肉搏唤醒暴怒 术法唤醒傲慢 每一项都是极致的力量 这特么怎么打 就在这时 阿鲁比斯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当看到自己化为白骨的肢体时 顿时发出一声绝望的哀嚎 怎么会这样 你都对我做了什么 可就在这时 楚风却再次出现在他的身前 与之前不同的是 这次的他 眼睛只剩灰白 上下审视了阿鲁比斯一圈后 口水都流了下来 骨头 神骨 只要把它掰断 然后吸食里面的神水就好了 不对 这个脑水才是精华 这次我不会放你跑了 呵呵呵 阿鲁比斯顿时暴跳如雷 唤醒死气 凝聚于右手 直戳楚风的胸膛 树上 给我死 可是楚风非但没有躲避 反而用双手抱住了他的骷髅头 拉到自己的嘴边 张口就向着头盖骨咬了下去 咔咔咔 放开我 啊 就在众人不可置信的目光之中 楚风直接用牙齿 将阿鲁比斯的头盖骨给咬开 阿鲁比斯心红的脑水 露在了空气之中 在阳光的照耀下 微微抖动 相比惊恐的模样 楚风则是激动地一脸扭曲 险些因为过度的兴奋 当场哭了出来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说完 楚风罩着阿鲁比斯的脑子 就咬了下去 可就在这时 他身边的空间 却突然扭曲了一下 只见哈迪斯突然出现在他的身旁 双手握住双骨插猛地 砸在了他的脖子上 楚风的脖子 诡异地扭动了一下 身子更是不自觉后退了两步 哈迪斯找到空挡 急忙拉住阿鲁比斯 开启隐身头盔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该死的 我的食物 他们夺走了我的食物 杀了他们 一定要杀了他们 好 失去猎物的楚风顿时大怒 当看到哈迪斯 带着阿鲁比斯 和其余主神集合后 双眼再次变得漆黑如墨 哈迪斯 心头顿时一紧 急忙向其余制高神说道 现在想逃 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只能正面对抗拖延了 我给阿鲁比斯恢复神力 你们尽量拖延 扛不住的时候 我会利用隐身头盔支援 闻言 众神只能咬牙点头 眼看楚风冲来 宙斯率先站了出来 双手高举 怒喝道 雷玉 话音刚落 只见天空中竟是降下 无数交错的雷电 如同一个巨大的盖子一般 将众神罩住 可是楚风的脚步 却没有丝毫放缓 只见其眼中金光一闪 抬手一挥 顿时在半空中凝聚出 一只无形的大手 一把便将雷霆捏碎 见状 法老王急忙顶上 双手紧握全杖 用力处在地上 土之元素 听从我的调遣 下一刻 地面顿时传出一阵剧烈的晃动 一个金字塔间 顿时出现在他们和楚风之间 可就在这时 却见楚风眼中 闪过一抹红光 给我封 红光散开 金字塔瞬间化为无数 尘灰滩倒在地 法老王本想继续唤醒金字塔 可是这时他才发现 他竟然感应不到体内的神力了 其余之高神 显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皆是震惊地看向彼此 该死的 这一家伙竟然还会封印术 这怎么办 哈迪斯 快带着我们隐身逃走啊 对 还可以隐身 哈迪斯 你 众神急忙回头 却见哈迪斯竟然无力地跪坐在地上 一脸空洞地看着手中的隐身头盔 头盔还是之前模样 可不同的是 上面的宝石已经变得暗淡无光 那家伙使用了玉器术 隐身头盔 碎了 文言 众神皆是愣在了原地 一种从未有过的绝望感 顿时笼罩着众神的内心 可更绝望的是 一个魁梧的身影 已经从散落的尘灰中冲了出来 站在众神跟前 好 灰尘成片地 从楚风有黑的皮肤上脱落 加之一脸怨毒的模样 就如同一个 才从地狱杀出的恶魔一般 见状 众神皆是不自觉地后退了半步 此时的他们 体内神力被封 和常人唯一的区别 就只有远超常人的防御力了 可让人绝望的是 这样的防御在楚风的历齿面前 脆如宝纸 怎么办 难道我们真的要沦为食物了吗 看见众神眼中的惊恐后 楚风眼中黑色渐渐褪去 变为灰白 干裂的嘴唇不断闭合 喉咙不断蠕动 咽下唾液 现在 谁也无法阻止 我进食了 那么 先从谁开始呢 嘻嘻嘻 文言 众神皆是心头一紧 转身变逃 可现在的他们 速度根本无法和楚风比拟 只见楚风双腿猛的一灯 就出现在众神的身后 抬手便抓向了 落在后方的阿鲁比斯 阿鲁比斯顿时慌了神 惊慌之下 宁起手中的权杖 就砸在身边的咒嘶身上 啊 咒嘶吃痛 直接被摔了个狗吃屎 刚准备起身 便被楚风的大手 一把握住脑袋 直直地提了起来 法克 放开我 楚风毫不犹豫地张开嘴 做事就要将咒嘶的脑袋 直接塞进嘴里 咒嘶疯狂地挣扎 拳头和脚 不断砸在楚风的身上 但微弱的力量 却连对方的皮肤都无法擦破 反倒是 激起了楚风的凶性 直接将他半个脑袋 塞进了血盆大口中 可就在这时 楚风却突然一动不动地 愣在了原地 同样 咒嘶也放弃了挣扎 细细看去 他的一只手 就轻轻地搭在楚风的胸口上 正在逃走的众神 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幕 见楚风失去动静后 都停在了原地 呼 呼 就在他们错愕之际 却见楚风竟然闭上了双眼 口中发出一声声沉重的打呼声 这是什么情况 他 他睡着了 不知道 哎 我怎么感觉体内的风影松动了 我竟然重新感应到了神力 还等什么 快逃啊 别急 宙斯还在他的手里 先把他救出来再说 说完 六个制高神 又一脸警惕地 走到离楚风和宙斯一百米外的地方 细细看去 只见宙斯脸上的皮肤 都被楚风的牙齿刮破了不少 此时被提至半空 浑身发抖 根本不敢动他 快 快放我下去 看着楚风那高大的身影 这高神们 皆是露出一脸忌惮的模样 不肯上前 宙斯 是你让他沉睡了过去 我们要是碰到他 不会立刻醒过来吧 宙斯顿时怒火中烧 焦急道 赶紧放我下来 他中了我的催眠术 只要不间断施法 他就不会醒 众神这才放心上前 轻轻将其从楚风手中救下 落地之后 宙斯双脚还再止不住地打战 一个不稳就坐倒在地 抬头看向楚风时 眼中依旧是惊魂未定 就在刚才 他差一点就被生吞了下去 特别是感受到对方的牙齿 刮在自己脸上时 更是心如死灰 好在突然之间 他脑中突然闪过一抹灵光 使用了自己的种族技能安抚 这是泰坦一族的特有能力 不用神力 便可安抚人暴躁的情绪 使其沉睡 只要不受外界影响 目标就会一直沉睡下去 在上一次使用这个技能 还是在对抗巨人族的时候 没想到现在 竟然用在了一个人类的身上 好在有惊无险 总算是活了下来 想到这里 宙斯总算是回过神来 可是侧头一看 竟然发现 远处的鬼地 竟在快速向自己的方向冲来 糟了 那女鬼有窥探心生的能力 她必然会想办法精行处风 必须拦住他们 众神眼角一寒 皆是毫不犹豫地 冲向了鬼地 见状 鬼地心头顿时一紧 她刚才确实听到了 宙斯的心声 正准备给予处风一击 利用痛觉将其唤醒 却没想到 现在就被发现了 此时众神已经恢复了神力 单凭她一人 根本无法靠近处风 无奈之下 只能转头冲恶鬼们立合道 别愣着了 全部攻击处风 一定要让她醒过来 闻言 恶鬼们皆是一头雾水 可依旧拖着沉重的身躯 使出各种手段冲向处风 然而在巨大的实力差距下 竟是一个照面的功夫 就被众神冲散 而鬼地 更是被迎来的攻击 撞了刀飞出去 看着恶鬼虚弱模样 众神皆是一脸戏血 若不是怕惊醒这家伙 刚才的一击 便可以截裹了你们 放弃吧 在光明面前 所有黑暗都会消退的 只要有了控制处风的办法 那华夏便无人 可以阻拦我们的脚步 现在怎么办 直接前往上京吗 哈哈 文言 众鬼眼中既是怨毒 又是不甘 没想做出如此努力 终究还是功亏一篑 可就在这时 始终飘在半空的路西法 却开口了 各位 现在前往上京 是不是太早了 楚风只是苏醒了六个人格 还有一个人格尚未苏醒的 文言 众神这才想起这个 一直滑水的家伙 皆是一脸恼怒地 看向路西法 路西法 你是漂亮国的代表 是你发起的这次入侵 可从史之中 你一直没有出过一分力 我先跟你说好 这次的功劳都是我们的 你别想瓜分到一点好处 还有那人格 又是怎么回事 你又怎么知道 他还有一个人格没有苏醒 面对众神的愤怒 路西法却是一脸嘲笑地 看向众神 眼神中那轻蔑的样子 像是在 看一群傻子一般 若是不用这个理由 将你们聚在一起 我又怎么才能 将你们体内的神格 一起剥离出来呢 至于七个人格嘛 那可是我手下的七宗罪啊 哈哈哈哈 癫狂张开双臂放声狂笑 仿佛世界已经落入了他的手中 众神皆是一脸愤然 没想到从史智中 竟然都是路西法的布局 不可能 即便处风人格苏醒 也不曾认识你 你少在那里故弄玄虚 文言 路西法不由戏谑一笑 时隔数千年 他们对我的印象模糊 也正常 但他们体内有我不下的印记 只要我将其唤醒 它就是 我最忠诚的仆从 也是这个世间最强大的杀戮机器 但没想到他的强大竟然远超我的意料 这具身体 给我了太多的惊喜了 文言 众神皆是心头一紧 诸位 虽不知道这家伙说的是真是假 但为了预防万一 咱们现在就出手杀了这个卑劣的东西 对 即便我们神力消耗不少 但他一人 也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 上 杀了他 说完 七个主神体内 同时爆发出恐怖的神力 同时冲向露西法 露西法眼角一寒 抬手便指向沉睡的楚风 醒来啊 我最忠诚的仆人 将这些卑劣的神撕碎 与我一起 在这世间 畅想地狱的欢歌 话音刚落 楚风瞬间睁开了眼 吼 一声怒吓乍响开来 天地为之撼动 四周顿时充斥着一股原始的狂暴力量 众神急忙回头看去 只见各色在其眼中交汇融合 最终化为妖艺的黑色 此时的他 浑身肌肉隆起 体表还不断渗出淡淡的鬼气 明显感觉比之前更加邪恶 也更加强大 加百列急忙沉声道 宙斯 哈迪斯 波赛东 你们和我一起 拖住楚风 法老王 阿鲁比斯 和拉去对付露西法 拼尽全力 也要将其斩杀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找到机会 再次催眠楚风 快 说完 众神便分头行动 可加百列一行 还会冲到楚风的跟前 就见其抬手虚抓 那无解的封印术 再次袭来 无奈之下 加百列等神 也只能硬着头皮 靠不死之躯拖延 半空中的露西法 也不轻松 同时面对三个制高神 稍不注意 就得挨上一击 只希望楚风 能早点解决战斗 来帮自己 露西法 不时看向楚风 却发现这家伙 虽然比之前强大了不少 但在四个制高神 拼死拖延下 一时也无法解决战斗 不对 七宗最全出 便可以触发最强状态 要杀死这些制高神 应该不难 为什么 嗯 我知道了 是极度 难怪之前尝试唤醒的时候 就感觉遭到了些许抵抗 原来是极度还没苏醒 远处的恶鬼们 也在看着场中的一幕 见楚风再次苏醒后 大家终于松了口气 我就知道 单凭催眠术 怎么可能压制得住风哥 那黑翅膀的鸟人 是什么情况 他说 风哥体内的人格 是他布置的 管他那么多 这个状态下的风哥 六亲不认的 只要把他们全部杀干净就行 鬼弟却是皱眉道 我听到了路西法的心声 楚风体内 还有一个人格没有苏醒 路西法现在就准备唤醒他 到了那时候 他估计会彻底失控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我最好现在 就带着剩余的市民撤离 一听这话 众鬼面色更是精彩 还有一个人格 我擦 那得有多强了 走 不管如何 只要我们和风哥不死 那将来就有机会唤醒他 快 现在就走 说完 鬼弟带着重鬼就要离开 可就在这时 一个身影 却突然向楚风的方向 跑了出去 重鬼急忙看去 正是紫鼠 此时的他一脸惊恐 一边跑 一边焦急喊道 助手 路西法 你不能唤醒他 最后一个人格啊 见状 重鬼皆是一脸疑惑 什么情况 耗子疯了呀 那关他屁事啊 死耗子 你码的 快回来 那不是你能参与的战斗 说完 重鬼只能咬牙追了上去 鬼弟同样不解 可他也做不到 丢下紫鼠独自撤离 然而就在他 准备上前时 却听到身后 传来一个满怀期待的声音 来了吗 他终于要来吗 鬼弟回头看去 说话得正是打击 不由咒眉问道 什么要来了 可此时的打击 所有注意力 都放在了楚风的身上 似乎根本没有听到 他的话一般 哥哥哥 终于 终于要等到这一天了 画面一转 路西法也见重鬼向他冲来 在听到紫鼠的话后 更是恼怒到 卑微的东西 你也配跟我说话 说完 路西法直接用左手指甲 滑坡右手的手心 滴滴黑血落地 化为一个泛着红光的六芒心 以血为影 强制召唤 极度 给我滚出来 话音刚落 楚风的身体便开始剧烈颤抖 发出一声一声怒合 与此同时 紧闭的双眼 也不断渗出紫色的光运 路西法心中顿时狂喜 可是下一刻 一便再次发生 只见楚风体表 爆发出无数漆黑的鬼气 将其包裹 更有大量鬼气 汇聚成九条近乎十字的鬼龙 将其身子缓缓拖至半空 随后环绕在其四周 一脸傲然地俯视下方众神 此时 无论人鬼神 皆是愣在原地 仰头看着上空 而路西法脸上的狂喜 也化为错愕 因为他明显感觉到 除了七宗最外 似乎楚风体内 还出现了其他的东西 就在这时 半空之中 突然传出一阵圣人的笑声 笑声一出 天地变色 环宇震战 甚至连空间 都快承受不住 笑声中传出的力量 险些崩碎 羽翼人 古代帝王自称 终归也 话音落下之际 九条环身黑龙 齐齐承服在楚风脚下 拖着他魁梧的身子 傲立于上空 周身鬼气 化为一套黑色碎甲贴附其身 狂风掠过 哗哗作响 此时的楚风虎目原争 眉宇之间 竟是傲然与愤恨 目光锁过之处 恐怖的威压 如同山崩般降下 下方鬼神 皆是不自觉跪下 风哥 醒 醒了 不对 他不是楚风 风哥绝对不会用那种 轻蔑的目光看我们的 这家伙到底是谁 于亿人 于亿人 就在众人疑惑之际 妲己直接从人群中跑出来 喜极而泣地跪在地上 大王 文言 众人皆是倒吸一口凉气 大王 能被妲己称为大王的 我知道了 他是商咒王 千古暴君 地心 糟了 传闻这家伙残暴无常 是整个华夏出了名的暴君啊 鬼帝不可置信地看向妲己 急忙问道 你早知道 楚风体内就是住着这个家伙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知我们 妲己欣喜的脸上顿时多出一抹得意 早点告诉你们 那你们还会让大王苏醒吗 我和楚风第一次见面时 便感受到 他身上残存着大王的气息 不然 我能为一个背叛者驱使 鬼帝顿时恼怒道 楚风和咒王 根本不是一个时期的人 你口中的背叛到底是什么 你 话音未落 上空突然传来一声雷鸣般的怒吓 大胆 竟敢对外妃不敬 若再犯 无必诛你 声波中蕴含的强大力量 直接将鬼帝阵的神魂一颤 跪坐在地 你 与之对视的一瞬间 鬼帝竟是感觉到 一股恐怖的杀意 瞬间将自己锁定 看着那陌生的眼神 心中不由黯然 见状 楚风又斥责道 与一人在位之时 开疆阔土 四海八荒 无不臣服 天地人齐平 是这些卑劣的族人 为夺我地位 竟自将身份 串通神族 一起供我昭格 是他们背叛了本皇 背叛了整个人族 所幸 时隔数千载 与一人再见光明 往日之仇 无必让他们 和他们后代千百倍偿还 天地中不断回荡着 楚风炸雷的怒吓 下方的市民们 皆是一脸惨白 这 他说的都是真的吗 听他的意思 似乎想把罪责 夹在我们的身上 不是这样的 是他的荒淫和残暴 导致了后来的灭亡 他说的不是真的 但我们现在又能怎么办 这样的压力之下 我根本不敢抬头 哼 楚风冷哼一声 随即又将目光 锁定了下方的八个至高神 如等蛮夷 也胆敢在这片大队造刺 文言 众神皆是心头一颤 纷纷用求救的目光 看向路西法 你不是说他体内的人格 都是你的手下吗 这又是怎么回事 路西法 你快想想办法呀 路西法紧咬牙关 心中更是憋屈 他本来是上帝 亲手创造的天使长 可是在对上帝心灰意冷后 便背叛了上帝 成为堕落天使 期间 上帝也没少找他麻烦 好在一次偶然间 他得知 上帝无数年前 曾从华夏落荒而逃 便认定 华夏肯定有人 能帮他除掉上帝 于是 路西法便亲自来到华夏 不曾想 那时正好遇到风神战争 那些强大的术法 让其不敢靠近 只能在暗中窥探 没过多久 昼王在露台自焚 路西法感受到了 对方心中的怨念 和强大的力量 便将七宗罪重 在其灵魂深处 这样 无论他经历多少次轮回 七宗罪都会与之相伴 并用无数岁月 汲取其强大的神力 可如今看来 他还是低估了 最后一个人魂的强大 七宗罪非但没有 吞噬掉昼王的神力 反而不断给他 供应力量 这才造就了现在的局势 面对众神的目光 路西法也只能 牵强地站起身 挤出一抹牵强的微笑 大王息怒 我们并没有不尽的意思 实不相瞒 之前我曾亲眼目睹您 遭受这些人类的背叛 心中更是替你感觉不值 所以 今日便邀约了 其余七个至高神 准备为您报仇 处决这些卑劣的背叛者 不等他说完 楚风便一声怒吓 将其打断 混账 他们生活在于一人的 疆土之上 即便是楚绝 也轮不到而等插手 说完 楚风眼角一寒 恐怖的杀意迸射而出 再者 而等是神 呵呵呵 好 甚好 被那冰冷的目光扫过 众神瞬间感觉 一只无形的大手 已经捏住了他们的心脏 别跟他解释了 他根本不可能放了我们 快跑 说完 众神皆是爆发体内 全部神力 向着不同方向 顿逃而去 楚风嘴角顿时 浮现一抹残忍的微笑 大手一扬 仰天长笑 跑落 下一刻 地面顿时发出一阵 剧烈晃动 紧接着 八根黑色的柱子 从八个至高神 身下破土而出 还不等他们回过神 几道铁锁 便从他们腰间穿透 将其死死捆在了柱子上 该死的 这是什么 放开我们 呃 就在众神挣扎之时 八根黑柱同时开始燃烧 神火将柱身烧红 瞬间便让八个至高神 皮开肉绽 惨叫连连 这时 众鬼才发现 这八根柱子 就是之前楚风 从神迹带回来的 那八根诡异的柱子 之前被楚风打碎的那根 也被神力修复好了 宫营人皇 万事永昌 八个至高神的惨叫声 此起彼伏 身上早已被神火烧得 皮开肉绽 导致整个临江城内的空气中 都充斥着浓郁的烤肉味道 呃 畜生 杀了我吧 求求你放了我吧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啊 而此时的楚风 依旧凌驾于半空 一脸疯狂地看着 兽型的至高神们 脸上的笑容更显猙獰 想死 哈哈哈哈 见状 远处幸存的临江市民们 皆是背脊发凉 他们能感觉到 此时的楚风 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似乎就是享受这种折磨的快感 他不是风哥 风哥不会这样的 暴君 滚出风哥的身体 滚出去 就在这时 半空中的楚风 却生硬地侧过头 那残忍的笑容 顿时吓得众人一颤 如果不说话 都险些忘记 你们了 感受到那强烈的杀意之后 众鬼皆是不自觉地 挡在了市民们的前方 楚风轻蔑一笑 露出一口森白的牙齿 咬牙道 耳等 也要判我 众鬼皆是硬着头皮吃笑道 我们老大是楚风 而不是你 何来背叛 你若是去其他地方杀人 我们都可以不管 但唯独凌江不行 少特没用那副 盛气凌人的表情看着我们 我告诉你 属于你的时代 早就过了 而且 这里是凌江 不是你的昭哥 闻言 楚风笑意更盛 眼角的寒光 却越发凛冽 好 好 甚好 妲己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幕 知道对方是动了杀心 于是对着众鬼就呵斥道 放肆 再敢对大王不敬 我现在就出手宰了你们 说完 妲己急忙赶到楚风的身边 搂住了他的腰 一脸妩媚道 大王 不必和这些卑微的亡魂见识 此地就只剩那么点人口了 即便是全部杀光 恐怕大王也难以尽兴 不如我 话音未落 只见楚风大手一挥 直接掐住了他的喉咙 将其提至眼前 爱妃 连你 也在为这些贱民求情吗 看着那血红的双眼 打起心头顿时意紧 没有 臣妾怎敢忤逆大王的意思呢 楚风眼角寒光 更胜 是吗 与此同时 一支百人的觉醒者部队 正向着临江方向快速赶来 为首的正是薛红和叶渊 薛红一边赶路 一边倒顾着 一支袖极斑斑的枪头 叶渊 你说这玩意 真的具备图神的能力 叶渊点了点头道 别小看这东西 这可是真理之枪 据说当年就是这东西 刺死了捆在十字架上的上帝 在浸染了上帝的血液过后 就具备了图神的能力 有了他 我们兴许就能帮上楚风了 自从出现上帝虚影后 临江范围的信号全部消失 至今也没有生还者逃出来 也不知道那家伙能不能扛住了 薛红不屑吃笑一声 七 怎么 还信不过风哥 我倒是希望那些狗屁之高神多扛一下 不然咱俩 又是屁的功劳都捞不着 叶渊默然点了点头 但愿吧 前面就是临江了 不对 怎么会有那么浓郁的血腥味 这 就在这时 残破的临江城已经映入众人眼前 城门坍塌 尸横遍地 四处断壁残垣 城中还不时传出阵阵哀嚎 该死的 怎么会这样 薛红心中顿感不妙 带头就冲了进去 不过片刻就来到了北城区 可眼前的一幕 却让他完全愣在了原地 场内尸体堆积如山 鲜血沿着军烈的大地缓缓流淌 而尸体之上竟是楚风 细细看去 场中的尸体 除了临江的市民外 还有不少恶鬼的肉身 掺杂其中 楚风就坐在尸山之上 一脸享受地 把玩着手中的骨骸 叶渊也带人跟了上来 看到楚风之后 同样愣在原地 预言 是真的 话音刚落 薛红直接化为一道棱光 站在尸山之下 仰头不可置信地看着楚风 歇斯底里地怒吼道 你到底干了什么 楚风 你答应我 你会控制体内那些家伙的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我曾那么相信你 整个华夏都那么相信你 你 你到底怎么了 愤怒 痛苦 不解 痛惜 无助 各种情绪不断涌上心头 最终化为滚烫的泪水 沿着薛红的脸颊坠下 锅躁 楚风通红的眼中 顿时多出一抹利色 抬手一挥 一到黑风刮起无数飞时 连同薛红一起刮飞了出去 夜渊身形一闪 急忙将他接住 清醒一点 他不是楚风 现在的他 应该是被其他的意识 完全占据了 薛红虽然稳住了身形 但那黑风中带起的沙石却将其砸了 浑身都是血洞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一把将夜渊推开 紧咬牙关 再次向楚风走去 该死的东西 无论你是谁 现在 立刻 马上滚出去他的身体 楚风像是看傻子一样地看着他 卑微的剑鸣 连蝼蚁都不如东西 赶紧滚 话音落下之际 恐怖的微压也随之传开 薛红一个不稳 就跪坐在了地上 可紧接着 却再次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我也最后再跟你一说一遍 滚出他的身体 不然老子 现在就宰了你 楚风眼中 顿时多出一抹玩味之色 戏谑道 杀我 呵呵呵 来 试试 文言 薛红顿时发出一声怒吼 化为一道冷光 出现在楚风的面前 手中凝聚神光 照着楚风的脑袋 就轰了出去 刺 只见楚风的身影 直接化为一道残影 就在薛红错愕之际 却听身后传来一片惨叫 急忙回头看去 只见身后的觉醒者部队 已经全员倒下 而一边的夜渊 还未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 就被楚风一把捏住了脑袋 提至半空 薛红顿时痛心疾首道 你怎么还在杀呀 放开他 楚风 你快醒醒啊 楚风轻蔑一笑 手中微微一用力 一股诡异的力量 便瞬间将夜渊体内血气抽干 接着随手丢到一旁 又看向薛红说道 如今楚风的神识 已经彻底和我融合 他远不如我强大 但潜意识还隐隐作乱 这也是 为什么我至今还会杀你的原因 为了减少他苏醒的可能 我必然会将 他熟悉的一切全部摧毁 为此 所有恶鬼都被我诛杀 而现在凌江也被途径 楚风守护的东西荡然无存 长期以往 他的神识也将沉底沉睡 滚吧 你是无法唤醒他的 闻言 薛红更是怒火中烧 浑身不住打颤 可下一刻 却是嘴角上扬 笑了出来 楚风顿时眼角一寒 抬手一扬 一直有鬼气凝聚成的大手 直接将薛红握至半空 拧至身前 你笑什么 薛红不断咳血 却依旧强撑着笑道 咳 恶鬼们死了 灵江破了 但是有一样东西 你是无法磨灭的 楚风狐疑地皱起眉头 什么 只见薛红眼中突然迸发出凶光 怒喝道 那就是恶棍的意志啊 混蛋 男人 不退 不退 闻言 楚风面色不由一将 而薛红也感受到鬼手松动 掏出藏在怀中的真理之枪 照着楚风的胸口 就捅了上去 刺 利刃割破皮肤的声音响起 半截真理之枪 没入楚风的胸膛之中 可就在薛红迫不及待地抬头 看向楚风时 对方巨大的手掌 也向他抓了下来 薛红紧张地闭上眼 却久久没有感受到痛觉传来 反倒是被楚风一把捏住了手腕 该死的 别想我松手 薛红生怕对方拔出真理之枪 便像是发疯一般挣扎 却没想到 楚风竟然将他手中的枪头顺势一推 直接将其全部没入胸口之中 捏 就在薛红错愕之际 一个虚弱的声音响起 杀别 捅人都不会吗 薛红一脸惊慌地抬起头 只见楚风眼中一色褪去 口中不断涌出黑血 脸上 还是那抹嫌弃的表情 薛红像是触电般 松开了真理之枪的手柄 不可置信地看着楚风 语无伦刺道 你 你在干什么 你特么疯了呀 恢复了不会直升啊 操 你会没事的对不对 楚风 你大爷的 你别瞎老子 马德 你那么强 这点小伤对你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的对不对 看着楚风口中涌出的黑血越来越多 薛红顿时慌地像得做错事的孩子一般 手足无措 楚风却只是苦涩一笑 还好 这吊毛体质防不了普通人的攻击 不然真不知道拿那家伙怎么办才好 马德 大老爷们哭个毛 别恶心老子 对了 答应我 我死之后 你一定要让华夏 一定要比现在强大 说着说着 楚风魁梧的身子 便倒了压在薛红的身上 不 薛红不断破口大骂 可最终却像是孩子一般 跪地哽咽不止 这时的楚风身体机能 还未全部丧失 就在其迷离之际 脑中却突然响起一个声音的系统声 叮 工作时常已满足 恭喜宿主完成所有主线任务 任务奖励天从人愿 天从人愿调用天意 实现宿主一个愿望 感受到您意识即将消散 请尽快选择 既然在这时候完成了 什么愿望都可以实现吗 对 建议你选取不死不灭 这样你就可以活过来 并且世间没有任何力量 可以威胁到你 楚风沉默片刻 我一生都是罪恶死了 这个世界反倒是干净了 让临江恢复之前的样子吧 这是我能为这个世界 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说完 楚风的意识彻底消散 后世记载 凶神楚风 为抵挡八个制高神的入侵 不幸牺牲 全国哀悼 孟家 叶家退出政坛 同时推举薛红为华夏领袖 率领华夏共赴荣光 八根富有制高神的柱子 被移制华夏八方 制高神的痛好响彻百里 震慑诸国 风哥 我们先下班了 好 明天记得别迟到啊 送员工离开后 楚风独自靠在老板椅上 看着眼前空荡荡的厂房 眼中不由出现一抹追忆 这是他穿越回来的第七天 之前被车撞了 并没有死 而是在医院整整躺了半年 如今拿着肇事者的赔偿金出院 思来想去 还是开了个纺织厂 水电 房租 工人工资 进货 还是那些家伙好使啊 就在这时 一个雀跃的声音 突然从工厂大门口传来 你好 请问这里招人吗 楚风微微一愣 回头一看 只见外面竟然站满了人 围首的小屁孩 穿着背带裤 一脸坏笑 腰上还别着一把西瓜刀 老板 同工收不收啊 我不用工资 包持住就行 身着白衣的女子 低头看了看左右 一头长发垂直腰间 哎 又是纺织厂 你真是跟我头发杠上了呗 面色冷峻的男子 则急冲冲地找了台缝纫机坐下 迫不及待就踩上两脚 则 就是这个感觉 一天不踩 我浑身难受啊 风哥 你知道我这段时间 是怎么过来的吗 唯独老者满脸阴沉 说了多久的电风扇 就是舍不得 先说好 再给我干中暑了 我可要是请病假的 看着各个身影 轻车熟路地 找到自己的工位 楚风眼眶不由微微发红 马德 你们这群狗东西 就在这时 门外又传来一阵清脆的女声 你好 请问 招老板娘吗 两个哟 楚风心头顿时一颤 急忙回头 只见两道曼妙的身姿 正在站在门外 一人穿白裙 一人穿黑色皮衣 气质完全不同 却又长得一模一样 白衣女子 翘脸微红 可以吗 我们 可以一起斗地主哟 黑衣女子顿时 张红了脸 急忙将头转向一边 窘迫道 我不会 我没有 话音刚落 一只强有力的臂膀 已经将她搂到怀中 没事 不会我们可以慢慢学 文言 众人皆是忍俊不惊 嘘 星号 遇个球啊 风格纺织场重新开业 干活 本书完